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氏对贺传武派来的管事回了声知道了 然后索性让人叫来了贺光辉和于氏夫妇 当着他们和府中一众大小管事的面 将之前已经采办好的嫁妆全都从库房里头拉了出来 然后照着单子将东西清点了 于氏见到温氏把东西都拿出来高兴极了 迫不及待地上前亲自查验了一番 发现从家具到摆件虽然不是那种特别贵重的 但是带去了庄稼也都是能拿得出手的 心里便满意了八分 贺光辉在一旁恭敬地道 母亲操办灵儿的婚事 儿子最放心不过了 不如还是 多谢母亲 那这些箱子我就让人抬走了 于是还不等贺光辉说完 就抢在他前头道 温氏却对一旁的管事说 既然侯爷说贺灵的婚事交给老夫人来操办 这些就都抬去老夫人那儿 灵儿出嫁的时候 嫁妆也从延年堂发 是 管事觉得这样没毛病 于是掖住了 想要再争取争取 却见到王母墨从屋子里拿了个匣子出来 递给了管事 按照府中的规矩 嫡女出嫁 宫中出三千两银 之前去南边采买的物件 共花去一千七百六十四两 剩下一千二百三十六两 我个人又添了些银子 凑齐了两千两 本打算去多宝阁 给三丫头订几套首饰 再添些鸭箱里的料子 现在都拿去延年堂 交给老夫人置办吧 是 夫人想得周到 管事是贺传武的心腹 这会儿子也挑不出温氏的半分不适来 于是眼睁睁地看着银子 被管事放到了袖带里 虽然有些不舍 但是一想到 这些最后都是自己女儿的 她就又高兴了 王嬷嬷将一本册子 交给了管事 这是三姑娘的嫁妆 已经花费的每一笔银子的记账 夫人这里留了一份 以便对账 我又让人特意又抄了一份来 周管事收好了 周管事连忙道 夫人那里有账策就成了 王嬷嬷没有说什么 把账策塞进了周管事的手里 周管事便带着银子和那些嫁妆 一起去了老夫人的延年堂 于是拉起贺光辉就抬脚追了上去 王嬷嬷看着他们匆匆离开的背影 冷冷一笑 让人关上院门 吩咐院子里的婆子 夫人这几日身子不适 要好好敬仰 你们看好院子 别让人进来打扰 三小姐出嫁的相关事宜 都让人去延年堂老夫人那里回话 只要没闹出人命 就别来打扰夫人 那边 于是和贺光辉出了院子 贺光辉皱着眉对于是道 母亲操办年儿的婚事 操办得好好的 你为何要多事啊 于是白了他一眼 你哪里懂内院的弯弯绕绕啊 你虽叫夫人一生母亲 夫人这些年 可又把你当过亲生儿子 她怎么可能真心对你女儿好 都是面子情罢了 就算是面子情 夫人心事也素有章法 从来没有在支穿用度上苛扣过 她又怎么可能在莲儿的嫁妆上做手脚呢 置办的那些东西 你刚不是看过了吗 哪里有问题啊 哼 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也不过是中规中矩罢了 而且谁知道她是不是看到我闹到了老夫人和侯爷跟前 她丢了自己的面子 才从库房里拿了些好东西出来 又添了银子的 贺光辉见跟于是说不通 事已至此 也懒得跟她掰扯了 只是交代她道 行了 既然这个事已交给祖母 你有事就去祖母那边跟祖母商议吧 母亲这边是不会再插手了 不插手更好 于是压根就不在意温室如何 喜滋滋地打算 我明日就去多宝格逛逛 给灵儿选几套首饰样子 再回来跟老夫人说 贺灵嫁妆的事 春晓会声会色地讲给了贺灵婉听 贺灵婉也没当回事 听过就给忘了 之后 贺灵出嫁也还算是顺利 因为老夫人叫了自己的女儿楚贺氏回来帮忙 楚贺氏怎么说 也做过多年的当家主母 还嫁过女儿 操办个送嫁的事情自然不在话下 虽然临出门的时候 因为人太多出了几个小乱子 但是因为温室那天也有露面 顾忌到了贺家的颜面 还不等事情闹大 他就出手解决了 贺老夫人还很是得意 觉得自己这事办得妥妥当当的 到处地跟人吹嘘 可是直到贺灵出嫁的第二日傍晚 于是突然哭天腔地地来找温室 贺灵婉那个时候正在演舞场那边见狐妖 等他确定了礼遇平安 又安排好了衡阳王和王妃那边的一些琐事回来 于是已经在温室的门前哭晕过去三回了 春晓虽然一直跟在贺灵婉身边 并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的经过 但是回来之后 却以极快的速度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口沫横飞地说给贺灵婉听 说是今日三姑娘心血来潮 带着姑爷的两个侍女 一起去看了自己那一屋子的丰厚嫁妆 却被侍女发现 她头面上镶嵌的宝石是赢品 三姑娘以为是那两个侍女故意挑衅的 打了侍女好几巴掌 侍女的哭喊声把姑爷给惊动了 姑爷见那侍女言之凿凿 三姑娘又是一脸不肯罢休的样子 就让人把多宝格的掌柜牵过来了 谁知道 掌柜看了那一匣子的首饰之后 却是说首饰的样式 跟他们家的店铺里面的是一样的 但是东西却不是出自于多宝格 而是市面上常见的房品 那些房品都不是足金银 而是包金铜 至于上头镶嵌的各种宝石 自然也都是假的 小丫头薄荷也忍不住插嘴 这个我知道 我一个远房表姐出嫁的时候 就有好几样这样的首饰呢 多宝格的首饰多贵啊 普通人家哪里买得起 但是样子又实在是好看 就有一些小布子 照着他们家的饰养打首饰 只是用料跟多宝格天差地别 价格也天差地别 不过普通人家有这样的首饰当陪价 也很长脸了 春晓瞪了抢自己画的薄荷一眼 继续道 这还没完呢 三姑娘又去看了自己的其他陪价 发现装贵重料子的箱子 只有上面的一两块料子是好的 下面的全都是用来充数的普通料子 除了大剑的家具没什么问题 一些小的贵重的百剑也都是不对的 和四太太私下里跟她说的品相完全不一样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来领衔颇颇奖奖 第七百九十四集 薄荷在一旁说 三姑娘的嫁妆肯定是被换掉了 上次夫人让人把三姑娘的嫁妆从库房里抬出来的时候 奴婢还去瞧个热闹呢 周管家对着单子一件一件仔细看过的 周管是年轻的时候在当铺做过长眼 那眼里可没得说 春晓努力保持着微笑 心里却在想 这小丫头好歹是我带出来的 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呢 可是姑娘在当前 她不敢放肆 只能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训斥到 这还用你说吗 长着眼睛的人都知道 在薄荷眼里 她春晓姐姐向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被骂了也没当回事 反而好奇地凑过来 小声着问 那三姑娘的嫁妆是谁换的 春晓姐姐知道不 还能是谁啊 还不睡了 春晓下意识地就想说大实话 好在话到嘴边连忙给憋了下去 还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薄荷赶紧过来给春晓拍背 春晓一巴掌拍在她那大脑门上 嫌弃的道 去去去 这没你的事了 去厨房看看晚饭好了没有 这个点该领饭了 嗯 薄荷轻脆地应了一声 快步跑了出去 春晓见到屋子里只剩下自己跟主子了 原本还想跟主子八卦几句 可是见到贺林丸已经倚在榻上 拿着一卷什么册子翻看了起来 对他们刚刚说的事好像没有半分好奇的样子 他也只得兴兴地闭上了嘴 薄荷去了快半个时辰 才把饭领回来 春晓见天都快黑了 姑娘手里的册子都换到第五册了 一边快步走过去帮忙摆饭 一边忍不住小盛的教训 怎么领个饭去了这么久呢 姑娘饭又晚了 夕食了 晚上睡得不香了 你个小丫头担当得起吗 薄荷苦着个脸 我去厨房等了好久呢 说是老夫人突然胸口疼 又不肯看大夫 厨房里忙着给老夫人炖补品 府里头的姑娘少爷们 饭食都晚了两口粥 我们院里的饭 还是头一拨拿到的呢 春晓的耳朵立即竖了起来 脸上却保持着大丫鬟的矜持 老夫人也病了 可不是 夫人早几日就病了 昨日撑着病帖 操劳闻三姑娘的婚事 晚上又病倒了 连四太太昏倒在她门前三回 都没开院门 没想到后脚老夫人也病了 薄荷说到这儿 凑到春晓耳边 用更小的声音说 对了 我刚刚拿饭回来的时候 瞧见侯爷带着四爷 一起往夫人的院里去了 侯爷看上去 脸色不大好呢 春晓猜到 侯爷八成是为了 三姑娘嫁妆的事情 去给夫人找不痛快的 她撇了撇嘴 凑过去跟薄荷咬了会儿耳朵 薄荷便悄悄溜了出去 和林婉走过来 看到他们俩的小动作 自笑非笑的 春晓笑着讨好 我就让她去外头看看情况 姑娘放心 这小丫头打听消息可机灵了 一点都不比隔壁的那只狐狸惊诧 奴婢觉着吧 姑娘虽然不好管长辈院子里的事 但是奴婢若是让姑娘 在府里变成了瞎子笼子 那就是奴婢们的罪过了 春晓口中的狐狸精 就是她心里的死对头狐妖 为了跟狐妖争宠 她费尽心机训练手底下的小丫头们 而主动帮主则打听消息的觉悟 也是她从狐妖那儿学到的 和林婉知道 春晓这丫头翻不出什么大浪 也就游着她去了 等到贺林婉吃完了晚饭 薄荷就回来禀报了 侯爷去夫人院子 也吃了个闭门羹 王嬷嬷隔着门回话说 夫人刚吃完药 已经又睡过去了 侯爷很生气 站在夫人院子门口不敢走 夫人想必是心软 一刻钟之后就撑着病体起了身 让王嬷嬷请侯爷进去了 侯爷和四爷进屋之后 里面就传出侯爷拍桌子的声音 然后夫人身边的王嬷嬷就出来了 吩咐人去套马车 说三姑娘的嫁妆被偷了 她要去衙门里报案 让官府来质疑这嚣张跋扈 不知廉耻 偷东西偷到侯府里来的贼人 春晓抬头 看着外头的天色 这个时辰了 还去官府吗 王嬷嬷当时可能是气昏了头了 侯爷身边的周管事很快就追了出来 好生好气地劝王嬷嬷把王嬷嬷给劝回去了 不过王嬷嬷说 等明日天一亮 她就去官雅 绝不能放过这个恶贼 春晓一时忘了替主子打听消息的初衷 听得那是一个津津有味 后来呢 后来侯爷就气冲冲地从夫人院子里出来了 往老夫人那里去了 还让周管事立刻去把姑太太给请来 贺林婉将他们的对话听在耳中 收拾了一下就去给温氏请安 温氏正倚在榻上看着一卷佛经 脸色看上去还好 没有什么病容 王嬷嬷则拉长着一张脸 坐在一边的凳子上做着针线活 见到贺林婉进来 王嬷嬷的脸色这才稍稍缓和了些 起身去给贺林婉倒茶水 贺林婉行了礼便问道 祖母的身子可好 温氏指了指之前王嬷嬷坐的凳子 让贺林婉坐 她放下手里的佛经 语气随意地道 我好得很 病是装的 王嬷嬷端着茶进来 听到这句就忍不住说 夫人若是不装病 就得被他们气得真病了 一个个眼皮子浅的玩意儿 好心当成驴肝肺就算了 惹出了事儿 就想到让夫人来收拾烂摊子担责任 还张口闭口威胁要休妻 我呸 不过欺负我们夫人娘家现在没落了 要奴婢说呀 夫人这事儿干脆就别管了 明日留到衙门里去 让官府来好好制止这些没脸没皮的肮脏玩意儿 既然自己不要脸 那就别给他们留了 王嬷嬷平日里在温室面前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 这次是真的气得狠了 一出口就是怨气冲天 温室倒是面色平静 一点也没有被气到的意思 我倒是不在意他们有脸没脸 我是不想缅儿和阿婉这些孩子都跟着没脸 他们就是瞧准了这点 知道府里不会把事情闹大 贺林婉却笑着说 祖母多虑了 脸面都是自己给自己证的 其他人影响不到什么的 祖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必要束手束脚 温室若有所思 却也是一笑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九十五集 派去贺阿娇府中的管事 没能把人给请回来 王嬷嬷让人去打听了一下 很快就回来禀报温室 她推托说 荣锦儿刚怀上 有些不稳当 要留在家里照顾荣锦儿 还说娘家侄女出嫁 她一个出嫁女回来帮忙 是清起情分 别的事情不好随便插手 真是年纪越长 脸皮也跟着长了 夫人 既然他们给脸不要 何必再客气啊 温室却慢悠悠地道 急什么 王嬷嬷当时没有明白 温室的意思 但是主子说不急 他心里再生气 着急也不敢乱来 直到第二日 贺家上下因为一个消息 炸开了锅 贺灵竟然让庄稼的一个小厮 去官府递了状旨 告表姑楚荣儿 指使他人偷他的嫁妆 她倒是聪明 没敢告贺老夫人 这位曾祖母 不然她就是站领儿 也变得没理了 她也没有直接告贺阿娇 这个姑祖母 但是楚荣儿是贺阿娇的软肋 将楚荣儿以偷窃的罪名 告上公堂 比告贺阿娇本人更狠 虽然楚荣儿因为怀有身孕 贺灵成亲的那日 根本就没有来贺家 但是这无关紧要 贺灵告楚荣儿 是倒嫁妆的主使 还有就是楚荣儿不姓贺 充其量只是贺家的一个表亲 就算是告了她 也不至于得罪贺家这个娘家 至少不会得罪 最看重脸面的贺侯爷 以贺灵的脑子 她是想不出这种阴损的招数的 也不知道她背后 到底占了哪位高人在指点 原本找借口 不肯回娘家的贺阿娇 当日就哭着找上门来了 她先是去了她娘贺老夫人那儿 没过多久 贺老夫人就派人来请贺侯爷 温氏以及贺光辉夫妇过去 温氏没有推脱 撑着病体就过去了 这一日贺老夫人的炎年堂里头真是热闹得很 因为贺阿娇和于氏说着说着就要吵起来 贺阿娇威胁于氏说要修了她这个不闲不孝的脚家精 于氏不甘示弱 说要送贺阿娇这个家贼去吃劳饭 吵着吵着两个人就撕打了起来 贺老夫人本来就坐在床上装病 见到贺阿娇被于氏又是扯头发又是抓脸地落了下风 气得一把拽掉额头上敷着的帕子就要下床来帮忙 温氏立即惊讶地问 母亲 您的病 贺老夫人被她这么一问顿时噎住了 然后捂着胸口翻着白眼再次倒在了床上 还顺脚踹了一脚站在床边的贺侯爷的屁股指使她 哎呦哎呦还不拉开于氏 哎呦我胸口疼啊 我要死了 我真是要被你们这些不孝的给气死了 贺侯爷见两人撕打在一起 其中一个还是她儿媳妇 她哪能动手啊 也只能沉着一张脸指使儿子贺光辉 还不快把他们拉开 成何体统 贺光辉上前制止于氏 贺阿娇趁着这个机会狠狠地甩了于氏一巴掌 手上的戒指把于氏的脸都给划破了 于氏捂着脸尖叫一声 一脚踹在了贺阿娇的肚子上 贺阿娇惨叫一声扑倒在地 头狠狠地磕在凳子上 当场血流如注 贺老夫人吓得一个鲤鱼打挺 从床上弹起来 再也顾不得装病了 爬下来抱着贺阿娇就开始嚎 于氏向来对自己的容貌很是在意 把贺阿娇踹倒了之后 没空反省自己是不是下手太重 会不会出人命 而是一把推开贺光辉的手 急急忙忙跑出去找镜子去了 贺侯爷看到这一幕头都要裂开了 他也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 只能像以往一样将目光投向了旁边的温氏 温氏被王嬷嬷扶着站在一边 半垂着眼睛 看上去像是因为生病而没有什么精神 其实是根本没有把屋子里这出闹剧看在眼里 自然也没有把侯爷求助的目光看在眼里 贺侯爷见到贺老夫人 嚎得像是贺阿娇快死了一样 忍不住对温氏发火 你发什么愣 还不管管 王嬷嬷气得 恨恨地偷偷瞪着贺侯爷 温氏抬眼 对贺传武轻飘飘地说 回侯爷 我正在想 等侯爷休妻之后 搬去哪个安堂 贺侯爷语色 只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不过是据夫妻间吵架的气话 行了 这内院的事情交给你了 我外头还有事 贺传武说完 也不管地上糊了满脸血的亲妹妹和旁边干好的亲娘 甩着袖子就快步离开了 贺光辉健壮 也连忙跟着亲爹走了 王嬷嬷看着父子俩的背影 鄙夷地撇了撇嘴 温氏对站在门口那几个丫鬟婆子说 都愣着做什么 把人抬踏上去 再请个大夫来看看 因为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老夫人之前就将丫鬟婆子们都指使出去了 这会儿有几个听到动静的 在门口探头探脑 可是没有吩咐又不敢进来 直到听到温氏吩咐 才呼啦啦地涌了进来 贺老夫人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求助地看向温氏 哎呀 阿娇 阿娇 阿娇会不会就这么去了呀 王嬷嬷看着这样的贺老夫人 觉得真是一言难见 贺灵的嫁妆被换的事 王嬷嬷猜测 芭城就是贺阿娇干的 贺阿娇前阵子说 自家女婿想要补个肥缺 需要点银钱 属同关系 来找温氏借过银子 最后却被温氏给打发了 老夫人虽然疼女儿 这些年也存了不少私房 但是要她拿出银子来 添补外孙女婿这么个外人 她是一万个不乐意的 所以她也没给拿钱 想必是因为这样 贺阿娇才把主意 打到了贺灵的嫁妆上 但是 若说贺阿娇 换贺灵嫁妆的事 老夫人毫不知情 那也是不太可能的 只不过在她的心里 一个数出的曾孙女儿 自然是比不上 自己的亲闺女重要 所以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贺老夫人若是真的不知情 也就不会在事发之后装病了 温氏看着地上的血 一脸淡定地回病 母亲放心 这点伤死不了人的 温氏说得没错 大夫来了之后 几针就把晕过去的贺阿娇 给扎醒了 虽然流了不少的血 但是好好养着 很快就能养回来 贺阿娇醒了之后 拉着贺老夫人的手 哭着要她做主 贺老夫人也 气于氏母女 怒道 你放心 我这就让你侄儿写修书 把于氏给修了 真是反了天了 温氏 去把你家老四给我焊过来 在一旁 看这对母女唱大戏的温氏 开口了 还是母亲想得周到 把于氏修了也好 不然到时候 荣儿被下了狱 他们二人作为亲戚 在公堂上见面 我们侯府难免不被人笑话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796集 摸着脸 在哭的贺阿娇 听到温氏的话 哭声一顿 抬起脸来恶然道 什么功堂 但贺灵还真敢告 我家荣儿不成 贺阿娇说着 还扯了扯贺老夫人的衣袖 贺老夫人这才想起贺灵 状告楚荣儿的事 也板着脸道 这散丫头真是胡闹 都是一家子亲戚 大断骨头还连着筋呢 你派人去安国公府 告诉他 赶紧把壮志给我撤了 不然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以后也不用再回这个娘家了 温氏有些惊讶 原来母亲还想要贺灵 回这个娘家 啊 是我会错意了 我还以为母亲 在这时候将于事休了 是想彻底 与他们母女撕破脸 好功堂相见呢 贺老夫人一时余色 若是真把于事休了 贺灵一气之下 不肯再回娘家 也不是不可能的 有了一个遭夫家休憩的生母 贺灵这辈子 恐怕都无法在人前 抬起头来 温氏淡然道 不过这撕破脸道也没什么 贺灵的嫁妆又不是容器而偷的 就算对不公堂 也不过是走个过场 如此 我这就让老四写修书去 温氏说完转身就走 贺阿娇脸色一变 连忙从床上跳下来 鞋都顾不上穿 扑上去紧紧拉住了温氏的胳膊 不行 于事不能休 温氏想要扯开胳膊上的手 却没扯动 便看向贺阿娇 贺阿娇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强笑着着补 这温氏虽然不笑话 但是看在他为贺家生儿育女的份上 我就不与他计较了 刚刚我也和母亲说的呀 也都是气话 哪能真把人休了呀 目前 您说是吧 贺阿娇转头向贺老夫人使脸色 贺老夫人也怕真的要是对簿公堂 自己和贺阿娇也都被牵连进去 到时候颜面尽失 于事便点了点头 啊 阿娇说得有理 于事就暂且留着吧 你先派人去三丫头那儿 让她赶紧把壮旨给撤了 贺阿娇连忙胡夹胡威地补充 你告诉他 若是再继续胡闹 老夫人就让老四休了他母亲 养女不教 不教不闲 温氏也懒得跟这对母女掰扯 什么也没说 只是汗手硬下了 出了颜年堂之后 立即派人去了安国公府的庄稼 按照贺老夫人和贺阿娇的意思 给贺灵递话 可是谁知道 素来爱在长辈面前半乖巧的贺灵 这次却硬气得很 回话说 想要她撤撞 除非楚容儿把她的嫁妆 原封不动地还回来 否则就公堂上见 贺家若是因此事要修她母亲 她就把母亲接去庄稼 这事反正她夫君已经硬了 温氏又把贺灵的回复 反馈给了贺老夫人和贺阿娇 贺老夫人气得直骂贺灵 真是反了天了 贺阿娇也是又急又气 哭着求贺老夫人给她做主 贺老夫人倒是想做主 可是她思来想去 却拿贺灵毫无办法 贺灵已经出嫁了 不受她拿捏 而且听贺灵这话里的意思 现在她背后还有国公府 给她撑腰 最后贺老夫人还是问温氏 唉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哪 除了把嫁妆给她补上 也没别的法子了 贺阿娇转了转眼珠子 抢仙道 那就宫中再出现银子 给她补上吧 贺老夫人没有说话 温氏道 这次我若是补上了 下次怕是还有人敢伸手 府里岂不是乱套了 家有家归 这件事必须得查清楚了 凡是过过手的人 都一个一个提出来审 银子从谁手里丢的 谁就出银子补上 这院子里伺候的人 可都是母亲的脸面 让你一个一个的审下去 母亲眼面何存呢 我来审 确实不妥 要不还是交给官府吧 贺阿娇顿时掖住了 急得暗中扯了扯贺老夫人的袖子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为了维护母亲的颜面 宫中出银子也不是不可 但是宫中的钱都是有数的 所有支出必须有理可循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胡乱做主 我这就让人去请二嫂和侯爷过来 问问他们的意思 贺阿娇不太满意温氏的推妥 但是贺老夫人没说话 她也只能把不满给咽下去 温氏让人去请二夫人和贺船物 二夫人推托说自己受了风寒 人没有来 不过捎了话说 若是府中的银子有盈余 她没有什么意见 二夫人这话说得颇是委婉 但她其实的意思就是 她不管公众支出 但是前提是 不要削减他们二房的开支 贺家这些年在温氏的操持下 过得还算是滋润 从来没有过捉襟见肘的尴尬情况 但是温氏也知道贺老夫人和贺船物的秉性 她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经营自己的嫁妆上 所以宫中就算是有盈余 也不会盈余太多 二夫人不愿意缩减开支 那就只能三房这边和贺老夫人自己削减用度了 三房在宫中的用度 贺船物要占大头 要她省吃俭用 补上贺阿娇的窟窿 她怎么可能答应 怕贺老夫人一哭二闹的 贺船物也没露面 只是让人带话说 贺灵的嫁妆 谁拿的谁给还回去 闹就去官府里去闹 见到二夫人和贺船物都表了态 温室便求助于老夫人 贺阿娇也看着老夫人欲言又止 老夫人对上两人的目光 立即警觉起来 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呀 难不成这钱还要我拿呀 贺阿娇见嫂子和兄长都不肯拿钱 只能将希望都寄托在老夫人身上 看着母亲一脸的祈求 老夫人想骂人 但是当着儿媳妇的面也不好骂 憋得老脸都红了 好在温室善解人意 找了个借口就先退下了 温室刚一走 贺阿娇不等老夫人开骂 就先跪下 抱着老夫人的腿哭道 娘啊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贺老夫人气得踹了她一脚 你个孽障 你这是帮着外人来要我的命啊你 温室听到屋里传来的只字片语 头都没回 只是让王嬷嬷支开外面的丫鬟婆子 等到屋里两人动静小了 看着像是商量完了 温室这才再次进了屋子 老夫人对温室道 你来审我屋里的人实在是不像话 还是我自己来审吧 温室见她红着眼睛坐在一边 满脸的委屈 明白老夫人是不舍得自己出钱 打算让贺阿娇把贺灵的嫁妆吐出来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莱莱领衔播讲 第七百九十七集 温室低头 宫顺地映下 是 母亲 贺老夫人板着一张脸 安国共府那边 你再派人走一趟 告诉贺灵那丫头 少得嫁妆过两日就给她补上 让她别在外头闹腾 她要是再闹 以后就别进我侯府大门了 是 贺阿娇见到亲娘 这回是铁了心也要她把银子给吐出来 无计可施 只能哭着回去了 她怕官府真的让楚容儿过堂 只能拿出自己仅剩的私房银子 见到银子不够 还让丫鬟偷偷摸摸地去荡了两套鸭箱底的首饰 之前从贺灵那儿抠下来的银子和首饰 她第一时间就给了楚容儿 楚容儿那性子 想必是转手就给了她夫君 贺阿娇舍不得让女儿为难 只能自己想办法填补了 按理说 贺阿娇的夫家楚家 在晖州当地也是个世家大族 她一个正儿八经的当家太太 不至于这么落魄才是 刚来京的时候 贺阿娇的手里头还宽松得很 为了重回京城社交圈 给女儿楚容儿找一个好婆家 她出手十分的大方 后来楚容儿出嫁 贺阿娇不想便宜家里的树子 偷偷搬空了楚家的家底 给楚容儿做嫁妆 这事最后让贺阿娇的夫婿楚太知道了 楚太气得大发雷霆 闹得差点要休妻 最后还是贺老夫人 让贺侯爷出面说和 才平息了此事 不过从那以后 楚太就不肯让贺阿娇 再沾手楚家的银钱往来了 虽然不能再从楚家拿钱 但是贺阿娇在楚家 当了多年的当家太太 攒下了不少的私房银子 还有丰厚的嫁妆傍身 所以她半点也不慌 但是楚容儿嫁的那位夫婿 家底单薄 偏偏又是个志向远大的 为了女婿的前程 贺阿娇的钱大多都补贴了女儿女婿 这次楚容儿的夫婿 看上了一个肥缺 机会难得 但是需要一大笔的银子去打点 贺阿娇抵不过女儿的眼泪攻势 又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才只得将主意打到了贺林的嫁妆上 贺阿娇把银子凑齐了 就立马送到了贺老夫人的手里 她可不会直接送去给贺林 这样的话 岂不就默认了是自己贪了她的嫁妆吗 贺老夫人拿到银子之后 就打发贺阿娇走 说自己会处理 让她别记挂 贺阿娇巴不得自己不出面呢 不过还是再三恳求贺老夫人 一定要盯着贺林把壮旨给撤了 一直说的 到贺老夫人不耐烦 她才灰溜溜地离开了侯府 贺老夫人等到女儿走了之后 亲自清点了银钱 她冷笑一声 叫来了贺侯爷身边的周管事 让周管事把银子给贺林送出去 还交代了她一番 周管事便去了安国公府 对贺林道 老夫人已经查出来 是院子里的两个婆子 剪裁解义 偷偷卖下了贺林的嫁妆 现在贼人已经抓住了 老夫人不会轻饶了他们的 说吧 她就把装着银票的匣子 递给贺林 说是老夫人交代 把贺林少了的那部分嫁妆 折成银两给她送来了 贺林接过银票十分的得意 她现在有了个得力的婆家 就连贺老太太也不得不对她服软 果然如夫君的姨娘所言 这女子嫁了人之后 脸面都是夫家给撑起来的 只是当她打开匣子 拿出银票来清点的时候 却愣住了 她一脸疑惑地仔细点了好几遍 才愕然抬头对周管事道 这 数目不对吧 周管事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本册子 和一张单子 一并呈给了她 韩老夫人吩咐 小的是照府里留存的账册 还有三姑娘 亲自清点嫁中之后 送回去的清单为依据 账册和清单都在这里了 哪里不对的 三姑娘尽管指出来 贺灵连忙抢过册子和清单 仔仔细细地对了一遍 周管事 你算错了 加上祖母的添补 我的嫁妆折合成银子 总共应当是三千七百六十四两 而送过来的这些嫁妆 顶天了也不过值个一千两 就算不算零头 也应该不给我两千七百两才是 你给我的怎么只有一千两银票 三姑娘记错了 宫中给姑娘备的嫁妆 就是两千两的利 二小姐当初出嫁的时候 宫中也是出的两千两 老夫人说了 都是一家子姐妹 不能厚此薄彼 这话可骗不了贺灵 她当即就反驳 二姐姐是庶处 我是嫡处 怎么能一样 而且二姐姐出嫁的时候 虽然宫中只给了两千两 但是祖母和大伯母私下里 可补贴了她不少 周管事心平气和地说 夫人太太们 私下里补贴多少 那都是夫人太太们的心意 三姑娘出嫁的时候 四爷和四太太补贴多少 府里也是不管的 不过 宫中出多少嫁妆 都是有定力的 老夫人说了 就是两千两 贺灵明白过来了 贺老夫人 这就是摆明了 要为难她 不肯如数地 将她的嫁妆给吐出来 想到这儿 贺灵冷笑一声 抬着下巴 哼 既然如此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只能跟楚容二公堂上见了 周管事请回吧 贺灵还想着用告官来威胁 周管事却叹了口气 苦口婆心地劝说她 三姑娘 您的嫁妆几何 小人说了不算 三姑娘说了也不算 而是侯府的长辈说了算 长辈们说 你的嫁妆是两千两 那就是两千两 多一两也没有 您看 这账目一笔笔的 都清清楚楚的 每一笔都能对得上 就算到了宫堂上 您也没理的 这清官 也断不了家务事啊 贺灵已正神 可是回过位之后 她又气又怒 因为她知道 周管事说的有道理 两千两的嫁妆 对侯府来说 只能算过得去 但是也不会丢了 侯府的面子 老夫人要是一口咬定 给她的嫁妆 就是两千两 她就算是告到官府去 也没有用 说不定还会落下 一个忤逆不孝的罪名 可是平白无故地 就少了将近一半的嫁妆 这让她怎么甘心呢 贺灵的气势一弱 看着周管事 悬然欲气 周管事 祖母当初给我 定下的嫁妆是多少 你也清楚 你是祖父身边 最信任的人 能不能帮我去 祖父那里说说 伤他给我做主啊 唉 三姑娘 侯爷自然是心疼你的 但是侯爷 也不能为了三姑娘 跟老夫人对着干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七百九十八集 周管事是贺侯爷的心腹 贺林听他这话就明白了 祖父是不会站在自己这边了 贺林没料到 自己算计来算计去 结果嫁妆还不如贺兰 那个树处的 想到以后出门应酬 都要挨上贺兰一头 他突然悲从中来 捂着脸 哭了起来 周管事看到他哭得伤心 暗自摇头 这又能怪谁呢 当初三小姐 若是规规矩矩地 让夫人安排嫁妆 哪里会有这么多的事 周管事见到该带到的话 都带到了 向贺林行了一礼 静子离开了 回去之后 他就去向贺老夫人复命 贺老夫人听说了贺林的反应 冷哼一声 脸上带了几分得意 以为嫁到国公府 就能踩到娘家长辈头上来了 我就今儿教教她规矩 周管事听着老夫人 对三小姐似乎还有怨气 便低着头 姿态恭敬地道 老夫人 明日就是三小姐 三朝回门的日子 您看 府上是不是 要早些派马车去接 出嫁的姑娘回门 是个顶重要的日子 娘家该怎么接待 有许多能说到的地方 周管事想试探 试探老夫人的态度 免得到时候没做好 不合老夫人的意 他们下面的人会被迁怒的 贺老夫人却想也不想 便冷笑道 接什么接呀 安国公府 家大业大 哪里就缺那几辆马车了 就让他自己回来吧 不必特意派马车去接 我们侯府的马车呀 未来的国公世子夫人 说不定还看不上 周管事顿时就明白了 贺老夫人的意思 虽然他觉得这么做 不仅让三姑娘没了脸面 还打了安国公府的脸 着实有些过了 但是他卫卑言轻 侯爷又不愿意管内院 这堆麻烦事 夫人那边 想必也不敢 为虞老夫人的意思 他也就只能 硬着头皮硬下了 贺玲在周管事 走了之后就一直哭 安国公世子庄茂明 向来怜香惜玉 见到自己新过门的媳妇 哭得眼睛都肿了 便耐着性子哄了一会儿 贺玲的哭声 却一直不见停 可是贺玲哭的目的 其实是想让庄茂明 主动开口 帮他讨回公道 可惜庄茂明 没懂他那些 弯弯绕绕的心思 哄了一会儿之后 小思就过来说 他该去书房读书的时辰到了 侍女已经磨好了墨 熏好了香 在等着他了 庄茂明眼睛一亮 拍拍屁股就走了 赫玲看着他那毫不留恋的背影 打了个阁 傻眼了 他气得把手里的帕子都给揪烂了 但是成亲那日 庄范婷婷就派了 摩摩过来 交代过他一些国公府的规矩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万万不能去书房 打扰庄茂明读书 所以贺玲气归气 也只能在屋里等着庄茂明回来 打算到时候再跟他提一提嫁妆的事 可是庄茂明用功到了半夜才回的房 他进屋的时候 贺玲早就撑不住先睡了 第二日要回门 贺玲大清早地就爬起来 伺候庄茂明穿衣洗漱 一边明里暗里地窜着庄茂明 等会儿见了他祖父和父亲 一定要提一提他嫁妆的事 借着国公府的威势 逼贺家把嫁妆给他补上 庄茂明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 东倒西歪地坐在凳子上 游着丫鬟给他梳头 一边打着瞌睡 一边左耳进右耳出地听贺玲嘀咕 贺玲说了老半天 见他连反应都没一个 急得推了他一下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没有 没想到庄茂明一推就倒 带着凳子摔在了地上 他哀悠一声痛呼之后 惊醒了过来 屋里头伺候他的丫鬟们 惊叫一声 纷纷围上来 少爷你怎么了 有没有伤呢 少爷好像摔到手腕了 快去请大叔 先去冰窖里拿些冰来 丫鬟们围着庄茂明 嘘含问暖 他刚刚摔伤手腕 虽然疼得很 但是见到丫鬟们都要急哭了 还是强撑着一张笑脸安慰他们 没事 这点小伤算什么 你们一哭 别这心根疼起来 比这手要疼多了 丫鬟们破涕而笑 扶着庄茂茂明去踏上坐了 随后端茶的端茶 捏腿的捏腿 被丫鬟们挤到一边的贺玲 一开始还担心庄茂茂明的手 但是看着他被丫鬟们簇拥在中间 当着自己这个新婚妻子的面 笑语调情 不由愣在当场 等到反应过来 贺玲的脸色顿时沉下 正当他想要发作的时候 院子里头的管事 嬷嬷听到消息进来了 他先是焦急地 问了庄茂茂明的伤势 贺玲对自己那位身份尊贵 不苟言笑的小姑子庄冰婷 有些惧怕 也顾不得跟庄茂茂明生气了 求助地看着他 庄茂茂明刚接触到他的视线 正要说话 侍女却惊叫一声 少爷的手 怎么比刚才肿了 少爷 我们去服药吧 于是 庄茂茂明就被几个丫鬟 合力给拉走了 屋子里就只剩下了贺玲 独自面对那位严厉的嬷嬷 接下来 贺玲被嬷嬷说教了半个时辰 她被一个下人这么教训 心里头也憋屈得很 但是这位嬷嬷 是瑞王妃派回来的 听说以前还在宫里头待过 贺玲不敢给她脸色看 只得忍着 等嬷嬷教训完她离开的时候 天色已经不早了 贺玲怕耽误回门的事 只得忍着满腹的委屈 让人去外头 问贺家的马车来了没有 却被人告知 贺家根本没有派人来 让贺玲自己回门 贺玲听到外头几个侍女的笑声 怀疑他们是在嘲笑 她又羞又气躲在屋子里头哭了起来 她哭了老半天也没有人搭理她 庄冒明早就不知道被丫鬟们拉到哪儿去了 她一气之下想着 干脆就不回门算了 可是冷静下来之后她又想到 如果今日不回去 传出去她脸上不好看不说 这国公府的下人们 也会当她是个没有娘家的人 任意欺辱她 贺玲没有办法 只能派侍女回一趟贺家 让她去找自己的母亲于氏 让于氏想办法 派一辆有侯府灰迹的马车来接自己回去 可是于氏上次伤了贺阿娇 被贺老夫人禁了足 丫鬟见不到于氏 只能去童姨娘的院子找贺光辉 却被童姨娘的侍女给一把拦住 只见童姨娘的侍女一脸为难地说 老夫人说了 不让府中派马车去国公府接三姑娘 你还是让姑娘自己想法子吧 不然老夫人怪罪起来 四爷也得受罚呢 三姑娘向来孝顺 想必也不想看到四爷 夹在她和长辈之间为难 贺玲原本的贴身侍女被发卖出去了 陪嫁的这个是后来买进府的 在侯府里头没有什么人脉 人也不够机灵 听说是老夫人的意思 就只能灰溜溜地回去给贺玲复命了 贺玲知道之后又大哭了一场 最后只能让丫鬟去外头另几辆马车回来 当作是贺家派来的 安排好了之后 她又让丫鬟去把庄茂明找回来 让她陪自己回门 庄茂明此时正在安国公夫人的院里 安国公夫人一大早听说贺玲伤了她的宝贝孙儿 一边抱着庄茂明心疼一边又气贺玲没规矩 紧接着又听说贺家连马车都不怕一辆过来 贺玲和孙儿还去侯府外头拎的马车 老夫人顿时觉得自家宝贝孙儿受了大委屈 当即就怒了 让贺氏自己回去 就说明儿伤了手 不能陪她出门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额颇奖 第七百九十九集 贺玲听了下人的回禀 急得不行 赶忙赶来老夫人的院子 她想着先认个错 求老夫人放庄茂名陪自己回娘家 贺家不派人来接 已经让她颜面无存了 若是连新婚的夫君都不上她娘家门 这以后她在国公府还怎么立足啊 可是老夫人铁了心了 不肯让宝贝孙儿受委屈 听说贺玲来了 连院门都没让她进 哪怕是听见她在外头跪着 也无动于衷 贺玲跪了半天 来来往往的丫鬟婆子 外院管师们路过的时候 都忍不住偷偷打量她 她实在挺不过去 只能起身离开了 最后贺玲还是忍着憋屈和委屈 回了贺家 独自坐在马车上的时候 她的眼泪就没有停下来过 贺玲是自己回的贺家 说是庄茂明早晨不小心伤了手 大夫说要卧床静养 贺侯也知道之后也很是不高兴 连面都没露 叫上贺光辉就跟着她一起出门应酬去了 贺老夫人也没有露面 还让人告诉贺玲 就说不必去给她请安了 于是正在被禁足 她也见不到 所以贺玲就只能去温室那 温室带她的态度一如既往 既不热情 也不故意冷落 让王嬷嬷吩咐厨房 给她安排好席面 该怎么招待就怎么招待 不过她没有叫贺玲碗来陪她 贺玲也不想让贺玲碗 看到自己今日的狼狈 乐得她不出现 用过饭之后 贺玲也不在贺家多待 就跟温室辞行 温室对于她没带回门礼 回来的事只字不提 反而让人备了丰厚的回礼 让她带回去 又让王嬷嬷吩咐门房 派马车送贺玲回国公府 贺玲听到之后 红了眼睛 老老实实地给温室 磕了头才走的 安国公夫人得知 她是坐着侯府的马车回来的 而且还带着丰厚的回礼 又得知这些都是温室吩咐的 她板了一天的脸色 终于好看了一些 对左右伺候的人说了一句 这贺家还是有明白人 只要不涉及到儿子 孙子的问题 安国公夫人 还是个挺讲究的人 收了温室送来的礼之后 她立即吩咐下面的人 给侯府补送上了一份回门礼 比贺玲带回来的 还要候上三分 贺玲得知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在祖母温室帮忙周旋下 她在这府里头 总算能够站得住脚了 可是她这口气 松得还是太早了点 因为她渐渐地发现 自己要见夫君庄茂明一面 比在贺家的时候 想见她祖父一面还要难 成亲三天之后 庄茂明就很少出现在贺玲的面前了 白天她要么去读书 要么和友人们一起应酬 基本上不归家 晚上倒是会回来 可是一回来就会钻进书房 大部分时候都是读书独累了 直接在书房写下 偶尔有那么一两回来贺玲的房里 还是在外头喝完酒 醉醺醺醺地被下面的人给扶回来的 庄茂明每次喝醉了回来 都要撒上半宿的酒疯 吐到床上一塌糊涂之后倒头就睡 把贺玲折腾得够呛 就这么来来回回被折腾了几次 贺玲忍不住 去给安国公夫人请安的时候提了几句 却被国公夫人训斥了一番 安国公夫人让她不要管爷们在外头的事 只一心一意把人伺候好就行了 芮王妃那边听到消息 也责怪她在安国公夫人面前乱嚼舌根 觉得她不知理也就算了 还不贤惠 芮王妃安排了教养嬷嬷 每日教贺玲规矩 是要为兄长调教出一位能拿得出手的贤妻 贺玲的困境 贺玲婉毫不知情 可是就算她知道了 也必然不会放在心上 她只是一心记挂着礼遇的安危 贺玲成亲的时候 贺兰作为贺玲的堂姐 回贺家给她添妆 闲聊的时候贺兰曾向贺玲婉透露 她公公宁江博秦定渠 对外说是生病了 需要在家卧床静养 可其实人并不在府中 秦定渠身为黑龙未暗影的头目 她闭人耳目离开京城 还能为了什么 贺玲婉当即就猜到 秦定渠定然是跟在李玉之后离京了 此时 李玉一行已经远在千里之外 就算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回京 也已经是几日之后了 贺玲婉只能让狐妖一遍一遍 不厌其烦地给她传消息 叮嘱她一定要小心行事 安全为上 而此刻 被贺玲婉记挂的李玉一行人 已经走到了天云山的山脚下 只要翻过天云山 再走一日的路程 就能抵达大忌国的国都西皇了 不过天云山山壁崇高 昂藏隐天 山势陡峭 中年积雪 此时差不多是这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 山上的积雪极厚 就算是功力深厚的人要直接翻山而过 也十分的困难 更何况 他们当中还有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 和一个娇滴滴的公主 所以只能从山脉下方的峡谷中绕过去 虽然这样一来会多花上一两日的时间 天云山山脚 狭长的峡谷外 迦南王子和以薛行医为首的李官们 商量完行程之后 正要吩咐队伍继续前行 却被一道懒懒的声音阻止了 哎 慢着 迦南回过头 看着站在众人边上 身穿胡球 头戴风帽 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 还揣着个暖手炉的李玉 臭了臭嘴角 他倒是很客气地问 普知衡阳王世子 有何吩咐 这一路上 李玉除了在吃 穿 用方面 比纯阳公主还要讲究之外 倒是没有起什么太大的幺蛾子 也没有故意地拖慢行程 他们在一旁商量事情的时候 李玉也从来不凑过来 更加不会发表任何的意见 一直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 迦南甚至有些怀疑 这个李玉 是不是那个 令大周朝皇帝忌惮万分的 晋王世子了 不会是找人假扮的吧 好在进军的人都证实了 这个在赶路途中 还要求随从每日都给他贴身衣物熏香的人 除了晋王世子 别人是做不出来的 此时见到李玉终于开口 迦南不知为何 反而放松起来 李玉却不知迦南心中所想 他打量了不远处那座连绵不断的虫峻雪山 猝着眉头 缓缓地问 你们的意思是 不翻山 是 不知马匹上不去 公主和你们大周的官员 身体怕是也无法适应 说不定 走到半山就会呼吸不畅 窒息而亡 迦南屈着李玉的神色 语气谨慎地问道 不知世子有何高见 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想到接下来的计划 迦南不愿出任何的岔子 不管如何 都也要先稳住这位衡阳王世子 李玉撩起眼皮 赏了迦南一眼 那你 太儿他们走峡谷吧 本世子要上山 迦南的脸色僵住 正想着该怎么应对 一位大周朝的理官 最先忍不住的 世子 行程如何定 是我等的职责 不敢劳烦世子 越祖带袍 陛下让你们送公主出下 路上不得耽搁行程 结果因为 尔等身体孱弱之故 所有人不得不 跟着绕远路 你们的职责 莫不是拖后腿吗 一把年纪的李冠 被李玉这话 气得差点撅过去 指着他 拧拧拧了半天 最后将求救的目光 投向了一只 没有说话的薛行医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集 在众人的心里 李玉这个人 相当地难搞 但是薛行医 给人的印象则是 专治一切难搞的人 所以只要是 搞不动李玉的时候 大家就习惯 把问题丢给薛行医 薛行医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 不负众望地开口 世子为何一定要上山 迦南也在一边道 如果世子 只是急着赶路 从峡谷绕过去 未必会比翻山吗 本世子又不去西黄城街 我岂着赶什么路 李玉看着雪山上 挨挨白雪 面无表情地说 本世子只是听说 这天寒山最寒冷的时候 山上会长出一种手掌大小 晶莹剔透的雪莲花 那雪莲花不仅长得好看 还有养颜润积的功效 最适合女子服用 本世子想亲手采一朵 带回去给我卫国门的世子妃 炖汤喝 迦南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尬笑着表示 世子对魏国门的妻子 当真体贴 不过那雪莲花 大多长在峭壁上 不好摘得很 而且 只要一离开冰雪 就会融化成水 去京城路途遥远 怕是在半路上就化了 雪莲花难采难保存也就算了 效用还十分的鸡肋 连野兽都不吃 在他们大忌国 根本就没人特意 为了那玩意儿上雪山 这世子恐怕不是个情圣 就是个奇葩 李玉云淡风轻地摆了摆手 喂 等摘到花了 本世子自有办法带回京去 李官反对道 不行 上山太危险了 本世子不惧 李玉说完 也不管其他人有什么反应 牵过小铜锣侍卫手里的马匹 利落地翻身上了马 本世子先行一步 我们在西皇会合 因为李玉此举太过突然 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就已经骑着马 向着天云山急驰而去 迦南暗叫了一声不好 难道李玉已经察觉 他们在峡谷里头 设下了埋伏 知道那里将是 他的埋骨之处 这位世子乖乖 跟着他们走了一路 难不成就是为了 降低他们的警惕之心 想要在此时逃走 这么想着 迦南眼神一立 冲着自己的属下 打了个手势 拦下 迦南一声令下 他麾下几十个亲卫 立即翻身上马 朝着李玉离开的方向追去 奉命看守李玉的禁军们 无不互相对视 随即也纷纷翻身上马 追了上去 一时之间 马蹄踏得雪尘漫天 礼部的官员们 纷纷抬起衣袖挡脸 这衡阳王世子 心中无军无忌 也太不像话了 这次的副使大人 一脸的气急败坏 对薛行医道 大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薛行医默然地看着 李玉远去的背影 没有说话 李玉不愧是在东林军营里头 历练过的 其数相当了得 在这滴水成冰 一个不小心踏错 积雪就能没过人膝盖的地方 他却侧马如飞 如同奔驰在平地 追在他身后的大忌人 落后了他至少五个马身 而不习惯此地地形的禁军 已经有好几个人连人带马 翻倒进了雪堆里 嘉南看到这儿 更加确信 李玉此举是筹谋已久的 他也站不住了 对薛行医道 我去把李玉追回来 这里就劳烦薛大人了 薛行医没有说话 嘉南以为他默认了 立即带上几个轻尾 翻身上马 这时薛行医向一旁的随从 莫农伸出手 莫农立即将挂在马上的弓曲下 递到薛行医的手中 薛行医从剑囊中抽出了一支剑 搭在了弓上 抬手瞄准那快要消失在山道上的李玉 几个大周朝的理官见状 脸色都是一变 他们心里都知道 衡阳王世子身份尴尬 陛下想必是不想让他活着回京的 但是他们也没想到 薛行医竟然敢当众射杀衡阳王世子 若是衡阳王世子真的死在薛大人的手里 那他们这些目击之人回京之后 不知道将会遭遇怎样的变故 可是在场之人 却没有一个敢站出来阻止薛行医 他们怕的倒不是薛大人 而是薛大人背后的天成帝 薛行医也没有要向任何人交代的意思 手中的剑急射而出 剑头擦过了刚刚奔出去 没多远的迦南的手臂 浓烈的杀气 瞬间割破了迦南身上那件厚厚的皮袄 胯下的马背惊得扬起了前蹄 惯性差点将迦南甩下马背 好在迦南的骑术也十分了得 一个俯身便稳住了重心 三之一的剑身没入了马臀 可见薛行医这一剑有多么的狠绝 李玉的马前肢骤然一折 重重地摔了出去 他从马上摔下 在雪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卸取力道 好在他的反应也很是迅速 借着翻滚的惯性很快就翻身而起 站稳之后 立即回头看向剑射来的方向 薛行医一剑不重 一脸平静地将手又伸向了剑囊 再拿出了一支剑 搭攻瞄准 这次他瞄准的是李玉的眉心 虽然距离有点远 但是李玉还是看清楚了薛行医的动作 他挑了挑眉 没有动 薛行医这一剑也没有射出去 但是看着他眼中冰冷的杀意 和他手臂紧绷的状态 没有人怀疑 只要李玉敢再往山上走一步 他就会放箭 所有人都感受到了 这股箭拔弩张的气氛 大周朝的理官们静若寒蝉 就连迦南也勒住了码头停了下来 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 迦南派出去的亲卫和近卫 追上了李玉将他团团围住 李玉冲着薛行医笑了笑 指了一个进军让他下马 然后翻身上马 在众人警惕而戒备的目光中 骑着马慢悠悠地回来了 迦南对着正从马上下来的李玉说道 世子 你若是想要雪莲花 大不了我派人去给你拆来 身上危险 你何必亲自涉险 李玉却看着薛行医手上的弓 微笑着汗手 确实危险 也好 你派人去吧 去晚了天就好黑了 本狮子不喜欢走夜路 迦南这话本是随口一说 见李玉真的让他派人去摘花 内心疑惑不解 不过摘一朵花 对他们的人来说道也不费太多事 于是迦南便对自己的亲卫点头示意 让他带着人去 不管怎么样 先稳住李玉再说 李玉明晃晃地嘲讽 让在场之人都面色尴尬 不敢去看薛行医的脸色 薛大人刚刚那一见 没吓到李玉倒是把其他人吓得够呛 薛行医只是冷淡地看着他 把弓一把扔给侍从 对迦南道 启成 李玉抬手 谈了谈胡求披风上沾染的雪莉 语气随意地说 启什么成啊 本狮子的雪莲花还没到 众人发现了 如果说薛大人是心硬如铁 那这衡阳王世子 就是头硬似铁 这两人还真是棋逢对手 迦南劝说道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零一集 我已经派人去了 到时候 他们采了花 会追上来的 那可不行 你也说了 那花淋了冰雪很快就会化水 你的人毫无准备 到时候别给我带一盆水回来 李玉笑着说完 不慌不忙地 从绣带里头拿出了一个 比手掌略大了一点的玉石匣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制成的 一打开 里面竟然往外冒着冷气 在场之人见了 都愣在了原地 衡阳王世子千里迢迢带了这么一个 精巧西汉的冰河来到这儿 难不成真的是为了一朵花 果然 紧接着就听李玉说 本世子早有准备 就等着你的人把花给我带回来 迦南见李玉这么执着 犹豫着看向薛行医 李玉也看过去 微笑着缓缓地 今日无论如何 我也是要等到那朵雪莲花的 我知道薛大人剑术了得 薛大人 你要不要再射一剑 来试试我的决心呢 李玉的声音虽然温和戴笑 但是众人还是听出了他语迹中的强硬 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薛行医 而薛行医眼中的冷意 让在场之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就在众人以为这位薛大人要拿弓 给这位嚣张跋扈的世子 射得浑身窟窿的时候 薛行医却淡淡地道 一个时辰之后起程 说完这一句 他便头也不悔地离开了 薛行医一走 气氛明显缓和了下来 在场众人不约而同地放松下来 各自招呼着侍从生火 送上热茶或者烈酒 不然在这冰天雪地里干等一个时辰 准得冻病了 李玉也没有再作妖 抱着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回到他怀里的暖手炉 悠哉悠哉地上了自己的马车 将一众看他不顺眼的视线 都隔离在了车厢之外 这大风大雪的天气 李世子必然是能不下马车 就不下马车的 可是那些顾及礼仪 仪态的理官们非得骑马 脸皮都被冰封雪雨吹得村烈了 早上洗脸就跟上行一样 看着就疼 李世子挺爱惜自己那张秀色可参的脸的 他可不愿意受这种罪 迦南盯着李玉上了马车 然后回头看绵延着在大雪山之间 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峡谷 大雪覆盖的峡谷很是寂静 但是迦南心里清楚 这不过就是他的假象 这条峡谷被当地人称作鬼门峡 里面不知埋葬着多少白骨 困住了多少亡魂 迦南的脸上浮现出一个很辣的笑容 他回过头来 给自己的心腹打了个手势 让他们盯紧了李玉 然后朝着薛行一离开的方向 快步追了上去 为了保证计划万无一失 等会儿少不得需要这位 手段很辣的薛大人的配合 一个时辰之后 迦南的部下 终于将李玉要的雪莲花摘了回来 李玉第一时间下了马车 亲自盯着那名轻卫 将雪莲花小心翼翼地放进 自己手里的冰盒中 从未见过雪莲花的官员们 也忍不住好奇地围上来看 只见被放置在冰河中的雪莲 只有小儿的巴掌大小 如同蓝水晶一般 晶莹剔透 花瓣层层叠叠 随风颤动 不似凡间之物 有没有传说中的功效 不好说 但美确实是极美的 若不是这花难摘 又不好存放 这些大周来的官员们 倒也想摘几朵回去 送给家中的女眷赏玩 李世子却盯着冰河里的雪莲花 左看看右看看 挑剔得到 这么小一朵花 够对一碗吗 被派去摘花的亲卫敢怒而不敢言 还是迦南上来说 世子 这花本就稀少 仓促中能找来一朵已算不易了 若是觉得不够 等回城的时候 我再多派些人去帮你找 那时候 岂不是更加新鲜 如果到那时 你还有命在的话 薛行医过来 看都没看李玉 直接翻身上马 冷冷地吩咐 启程 李玉撇了撇薛行医 勉为其难地对迦南说 啊 罢了 走吧 侍卫连忙帮他把马车门打开 李玉捧着盒子转身正要上马车 却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 停下脚步 对了 迦南心下一紧 暗自戒备 却听见李玉问 我好像许久没有见到纯阳了 他可还好 迦南不知道他这么问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强自镇定地笑着 啊 公主很好 我刚刚还去看过她 不过 公主前阵子 心情不太好 又怕冷未寒 所以不愿意下马车 世子问起公主 是有什么事吗 我可以帮世子转的 哦 原来如此 我说怎么好几日不见他来找我麻烦了 纯阳心情不好的原因 他们其实都心知肚明 刚离京的时候 纯阳看李玉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就仗着自己公主的身份 时不时找机会折腾羞辱他 比如要李玉给他当车夫 吩咐下面的人给李玉送冷水冷饭 还在他的马车上做手脚 手段层出不穷 又毒又损 可是无论纯阳怎么折腾 李玉却半点事都没有 反而是纯阳自己总是倒霉 有一次还差点因为金马摔断了腿 恨得纯阳不管不顾 想命侍卫把李玉绑起来 亲自下手给他划两刀 再戳几个窟窿 可惜那些侍卫虽然是来给纯阳送亲的 却也并不听他的 出发之前 他们接到上头的命令 是此行只听命于薛行依 纯阳就去找薛行依哭诉 可是狼心似铁的薛大人 却连半点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 不等纯阳说完 就不耐烦地下令 把听从纯阳命令 为虎作娼的几个侍女给绑走了 也不知道给弄到哪儿去了 纯阳对薛行依也恨得要死 只能转头向迦南求助 可惜在京城里对纯阳有求必应的迦南 却装傻冲愣 不肯帮他去找李玉和薛行依的麻烦 纯阳没有了帮手 自己又斗不过李玉 这才消停了下来 李玉也没说信不信迦南的话 只是笑着上了马车 迦南收起了脸上的笑意 目光有些沉 李玉这个人虽然看着玩世不公 实则心机深沉 他不确定他刚刚问起纯阳 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纯阳现在确实不在这儿 昨日迦南就让人把纯阳 暗中送离了队伍 一则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以免被李玉找机会挟持 以至于他们到时候投鼠忌器 二则是怕那个蠢女人想 一出是一出 不顾大局 坏了他们的大事 这个时候 队伍已经开始启程 车马依次进入峡谷 迦南盯着李玉的马车 驶进了峡口之后 才终于放下了那颗 高高吊起的心 迦南的亲卫们在前头带路 还分出了几列大忌的骑兵 在队伍中来回奔驰 负责巡视传令 大洲朝跟来的禁军 则跟在队伍的末尾 李玉的马车被夹裹在队伍中间 只要进了峡谷 就算他发现了不对劲 他也插翅南飞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迦南看着自己的亲卫们 率先进了峡谷 以保证能将李玉带入 他们事先设计好的埋伏地 接着又一眼不错地 盯着李玉的马车 也缓缓进入了峡谷 迦南的神情中 不由得流露出了一丝兴奋 他冲着走在大洲朝的文臣们中间 正要进峡谷的薛行一 点了点头 要是一切顺利 按照计划行事 薛行一一手挽着马江 另一只手上拿着他的弓 冷漠的目光 始终停留在李玉的那辆马车之上 没有看迦南 迦南知道 这位薛大人现在想必 一心只等着李玉 踏入埋伏圈之后将之射杀 好拿着他的人头 回去向大洲皇帝邀功呢 便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随后 他狠狠地踢了一下马腹 策马向前去追李玉的马车 眼看着李玉的马车即将踏入埋伏 他的轻卫和进军 也将李玉连人带车 牢牢地围了起来 迦南抬起手 打了个手势 示意动手 可是谁知他的手刚一落下 峡谷中突然响起一声雷鸣般的巨响 随后大地震颤 雪雾漫天 他抬起头 眼中的狠力突然变成了金锯 只见雪山上的积雪随着大地的震颤 如洪流一般倾泻而下 不好 雪山山是发怒了 快跑 不知道谁用大计语惊呼了一声 峡谷中的人更加的惊慌了 有人急着策马躲避 随着鸡血一同落下的山石 有人调转马头想要跑出峡谷 原本排好的阵形 顷刻间乱成了一团 在骏马思鸣和惨叫惊喊声中 许多人被甩下马背 丧生在了马蹄之下 迦南带来的都是自己亲信中的亲信 眼见着他们连带着自己都要折在这儿 哪儿还顾得上杀礼遇啊 连忙一边安抚着身下的战马 一边嘶吼着下令 都别慌 整队 整队 先退出去 好在这些人都是跟着迦南南征北战过的 听到他的命令 下意识地开始整顿队形 准备往峡谷外头撤离 队伍后面的禁军和大洲朝臣 早在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就开始往后撤了 唯有一人 手握强弓 逆着人群策马而来 对忙着逃命的众人视而不见 迦南看到薛行医还敢不怕死地往这儿来 连忙挥手阻止 先离开 等下若发生大雪崩 我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 薛行医看向了李玉的那辆马车 拉车的马匹刚刚被一块巨石击中 已经倒在了血泊里 而马车侧翻在了峡谷当中 里面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被撞晕了 没有动静 薛行医诞声道 你先撤 我杀了人再与你会合 迦南抬起头 眼见着又有大量的积雪落下 可以遇见 接下来即将发生一场大雪崩 而李玉的那辆马车的位置首当其冲 他不敢冒险 只是交代了一句 那你小心 而后就匆匆往外逃了 迦南逃出危险的范围 这才忍不住回头去看 正好看到薛行医一人一马 停在那辆侧翻的马车前头 拉满了弓正要朝着马车里头射箭 迦南也想知道 薛行医这一箭 是不是能够彻底绝了李玉的命 便勒住马江紧盯着他的动作 不想薛行医的箭射出去的同时 轰隆一声 一大片巨大的积雪 从山壁上倾泻而下 瞬间将李玉的马车和薛行医一起淹没了 迦南呆征当场 这才反应过来 薛行医和李玉 刚刚在那一瞬间 被雪给埋了 他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嘀咕道 这位薛大人 对大洲皇帝真是忠心耿耿 可惜了 跟他一同逃出来的亲卫问道 世子 要不要属下带人去挖 看能否将薛大人救出来 迦南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 那么厚重的积雪压下来 就算是个铜人也给砸扁了 费这个劲儿干嘛 还不如我回去之后 将薛大人的忠心 上表给大洲皇帝 给他奋死后殊荣 走 接上公主 回西皇 说吧 他就带着自己的人 头也不回地走了 禁军和理官们 得知薛行医和李玉 一起死在了峡谷 也没有人表示 要回去把尸体给挖出来 他们虽然因为走在后面 没有伤亡 但是刚刚的惊险 差点没把他们的胆子给吓破 于是一行人跟着迦南 改了另外一条路去西皇 直到几日之后 贺林婉才接到了 李玉葬身鬼门侠的消息 看着红肿着一双眼睛 跪在自己跟前的狐妖 她的脸色也白了白 回过神来之后 贺林婉稳住了心神 冷声道 起来 她没有那么容易死 狐妖抹着眼泪站起来 姑娘为何敢断言 主子没死 我们安插在 送亲队伍里的探子说 她是亲眼看着 世子爷被雪给埋了的 我们原本埋伏在 鬼门侠中的高手 都还没来得及出手营救 主子虽然知己卓绝 可 可她也算计不过天灾啊 定是途中发生了什么变故 让她不得不更改计划 随后借着雪山崩塌之机 心缠脱壳了 那主子金蝉脱壳之后 为何不联系我们 这 这说不通啊 贺林婉许久没有说话 狐妖见状 又不由得有些后悔 她正想说几句安慰的话 却听见贺林婉 用笃定的声音道 她不联系你们 自有她不联系的理由 让你的人待在原地待命 她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是 狐妖见到贺林婉 从始至终都这么的镇定 有些怀疑 是不是主子临走之前 跟贺姑娘交代过什么 心里不由得也信了 贺林婉的判断 只是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脸上又露出了几分愁愁 怎么 还有事 狐妖想了想 对她低声说 姑娘 我也信主子平安无事 但是 但是底下也有一些人 认为主子已经 已经回不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 有人想另寻出路 不是不是 他们都是跟随主子多年 是子孝中国的 绝无而行 只是因为事发突然 他们慌乱之下 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所以内部有些争论 哦 怎么争论的 说说看 贺林婉慢慢走回 座椅旁边坐下 脸上看不出喜怒 有一部分人 想去把主子的尸骨找回来 好好安葬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 主子虽然不在了 但是老王爷和郡王都还在 他们想去找老王爷和郡王 拿个主意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零三集 贺林婉文言 没有说话 老王爷年事已高 这些年又从不过问 世子爷外头的事 找他老人家出来主事 属下以为并不妥当 至于郡王 狐妖叹了一口气 又看向他 世子临走之前 不是已将狼头印给了姑娘吗 这枚狼头印 虽然不比当初老郡王的 那枚玄铁令 但这些曾誓死 效忠世子的人都是认的 可以狼头印为令 命他们替命于姑娘 我知道了 带着康郡王来见我 我有事与他相商 狐妖不解 不知道他家那个小郡王 这会儿能做什么用 不过他还是立即应下了 是 狐妖的办事速度很快 这天夜里 便将李恒 带到了贺林婉的面前 李恒与之前相比 黑了许多 个子也长高了些 得知李玉被埋的消息之后 怕是没少哭 一双眼睛 肿得都快要看不见同人了 见到贺林婉 他就迫不及待地 拖着哭腔问 我哥 我哥他是不是 贺林婉不等他问完 就答道 李玉还活着 李恒那肿得 只剩下一条缝的眼睛 立即迸射出光亮 他咧开嘴 结结巴巴地说 我 我就知道是假的 我哥 怎么可能就这么死掉 他立马就放下心来 竟然丝毫不怀疑 贺林婉的话 尽管在被狐妖找到的时候 他还哭得死去活来的 但是只要有人告诉他 他哥没死 他就会信 李恒这才觉得 自己现在这副形象 出现在贺林婉面前 有些不好意思 他偏过头 用衣袖擦了擦脸上残留的眼泪 你抓过什么事啊 贺林婉将一直拿在手中的物件 递给了李恒 李恒探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一个什么动物样式的童哥的 他正要凑过去看清楚些 一旁的狐妖已经认出来 他手中是那枚狼头印 姑娘 似乎是没有料到贺姑娘会将印 交给李恒 狐妖忍不住惊讶 贺林婉将狼头印 往李恒的方向递了递 李恒瞥了狐妖一眼 有些莫名地接了过去 这是什么 这是李玉离京之前留下来的令牌 凭他 可以调动现金他手底下所有的人马 李恒好奇地看了看手中的狼头印 明白过来贺林婉话中的意思之后 觉得手中这一方小小的铜印 有些烫手 他有些别扭地问 既然是我哥留给你的 你给我做什么 我与他虽有婚约在身 但我毕竟还不是你们王府之人 以我的身份 在这个时候号令他的手下 恐不能服众 但郡王就不一样了 你是李玉的亲兄弟 他们肯定会听你的 李恒觉得贺林婉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他十分矜持地表示 嗯 那是肯定的 我可是我哥唯一的弟弟 狐妖在他身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贺林婉十分诚恳地道 我得到了消息 宫里头那位 想借李玉失踪之事 将他手底下的势力连根拔起 所以在李玉回京之前 我想请郡王当一回定海神针 帮我稳住下面那帮人 什么 他们这也太影响了 我哥这么些年攒下这点人马容易吗 李恒文言立马就急了 一旁的狐妖听了 也露出震惊之色 郡王愿意当这根定海神针 坐镇京城吗 当然愿意 你放心 有我在 谁也别想等我哥的人 我保证 等我哥回来 他手底下的人必然一个不少 我若是做不到 就罚我 罚我在暗卫营里一辈子出不了事 李恒拍着胸脯指保证 贺林婉这才放心地点点头 有郡王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你放一万个心 李恒看着手里头的榔头印 忍不住抓了抓头发 不过 要当这根什么针的 需要做些啥呀 从今日开始 你要一步不离地守在老王爷身边 把所有要求见老王爷的人 全部都挡回去 你有这枚印在手 他们不敢不听你的 另外 你注意一下老王爷身边伺候的人 若是发现有人暗中 对他说一些不对劲的话 你便将他拿下 交给狐妖 什么不对劲的话 比如 有人劝老王爷说 你哥哥已经回不来了 你们与其东躲西藏 当个乱臣贼子 还不如带着李玉手下的人 投了皇帝 李玉已经死了 那位陛下必然不会再忌惮 晋王府 说不定还会恢复晋王府的爵位 以示宽厚等等 贺林婉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恒就已经气炸了 这什么狗东西说出来的话 我哥怎么会回不来 他才回不来 他全家都回不来了 贺林婉轻声安抚他 李玉必然会回来的 这是他们的阴谋之论 为的就是利用老王爷 我父王那人耳根子软 说不定还真会信了他们的鬼话 你放心 有我在 肯定会看好我父王 接下来 贺林婉又交代了李恒几句 就让狐妖送他离开了 狐妖把李恒交给了 等在外头的暗卫 又回头过来找贺林婉 姑娘 你刚刚跟郡王说的那些话 是真的吗 我只是根据那位陛下的形式 防患于未然 狐妖相信贺林婉的判断 知道他这么做 肯定不是无地放逝 不由得面露忧心 若真是如此 郡王那里靠不靠谱啊 其实姑娘你有令牌在手 他们不会不听你之命的 又何必把如此重要的事情 交给郡王呢 李狱手底下的人 或许暂时不会为我之令 老王爷和王妃呢 狐妖闻言一正 有些疑惑 涉及到老王爷 我不便出面 所以此事只有郡王可为 狐妖想了想 觉得贺林婉的顾虑有些道理 别说他还没有与世子成亲呢 就算他现在是世子夫人 也不能跟自己的公公婆婆对着干呢 倒是康郡王 与老王爷是亲父子 行事自然是方便许多 若是告知老王爷和王妃 我家主子还活着 他们应该也不会听信他人谗言吧 狐妖说到最后 自己也有些不确定起来 毕竟在他的印象里 这位老王爷从来都是胆小怕事 身为父亲 却从未为他家世子承担过分毫 我们也只是往最坏的方向打算罢了 若是无事 那便更好 贺林婉顿了顿 接着道 不过就算老王爷他们信了他人的话 他也不是为了自己 他也只是想护住康郡王罢了 狐妖闻言 不由红了眼睛 那我家主子呢 他就不用人护了吗 贺林婉诞生道 他有我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804集 狐妖闻言笑起来 红着眼睛点头 听姑娘这么一说 我就半点不为我家世子委屈了 她可是这世上难得的福气人 好了 你去忙吧 康郡王那边 你多看护这些 是 狐妖行礼告退 过了两日 狐妖来向贺林婉禀报 果然有人试图从老王爷那边下手 想要趁李玉的死讯刚传进京 晋王府势力大乱的时候 一网打尽 这人是老王爷身边的一个老仆 已经跟随他多年了 当初还陪着老王爷一起 去了皇陵呢 就是在去皇陵的那段时日 他被天成帝的人以家人相邪 并许之以后利给策反了 李玉离京之后 他就想方设法地与宫中取得了联系 好在李恒从贺林婉这儿拿到榔头印回去之后 就信守承诺 寸步不离地跟在老王爷的身边 晚上还卷着铺盖 搬到老王爷和王妃卧房外间 侍女职业的地方睡觉 老王爷和王妃还以为 小儿子是怕他们承受不住悲痛 特意来陪伴的 感动得不行 在李恒的盐防死守之下 终于抓住了 趁着伺候老王爷洗澡搓背的时候 给老王爷浸缠盐的老仆 当李恒突然从屏风后头冲出来 揪住老仆的时候 老王爷和老仆都是懵的 他们到最后都没弄明白 李恒到底是躲在哪儿 偷听他们说话的 那老仆行事 已经格外地小心小心再小心了 老仆被抓住之后 贺林婉命狐妖暗中 清查老王爷和王妃身边的人 然后将他们安排到了别的住处 因为有李恒在 贺林婉做这些的时候 并没有引起老王爷和王妃的不满 而天成帝那边 一时找不到别的机会下手 暂时没有了动作 另外 这阵子 朝中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暂时引开了天成帝的注意 一个叫做旺县的地方 因为官员失职 导致刚修好的河霸决堤 淹死了不少人 当地人群激愤 几个贤汉 纠集了一些人 抢了当地的县衙 还杀了县令 最后竟然滚雪球一样的 形成了一支流民和地痞 组成的叛军 这支叛军人数不多 只有千余 却以旺县为中心 抢了周遭好几个县的官衙 不少朝廷官员遇害 影响极其的恶劣 朝廷震怒 天成帝命五皇子带领萧綦营 前去围剿叛军 正好练练兵 听说为了争抢这个差事 五皇子和六皇子 在朝堂上差点打起来 最后还是五皇子 得到这次领兵的机会 六皇子落了败 谁都知道 只要五皇子能带兵 剿灭这群叛军 今后他在萧綦营中 必然会有不小的话语权 对他日后争位 有极大的优势 而剿灭这群千余人的叛军 对萧綦营而言 算什么难事 那不过只是一群 乌合之众罢了 贺林婉没空去关注 五皇子和六皇子之间的斗争 这么些天过去了 李玉那边还是没有消息传回来 原本还抱有希望的人 也渐渐地觉得 世子这次可能是真的回不来了 就连老王爷和王妃 都已经准备要给李玉立衣冠种了 唯一坚定不移地相信李玉还活着的人 只有贺林婉 再加上一个相信了贺林婉的李衡 手底下的人虽然对李玉还活着的事情 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因为经历了天成帝策反一事 再加上榔头另在李衡的手中 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有人再生出别的心思了 而贺府这边 温室的生辰快到了 虽然温室并不打算大办 但是这一日远在东林的贺光烈 还是提前几日给自己的母亲送来了一车子贺李 与贺李同来的 还有几封家书 贺林婉也接到了贺光烈 特意写给他和贺银的一封信 贺光烈写信向来简洁 从来都是尽量用一张信件就写清楚了 但是这一回却破天荒地写了两页纸 信上先是流水仗式地交代了一番 他、卫士还有小鲍尔都很好 紧接着又问了一圈 家中诸人如何如何 贺银有没有荒废学业等等 正当贺林婉看得一头雾水的时候 便看到了贺光烈写在信中最后的那句话 贺光烈在最后叮嘱他 在家中要好好向长辈们尽孝 照顾好自己和兄弟 至于婚约的事情不必操心 一切由他做主 正好最近他遇到了一个小子 虽然别的本事没有 但是却长相俊俏 觉得应该会符合女儿的心意 贺林婉看到这儿 突然从座椅上起身 眼眸中闪着明亮的光泽 小木头和小虎子原本坐在对面的书桌上 正在写文章 看到他起身的动作 对视了一眼 连忙看了过来 小木头不由得露出了笑容 姐姐 有什么好事吗 贺林婉这几日 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 但是亲近之人还是能够感到他心情不佳 甚至偶尔还流露出了几分急躁 小木头和小虎子虽然担心 但是贺林婉不说 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为他分忧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乖巧 不惹事 这几日就连贺银都会主动地进书房 写文章练字 贺林婉心中压着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就连手脚都觉得有些虚软了 他坐回了座椅 才笑着对他们说 是很好的事 小木头和小虎子同时松了一口气 也笑了起来 小虎子扔下手里的笔 转了转脖子 又松了松手腕 立即就起身往外走 小木头在后头喊他 文章还没写完 赫爷你去哪 小虎子从暗机上拿了块点心碎嘴里 拍了拍手 笔活道 书房带的都快发霉了 我要出去晒太阳 再找人打一架 小木头正要教训他 贺林婉却笑着道 嗯 由他去吧 小虎子立马就像是脱了江的野马一般窜出去 没心没肺 可惜 小虎子今天这一架没有打成 他傍晚的时候回来 一脸严肃地对着贺林婉比划起来 城外不对劲 贺林婉压抑地问他 哪里不对劲 原来 小虎子平日里时不时地会去城外跑马 今日他也想先去城外跑一圈 再去找个人比划比划 因为好几日都没有出门了 小虎子今日便跑得远了些 城外的山林里头 有大量不明人马埋伏着 贺林婉看着小虎子的手势 神情也严肃起来 小木头皱着没问他 你没看错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805集 小虎子鄙夷地看了小木头一眼 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比划道 小爷这一身的本领 可是东林军中当初的第一神军 赤猴手把手交的 不可能看错 小木头好奇地问 东林军第一神军赤猴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号 那是谁啊 小虎子骄傲得一挺胸 我爹 我不是你们父子自己自封的吗 赫林婉却没有怀疑小虎子的话 小虎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当初在东林的时候 跟着贺光烈和公孙贤 是学过不少真本领的 我看他们隐藏行迹的手法 还算是有些账法 原本以为是萧綦营的人 之前我也撞见过几次 萧綦营的人在那附近练兵 不过听说 萧綦营都已经全数拔营 跟随锐王区那个什么 忘线平乱去了 按理来说 京城附近不该出现 这么多训练有素的人马的 赫林婉点了点头 肯定了小虎子的判断 小虎子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 要不我再出城一趟 为了赶回来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刚才都没怎么好好探查呢 他说完就想溜走 赫林婉眼急手快 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等等 接下来几日你好好在府里待着 哪里也不准去 小虎子挣扎着想要反抗 一旁的小木头 已经一脸不赞同地开口了 就是 姐姐这几日诸事烦忧 吃不好睡不香的 我瞧这心疼得很 今日他好不容易心情好些了 你能不能懂事一些 少让他担心啊 赫林婉欣慰地摸了摸小木头的头 嗯 你最乖了 小木头羞涩地一笑 一旁的小虎子一脸震惊 我呢 赫林婉把小虎子交给了小木头 让他从现在开始一步步离地看好他 打发完两人之后 赫林婉吩咐春晓去放信号 让狐妖过来一趟 可是狐妖却先一步找来了 姑娘 经常被围了 赫林婉听了狐妖的话 感到万分地惊讶 他之前听小虎子说城外埋伏了一些人 还以为是个几百人的队伍 是什么人 凤神帮 前朝肇使 竟然是他们 赫林婉沉吟了片刻 这么说 旺县发生的事八成也跟他们有关 目的就是为了引走萧綦莹 狐妖想了想 也微微汗手 姑娘猜得应该没错 我接到消息 瑞王带领萧继莹抵达旺县之后 正要发兵攻打逆匪 那帮逆匪却四散而逃 可当瑞王下令收兵 他们又聚集起来故意挑衅 如此几次之后 便将萧继莹折腾得疲惫不堪 兵难成烈 看上去 他们并不像是一群无人引领的乌合之众 反倒像是在故意拖着萧继莹 看来围攻京城 肇事并不是不自量力 而是有备而来 那位陛下为了弄死你家主子 派出了禁军中的大部分精锐 就连黑龙卫也是倾巢而出 妄陷叛乱又引走了萧綦莹 现在的京城正是空虚之计 可不是夺取的最好时机吗 想到自家主子 也在肇事的算计利用之内 狐妖就是满脸的不爽 他们可真是处心积虑 姑娘 我们该怎么办 要出手吗 贺龙婉摇了摇头 冷漠地说 不必 静观其变便是 谁知 他话音刚落 突然响起了轰隆一声震天巨响 连脚下的大地都在跟着震颤 狐妖连忙扶住贺龙婉 震惊地看向外头 这是 他们埋了火药 贺龙婉走到窗边 推开窗户 从这里自然是看不到城外的 但是能听到四面八方发出来的惊恐的尖叫声 春晓大惊失色地冲进屋里 姑娘 姑娘您没事吧 是不是地冻了 奴婷带您出去 不是地冻 是炸药 别慌 这一次应该只是威慑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不会炸掉京城的 他们手里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火药 狐妖的解释 让春晓的声音更加惊恐了 这 炸京城 贺龙婉回过头 吩咐狐妖 看来各府都乱起来了 这里马上要来人了 你先回去吧 让手底下的人不要轻举妄动 你们京城这点人 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京城行事不明 属下不敢离姑娘太远 这段时日 属下就住在隔壁 有事姑娘可随时换我 今日他们会面的地方 还是在贺府后头的演舞场 狐妖听见贺府喧哗声起 怕有人过来查看情况是壮见 赶紧说了几句就翻墙走了 贺龙婉带着春晓回到前院 看见王嬷嬷 正带着几个身体结实的匍匐 匆匆往二门出去 她先回了自己的院子 没过多久 温氏就派了人 来叫她带着小虎子和小木头过去 贺龙婉带着小虎子和小木头 去到温氏院里的时候 大伯母杜氏带着树子贺家也到了 杜氏一脸的忧心忡忡 母亲 我听说刚刚那一声响都是炸药炸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京城里怎么有炸药 温氏很沉得住气 抬了抬手 示意儿媳稍安雾躁 我已让王嬷嬷带人去外头打听了 很快就会有消息 说着 温氏又看向屋里头的几个孙辈 语气温和 都别怕 压得脸色发白的贺家文言 脸色这才好看了些 杜氏在温氏镇定的态度的影响下 也放松了一些 很快 王嬷嬷就回来了 眉头却皱得死紧 杜氏看见王嬷嬷的神情 就知道肯定是发生了大事 忍不住先与温氏开口 王嬷嬷 外头到底怎么回事 王嬷嬷看了看屋里大大小小的人 又看向温氏 温氏点了点头 示意他直言 王嬷嬷这才紧张又焦急的道 说是前朝朝事叛乱 叛军已经围住了京城各个城门 还在四周埋下了炸药 现在各个城门已关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了 在场众人闻言大惊失色 就连温氏的脸色都有些发白了 奴婢刚刚出去的时候 遇到了从城门那边回来的人 听说盼在手里的火药十分了得 刚刚那一声响动 是他们炸塌了南城门外的那座三元桥 杜氏摆着一张脸道 什么 那三元桥乃是前朝所见 据说比城门还稳固 竟然被他们炸毁了 那城门岂不是很快也要守不住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颇颇奖 第806集 温室也是面色沉重 他知道 若是平日 只要关闭京城的各大城门 死守到五皇子带领萧綦营回园 京城的危机自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赵氏那帮余孽手中竟然有那么厉害的炸药 他们随时可以炸毁城门攻进来 刚刚炸毁了三元桥 就是他们在向朝廷示威 这个局面又该如何去破 温室想不出来 好在也轮不到他去想 温室沉声吩咐王嬷嬷 吩咐下去 紧闭门户 任何人没有我的首领 不可外出 实在到了那一步 就带着府中所有人 避进地窖去 你去把各院的管事都叫过来 先做准备 是 这时外头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 不多会儿 贺传武就带着贺光辉 直接掀起帘子走了进来 贺传武急切地道 岂有此理 赵氏那帮余孽竟然想要攻城 温室看到他们身上穿着的 是出门的衣服 知道这对父子是从外头匆匆赶回来的 应该知道些外头的情形 远问道 外头现在情况如何 回话的是贺光辉 情况不太好啊 五皇子带走了萧起因的兵马 现如今京城里勉强能够派得上用场的 只有一部分的禁军 再加上我们兵马司的人 禁军呢 主要还是负责陛下以及娘娘们的安慰 而我们兵马司 既拿盗嘴就还行 至于 对阵杀敌吗 贺光辉苦笑着摇了摇头 温室知道贺光辉此言不虚 进军还稍微好些 兵马司里大多都是像贺光辉这样 靠着恩音进去的 让他们为了个继子打架斗殴还行 拿刀上战场 那就是痴人说梦 管事的隔着帘子在外头禀报 侯爷 前面的安乐伯府来人了 说是安乐伯联合了附近几个府邸的主事人 要一同一事 请您也过去一趟 安乐伯府与侯府隔了一条街 两家平时只是略有往来 今日来请贺传武 是邻居之间要交换消息了 万一要是遇到了最坏的情况 互相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我过去一趟 府中诸事就暂且交由你安排了 贺传武匆匆交代了温氏一句 就带着贺光辉离开了 贺传武刚走 老夫人那边又派人来叫温氏和二夫人过去 京城各府都开始乱了 皇宫那边却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 听说天城帝已经将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招进了宫 商议着该如何解了京城的困境 即将入夜之时 城门外的肇事乱党朝城门内喊话 要天城帝亲自上城楼与他们对话 否则他们将在虚正炸毁城门 消息传进城 满城哗然 各府都派人守在城门和皇宫大门的附近 想要第一时间知道城外逆党的动向 以及朝廷的应对之策便于做出反应 而这个时候 皇宫里头已经炒翻了天了 有人觉得皇帝天子之躯 万万不可以身试险 出宫去与逆党对话 这让朝廷颜面何存 有人却觉得 此时已经是朝廷存亡之计 皇帝就应该登上城门 以天子威势震慑挡 逼起退兵 还有人提议 让京城各府将青壮年集结起来 共同御敌的 几方人马吵得不可开交 眼见着离虚正越来越近 朝中却还是没有吵出个结论来 这个时候 城外的肇事逆党又向城内喊话说 天城帝若是不愿意与他们商谈 他们在虚正炸开城门之后 就直取皇宫杀了昏君 至于群臣和百姓 只要他们肯归顺便可留下性命 但凡有反抗者 杀无赦 消息传入宫中 众人面色各异 天城帝看着下面陈鼠的反应 脸色十分的难看 正想要发作的时候 禁军副统领成炎站出来 自请带领五百禁军杀出城去 取那逆党首领的首级 天城帝闻言 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一点 他刚刚甚至怀疑 这群废物大臣 想用他这个君王的性命 去向逆党求和 但是天城帝却驳回了成炎的请求 他做出了一个 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决策 肃王听命 郑立在阶下 与阁老低声商讨的肃王 愣了愣 屈膝跪下 儿臣在 肃王李坤 朕之第六子 聪慧终直 得天庇佑 今立为太子 正位东宫 天城帝此言一出 满朝哗然 谁也没有料到 天城帝会在今日 在这个时候 立下太子 如此仓促 恍若而信 也是天城帝此举太过于出人意料了 连锐王一党的人都没有提出反对 而肃王的 而肃王的人则有些懵了 好在肃王自己先反应过来 他又惊又喜又茫然 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儿臣 可是还不等 可是还不等肃王把谢恩的话说完 天城帝又沉声打断的 太子听令 朕现在命你带一百敬畏出宫 与逆党交涉 解京城之危 天城帝的话说完之后 殿中突然变得鸦雀无声 肃王眼中的喜色还没有来得及退去 脸上的血色就已经湿得干净 原本已经反应过来 想要反对天城帝立肃王为太子的 锐王一系的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纷纷低头不言了 此时肃王一系的人 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若是他们在此时推剧 那肃王怕是此生都与太子之位无缘了 其他中立的大臣们都冷眼旁观 心里头门清 天城帝明面上是立太子 实质上是打算将肃王推出去 暂时稳住乱党 赵氏乱党的要求是天城帝亲自去城门 现在换成了肃王去 虽说肃王有了太子的身份 但是谁知道乱党会不会买账呢 说不定这太子的身份 还会成为他的催命符 肃王一挡谋划了多年 这次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太子之位 却没有人能够笑得出来 肃王跪在殿中 半赏没有动 天城帝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语气有些阴冷 太子还不领命 宿王沉默良久 闭了闭眼 儿臣领命 成言出列恳请 陛下 臣愿去护卫太子殿下 天城帝却没有允 而是叫了另外一个名字 元贱 跟在成言身后充当随从的元贱 听到自己的名字 站了出来 陈在 朕命你点一百进军好手 随太子出宫 护太子周全 元贱毫不犹豫地领命 陈元贱领旨 天城帝满意地点点头 他手底下最为忠诚的黑龙卫 都被派出去追杀李玉了 这个时候 他不敢让武功高强 又忠心耿耿的成言 离开圣驾太远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弦颇奖 第807集 内宫之中 贤妃得知肃王被封为太子 临危受命 带着一百进军出了宫门 急怒之下一阵的晕眩 被宫人扶着坐下后 许久才恢复冷静 他知道 事已至此 劝说天成帝收回成命 已经来不及了 贤妃思索了片刻 让人把宁义叫了过来 他有些疲惫地吩咐 陛下必定会把进军当中 真正的高手 留在宫内护驾 本宫知道 刑御司也有几个好手 你派他们去保护肃王 是 宁义转身要走 却又被贤妃给叫住了 等等 你记住了 肃王一定不能有事 他活 你们小荣华富贵 他死 你们也活不了 知道了 宁义面不改色地走了 贤妃安了一半的心 她知道 宁义此人虽然冷心冷情 但是能力卓绝 未免惹人注目 贤妃从不轻易用它 能够用到它的 都是极重要的事 而且也没有哪一件 它不是完美完成的 京城各府很快都得到了肃王被立为太子 代替天城地去城门的消息 绝大部分人对此事都不太看好 府中有地窖暗道的家族 都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将家中的贵重物品藏好 安排家人藏进了地窖和暗道 还备好了能吃好几日的口粮 贺家 温氏也做了同样的安排 眼见着虚政就要到了 温氏召集府中 所有人一同避进了 侯府的大地窖里 只有贺光辉因为身在冰马斯 需要留在衙门里 随时等待调遣 没有跟着进来 贺林晚这还是第一次 进入贺家这个 入口处位于花园的地窖 侯府是在前朝某位 皇亲府邸旗旨上改建的 这地窖 是前朝战乱的时候挖的 当初就是为了给人避乱用的 所以虽然名为地窖 其实地面和墙面 都是用青石铺就 平日里也有安排人打扫 所以还算是干净整洁 侯府的主子们 被温氏安排在一个 花厅大小的石室 其余的侍从奴婢 则都挤在旁边 一个略小的石室里 贺林晚景跟在温氏的身后 小虎子和小木头 一左一右地跟着他 老太太问温氏道 快到虚实证了吧 老太太到了这会儿 倒是比他儿子贺传武 更要镇定点 他年少的时候正逢战乱 夫君兄长都在航武当中 他也没少经历颠沛流离 温氏看了一眼 特意放在墙角的沙漏 是的 母亲 贺传武文言又换了个坐姿 一副坐立难安的模样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 有些瞧不上 老太太就差没把没用两个字写在脑门上了 贺传武 贺传武最厌烦的就是有人将他跟上头两个兄长相提并论 他有些不得劲地为自己辩解 我这是在担心我儿子 老四还在兵马司待命 说不准最后还得拿起刀兵去应敌 他虽有些武功底子 可这京城里如今也没有个能够领得了兵的武将 我听说外头带人攻城的那位曾经是朝廷的一员武将 因犯了律法被革职发配了 不知怎么投了赵氏 老太太冷哼了一声 不以为意 这也只能怪你们一代不如一代 三四十年前 这京城里至少还能找出来十个有将帅之才的后生 自从晋王 那些人死绝了之后 就只剩下这些窝囊废了 竟然连个京城都守不住 赫灵婉有些惊讶地看了老太太一眼 他第一次知道 赫家这位老太太居然是个隐秘的晋王派 反正不管他本身的立场如何 他对晋王一系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赫传武不耐烦地道 哎 母亲既然知道人都死了 就别提那些老黄礼了 老太太被儿子怼了 很不痛快 她想起来什么 嘀咕道 哎 倒是还有一个没死的 就是八成也已经废了 拿不起刀剑了 那位当年也被先帝私底下夸过 是不可多得的良才呢 可惜了 老太太在这府里头不得人心 这个时候了 大家心里都担忧不安 哪还有心情听她说谷啊 所以没有人附和她 只有贺林婉颇感兴趣地追问了一句 老太太 不知道这位不可多得的良才 是哪位啊 老太太看了她一眼 虽然不大喜欢这个曾孙女 但是这会儿 她想与人说说话 便道 是 穆家的哪位 穆家 贺林婉这倒是有些意外了 穆家的 哪位啊 老太太随口道 穆家不就剩下个木如松了 还能有谁啊 贺传武当时摇头失笑 哎呀 老太太 你肯定是把她跟谁搞混了 慕容松是内阁首府 满朝上下都只知道她经轮满腹 可从未有人听说她会带兵打仗的 其他人也都没有将老太太的话当真 她年纪大了 尤其是大病了一场之后 精气神和记忆都大不如前 把人记混了也是寻常 老太太却不服老 我没记错 就是她 这是你父亲 当年有一回与我话家常的时候说的 我怎么可能记错呢 贺传武更不信了 脱口而出 父亲哪会与您话家常 他向来与你话不投机 贺传武的话还没说完 老太太就脱下脚上的鞋 朝着她抽了过来 这就是她不喜欢这个兔崽子的原因 没用就算了 还总是没个眼色 贺传武好多年都没被老太太这么抽过了 他狼狈躲闪 还差点闪了腰 小虎子和小木头在一旁看热闹 看得津津有味 小虎子还大方地给小木头塞了一把松子 贺林婉却想着老太太的话若有所思 贺老侯爷当年也算是天子进城了 就是那种 先皇要是与人密谋什么事 被安排在门口堵门站岗的那种进城 虽然说不上有多倚重 但是绝对的足够信任 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半点也不足为奇 那边老太太抽累了 终于在温氏并不怎么上心的劝说下停了手 贺传武被当着这么多小辈的面 让老太太如此教训 脸上十分挂不住 转过脸 看到小虎子还在那磕松子 他更是火冒三丈 正想要发作一下的时候 外头突然传来了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 这次的巨响 还伴随着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 贺传武一个没站稳 摔倒在地 是城门 有人失声喊道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莱莱领衔播讲 第808集 贺传武连滚带爬地缩到了墙角 一脸的惊疑不定 他看了一圈 发现这里躲着的都是些不顶事的小辈 只能看向温氏 这么大动静 是不是城门塌了 温氏看了一眼沙漏 神色凝重地说 虚正了 可能是反贼炸了城门 小木头则看向贺林婉 小声地问 那 那太子 若是此时正在城门上 岂不是被炸死了 小虎则严肃地点点头 肯定了他的猜测 贺林婉却道 不知道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此时的城门口 已经开战了 之前太子总算在虚正前赶到了城门 可是他才刚登上城楼 还不等让人喊话 肇事的人就突然发起了进攻 并且引爆了炸药 炸了城门 原来他们早就计划好 不管登上城门的是天成帝还是太子 都要让他有来无回 好在当时跟在太子身边的袁剑 以自身为盾 舍命相救 护住了太子 太子只是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 而袁剑的后背 右胳膊和颈部 伤势严重 鲜血淋漓 被相熟的禁军架了下去 同下的脸色发白的太子一起 被带离了城门 赵氏炸完成门之后 立即开始攻城 临时被派来帮忙守城的兵马司的人 和原本的守城禁军仓促应战 不到半个时辰就丢盔弃甲 眼睁睁看着赵氏的人攻进了内城 一部分守城的官兵战死 更大一部分人丢掉了手中的兵刃 掉头就跑 赵三爷带着自己的人长驱直入 并不去追击那些逃跑的守城兵 而是直奔皇宫而去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放了话 城内的官员和百姓 只要不抵抗 就能免于一死 所以当赵氏的人马入城的时候 大街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 百姓们纷纷闭门不出 领兵的将领对赵三爷笑道 看来李氏也不怎么得人心嘛 弱大个京城 竟然找不出一个有血腥的人 赵三爷一副成竹在凶的悠哉模样 平民百姓只求个温饱 并不在意皇位上做的人是谁 至于朝廷官员嘛 谁给他们加官进决 他们对谁俯首跪拜 当初我赵家江山被李氏夺走之时 不也是如此吗 赵三爷这是给自己贴金了 什么他赵家江山 他祖上不过就是赵氏皇族 一个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亲戚罢了 但是手底下却没有人反驳他 因为大家都知道 赵氏的力量 现在都掌控在赵三爷这一戏的手中 赵氏皇族的嫡系血脉 不过就是个摆设罢了 不过李氏沦落之此 都要拜我们献金这位陛下所赐 当年建王一夕的梁将 被他贬的贬杀的杀 更可笑的是 因为既旦建王府对军人们的影响 怕军队谋反 这么多年下来 他都不敢在京畿附近 建立一支护卫京城的军队 只盯着远在天边的东林军使劲祸害 直到近年 才组建了一支萧綦营 只可惜啊 羽翼未封 如此还被他调走了一部分 跟禁军一起去追杀 禁王世子了 你说可不可笑 赵三爷说到这儿 府长大笑 周围的属下文言也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赵氏军轻轻松松地行到了宫门前 此时宫门已经大关 赵三爷让人大声喊话 要天成帝主动出来 如此便可饶他一命 赵氏军将皇宫牢牢地包围住 一支蚊子也飞不出来 皇宫内却死寂一片 没有一点声音 属下的人建议道 赵三爷都打到这里了 何必再废口哲 不如像炸臣们一样 炸了这宫门 再带着兄弟们杀进皇宫 拿下那狗皇帝的手机 赵三爷没有说话 倒不是他不想直接将宫门炸开 但是那炸药是原境方丈 炼丹药的时候无意中炼成的 后面再炼出来的炸药 威力都远远不如前一批了 而那批炸药之前为了震慑众人 在炸三元桥和城门的时候 已经都用得差不多了 而且等打下皇宫 这里就是自己的地盘了 万一直接炸了宫门 坏了风水也不好 自己的东西自己心疼啊 赵三爷沉吟了片刻 一边让属下继续喊话 然后回头 低声对自己的侍从吩咐了几句 小巷子里 宁毅看着从天而降 挡在自己面前的灰衣杀手 神色有些不耐烦 这时候 你不跟在你主子跟前效力 找我何事 宁毅明面上奉了贤妃之命 去保护太子 其实暗地里却想趁乱 将太子的苟命留在城门前 太子死了 对天成帝或许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却能让贤妃发疯 人一疯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到时候就能被他所利用 可是谁知 关键时刻 袁建救下了太子 坏了他的好事 太子从城门处被救走之后 就失去了踪迹 此时想必是藏身在城内的某处 宁毅想要带人去把太子 给揪出来杀了 却被这个叫做赵白的回忆杀手 拦住了去路 三爷有一事 想请宁大人帮忙 宁毅抬了抬下巴 示意赵白有事赶紧说事 什么事 三爷说 宁大人在宫里的刑御寺待了这么多年 一定知晓别的通道 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宫门 三爷想请宁大人将宫门打开 迎赵氏军进宫 宁毅闻言沉默了许久 最后却迎着灰衣杀手不解的目光 冷冷地开口 我拒绝 你去找别人吧 赵白很是意外 他以为宁毅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毕竟他知道 宁毅这些年 一直都很想杀光李家的人 为自己的亲人复仇 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摆在他面前 他为什么又拒绝了 赵白这么想 也就这么问了出来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不想跟你家主子合作罢了 赵白知道 宁毅不想说的话 自己怎么问都问不出来 他便没有再纠缠 只是点了点头 我回去回话 宁毅冷淡地汗手 赵白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忍不住回过头 犹豫着说 三爷不喜欢被拒绝 你保重 赵白提醒完这句话便走了 待到赵白的身影一消失 宁毅就朝着暗处倒 出来 杨承英走了出来 他看着宁毅的目光也有不解 只要打开宫门 一切都结束 我没想到你会拒绝的 还是说 你有别的计划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809集 没有什么机会 走一步看一步 宁毅说完转身就往外走 杨承英皱了皱眉 快步追了上去 拉住了宁毅的衣袖 易宁 宁毅不耐烦地挥开他 回头看着他说 杨承英 杀皇帝是杀皇帝 开门营帝是开门营帝 这完全是两回事 杨承英争了争 回过神来之后 神色颇为复杂 我以为 你跟我一样 早已经不在意 我不在意 我与无所谓 是否背负一个通敌叛国的罪名 但是我不能让他因为我 这辈子 面对那个男人的时候 再也挺不着腰杆来 杨承英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宁毅给打断了 宁毅一字一顿地道 是 我可以跪着 但我绝不允许他弯腰 杨承英正要追问 宁毅却突然警觉地 看向巷子的另一头 什么人 杨承英立即跟着回头 随着宁毅的目光看过去 别说是人了 就连只飞鸟都没有看见 这条巷子是一条后巷 邻着后巷的宅子 不久之前因为走过水 现在还在休憩 住户都暂时安排在了别处 所以极为的安静 也因为这里曾经走过水 巷子里现在也没有堆放什么杂物 无法让人藏身 不过杨承英和宁毅 都是极为警惕的人 两人对视一眼之后 一言不发 快步朝着巷子外头走去 很快就消失在了巷子里 又过了片刻 他们的身影 竟又出现在了这条巷子中间的一条 狭窄的岔路口处 杨承英将身体隐藏在暗处 悄悄探头 仔细地去查探这条巷子 然后回头朝着身后的宁毅摇了摇头 没有人 宁毅并不是很在意 可能是我听错了 无碍 走吧 他笃定 就算刚刚有人在暗处窥探 也无法听清楚他和杨承英之间的对话 杨承英身上还穿着禁军的衣服 留着能够遮住大半张脸的落腮胡子 就算有人看到了他的脸 也认不出他这个人 两人这才离开了这个巷子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杨承英反应过来 停下脚步 你刚刚说的他视之为真 什么男人 宁毅语气平淡 他看上了一个男人 杨承英想起刚刚他的话 觉得有些不对劲 警惕地问 什么男人 姓李明玉的男人 宁毅看了他一眼 杨承英反应了一阵 突然勃然大怒 他竟然看上了姓李的男人 他是不是忘了 我们与李家有不共戴天之仇 宁毅却抬脚 一脚就踹在杨承英的肚子上 在他疼得闷哼一声 想要弯腰的时候 一把被宁毅掐住脖子 被狠狠地怼在了墙壁上 只听宁毅恶狠狠地说 虽然我也看不上李宇 但是你听清楚了 我表面他这变语词 想喜欢谁就喜欢谁 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谁都没有资格说他不对 我不行 你更不行 杨承英被掐得脸都红了 宁毅却不放过他 凑近了逼试着问 你听清楚了吗 听见了 你 你先放手 宁毅这才冷哼一声 放开了对杨承英的前置 杨承英扶着墙坐倒在地 一边捂着脖子咳嗽 一边看着宁毅有些匪夷所思 你从前明明不会捂的 怎么现在一出手就是杀招 宁毅掏出了一块手帕 擦了擦刚刚掐杨承英脖子的那只手 冷漠地说 什么事情都能熟能生巧 杀人也不例外 我以为你早已经明白这个道理 杨承英不说话了 宁毅却抬眸 阴沉地看了他一眼 我刚刚说的话 你最好认真记好了 以后见了我表妹 你若是敢在他面前说一句不好听的 我就弄死你 杨承英看着宁毅那双修长而苍白的手 知道他说的弄死 绝对不是随口说说的 他沉默着 没有说话 宁毅看着他这副模样 很是有些鄙夷 而且报仇是男人的事 只有无能之辈 才会牵扯到女子身上 你要杀皇帝杀太子 杀李家其他什么人都随你 我可以帮你一起杀 不过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 不要让我表妹牵扯进来 杨承英终于开口了 但是他却说起了另外的话题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伟臣 想娶她为妻的那种喜欢 宁毅顿了顿 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 他难得在面对杨承英的时候 这么的坦率 宁毅喜欢她 我更喜欢她看心无虑的样子 当我第一次知道 她喜欢上李玉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很愤怒 但是当我之后回想起来 却发现 除了有些生气 她喜欢上了一个 一无是出的废物之外 我更高兴的是 她喜欢上了一个什么人 我最害怕的是 她变得跟你我一样 人生中除了仇恨 便什么也没有了 杨承英傻愣愣地看着宁毅 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宁毅踢了她一脚 再次变得不耐烦起来 行了 赶紧起来 别装死 杨承英一言其身 跟着宁毅离开 没有再提起杨维珍的话题 而之前他们离开的那个巷子 临近巷子角落的一个 黑漆漆的二层小楼 二楼的窗户 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隙 从那道缝隙中 正好能够远远地看到 刚刚杨承英和宁毅所站的位置 此刻 袁剑正站在窗户后头 紧紧地皱着眉头 他看着此时已经空荡荡的巷子 陷入了沉思 他在城门受了伤之后 被禁军的兄弟救下 送回了袁家 包扎好了伤口后 听下头的人说 赵氏逆贼已经包围了皇宫 便偷偷从府里溜了出来 他也知道 自己在单枪匹马 又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救不了圣驾 但他还是想探听一下 宫里的情况 正巧看到赵氏逆贼身边的 一个灰衣人离了队 袁剑略微犹豫了一下 就远远地跟了上去 却撞见了灰衣人 与宁毅在巷子里说话 这两人一个武功极高 一个极为的警觉 袁剑无法靠近 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 正在心里怀疑的时候 那灰衣人走了 另一个穿着禁军服饰的男人出现 袁剑一看到这个满脸落腮糊的男人 身体就先与脑子做出了反应 全身都变得紧绷起来 他仔细打量的男人 竟发现此人与他曾经在保安山断崖台上交过手的那个灰衣蒙面杀手的身形 有着九分相似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弦颇奖 第八百一十集 原剑自幼在读书十字上头 记忆力就不大好 远远不及他弟弟袁淳 但是他在辨别人的面孔和身形方面 却有着极高的天赋 虽然这两人的身形只有九分相似 但是他却在心里头认定了 两人必然是同一人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形玉丝的宁大人 会先后和肇事逆挡 与灰衣杀手接触 而且看上去还极为相熟 原剑站在窗子后头 想破了脑袋 也没有想明白 这个时候城中的百姓得知 赵氏军都围攻去皇宫了 暂时没有在城中烧杀抢掠的打算 有不少胆子大的 悄悄打开了门探听外头的情形 高门大户也暗地里 从藏身的地窖或者暗道里头出来 藏起来虽然暂时安全 但也确实是憋闷 养尊处优惯了的人 不到生死关头 很难踏踏实实地一直躲着 于是温氏考虑再三之后 也让焦躁不安的贺家人 从地窖里头出来了 贺老太太年纪大了 起来的时候有些头昏 温氏正要让人送她 贺凌婉却上前一步 扶住老太太的胳膊 我去照看老太太吧 祖母想必还有不少事 需要亲自安排 您先去忙 老太太瞥了贺凌婉一眼 又看了看 早已经先走一步的二夫人等人 抿了抿嘴 没有推开她 温氏虽然有些意外 贺凌婉会主动去送老太太 但她也并没有多想 只当孙女是想为自己分担一二 便点了点头 被贺传武叫走了 贺凌婉扶着老太太 慢慢地往延年堂走 老太太 之前听您说 那位牧手俯侍卫 不可多得的将才 祖父虽然不信 但是阿婉却是深信不疑的 听闻这有才能的人 才能也是相通的 牧手俯既然读书读得好 那行兵打仗也在行 又有什么奇怪的 贺老太太冷哼了一声 淡淡地道 哼 你这丫头 还算是有点见识 不像你祖父 年少时就比不上他几位哥哥 多吃的这几十年的饭 也全都吃到狗肚子里去了 贺凌婉笑了笑 没有接话 老太太却来了弹性 哎呀 见他们都不信 我差点也以为自己既差了呢 可是我刚刚又仔细回想了一番 当初老爷子说的话 他说的就是木像直 像直是木如松的字 这总没错吧 贺凌婉连忙复合 嗯 老太太没记错 我就说 我这辈子呀 什么都可能忘 我家老头子对我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不可能记错 他本来就话少 难得跟我说几句话 我事后肯定得反复念许多遍 所以这么多年都记得牢牢的 绝不可能有错 看着老太太这么得意的样子 贺凌婉带上了几分艳羡 老太太跟太祖父 感情可真好 那可不是 你太太祖父对我也好 就跟我过了一辈子 没有纳妾 别人送他女人 他也从来都是不收的 就是一年到头都不怎么招架 你也知道 他当初啊 得先帝看重得很 先帝去哪儿都喜欢让他跟着 没有他 那都不行的 贺老太太平日里头尖酸刻薄 但是一提起过世的老侯爷 眼角眉梢带着的都是温柔的笑意 整个人都软和起来了 与平日里判若两人 贺凌婉瞧着也不由得惊奇 难怪太祖父知道牧阁老的事 别人都不知道 牧阁老当年 应该也是时常随事在先帝身边的吧 老太太想了想 点头道 嗯 是这么回事 老头子 有时候喝了几杯 就会多说几句 不过呀 他从来不在外头喝酒 只在我屋子里头喝 我听他提的最多的人 除了晋王 就是木向直了 还有晋王 你这丫头 大惊小怪些什么 老太太连忙左右看了看 见到没什么人 又放下心来 用手指头狠狠戳了戳贺凌婉的额头 小声嘀咕 咱在自己家提一句晋王怎么了 这会儿赵氏都围了功了 谁知道那些忌讳 还算不算忌讳呀 说到这儿 老太太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顿了顿 嗯 不过 也说不准 什么说不准呢 贺凌婉赶紧追问 老太太 携了他一眼 哼 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贺凌婉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老太太 见多识广 阿婉想多听听老太太的教诲 有些见识 别人那儿可没有 哼 那还用说呀 不是我吹 就连你那人人夸赞 会办事的祖母 到了我面前也不够看的 我一辈子吃的盐 比他吃的米还多呢 老太太自我吹嘘起来 那老太太说说 什么说不准呢 老太太又左右看了看 这才小声地说 我是说 赵氏就算是掀了皇宫 也未必能擒到陛下 这皇宫啊 抱不起有暗道能通往宫外呢 我要是陛下 还能等着人家来捉我 我肯定要跑啊 不仅要跑 我还得带足了金银珠宝 赫氏宝文言 眸光一闪 皇宫还有路通往宫外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 知道 这我哪知道 我也只是猜的 赫铃婉笑着宫尾 嗯 老太太的猜测 不无道理 老太太被赫铃婉的马屁 派得心情舒爽 不过也没有再提起 宫里和先帝的事情了 两人一路无话 去到了炎年堂 赫铃婉将老太太送回去之后 先回了一趟西院的书房 出来后立即又去了 后面的炎舞厂 然后发了信号给狐妖 狐妖一直在隔壁没有离开 得了赫铃婉的信号 立即就翻墙过来了 他以为赫铃婉 是想问外头的情形 连忙道 姑娘 赵氏的人还围着皇宫 属下猜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直接攻进去了 宫内还有不少武功高强的进军 赵氏要想靠武力夺取皇宫 得牺牲不少人手 他们这回带来的人马 大约有三千左右 也有几个功力高的高手 如果功力一直等不到外援来救 被攻下是迟早的事 赫铃婉却似乎并不在意赵氏君 在狐妖说话的时候 他将之前从书房拿来的东西 摊在了屋里的暗机上 招了招手 狐妖 你过来 狐妖不解地走过去 低头一看 发现暗机上是一幅地图 一幅简略的京城的地图 他惊讶地抬头 这是 事情有些紧迫 我晚些时候再跟你解释 你派出几对最信得过的人 分别守在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位置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一集 狐妖文言 连忙又凑近了些 把贺林丸指出来的几处位置 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他发现 这几个地点都在城外 属下这就去召集人手 不过姑娘 我们是要守什么 狐妖仍然是一头雾水 贺林晚道 我怀疑我们的陛下 会通过暗道逃出皇宫 不过我不知道他走的是哪条路 这几个位置 是他最可能会出现的位置 你派人守住就是了 狐妖文言 震惊地说话都结巴起来了 什么 要守住 黄 黄 黄 贺林晚冷静地瞥了他一眼 没错 不过你要是还不去 可能就要错失 擒住他的机会了 狐妖这才醒过神来 他知道现在事情紧急 什么也不敢多说了 转身就要走 贺林晚却又喊住了他 等等 狐妖有些焦急 姑娘 还有什么事情吩咐 如果真的擒住了人 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吗 狐妖愣住了 他皱着眉头想了想 试探得到 找个隐秘的地方关起来 等我家世子回京之后再定夺 那你家世子又该如何定夺呢 是继续关起来 那是在自己身边留下一个隐患 还是杀了 那他将背负不忠不孝的罪名 放回去 那就是找死 狐妖咬着嘴唇 左右为难 最后索性跪倒在了贺林晚的面前 属下愚钝 还讲姑娘教我 贺林晚拉他起身 顺势凑到他耳边 轻声坚定地说 绝不能让他活着等礼遇回来 狐妖一阵看向他 那是要 是 是君 后面那个字被他咽了下去 他不敢说出来 贺林晚知道他害怕 暗林这些人虽然听命于晋王府 但是他们自始至终 敬畏皇权 这是他们的身份带来的枷锁 如果李玉此刻站在他们面前 命令他们杀了皇帝 他们会听从命令的 但是要他们自己主动释军 他们不敢 可是贺林晚不想要等李玉来下这个命令 他也并不为难狐妖 只是温声道 你先去吧 不着急 等到抓到了人再来复命 狐妖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他行了一礼 就快步离开了 贺林晚正要回西院 刚走出演舞场 春晓就凑了过来 姑娘 您大人此刻正在隔壁呢 奴婢刚刚在院子里头 正好瞧见他绑在枝头的红布条了 之前贺林晚与宁已约定了一个见面的暗语 就是将红色的布条 绑在特定的一棵树上 平日里春晓若是没事 就会去看看树上有没有东西 贺林晚想了想 还是立即翻墙 去了隔壁的宅子 宁已此刻正背对着他 站在院子里 听到动静 回头看到他这么快就过来了 还有些惊讶 他刚刚来的时候 狐妖已经去隔壁见贺林晚了 现在这个院子里除了他们 也没有旁人 这种时候 我以为他们至少会派几个人在这里 宁已一开口就是不满 万一赵氏军那帮人冲进来了呢 一直有人的 只是刚刚我派他去做一件重要的事了 宁已冷着一张脸 什么事情 比自己的小命还重要 仇人的狗蜜 算不算 宁已闻言 迷了迷眼 谁 贺林晚将自己的猜测 没有保留地跟宁已说了 宁已听完之后先是一惊 随即也立即转身要走 等等 你知道地方吗 贺林晚追在他身后 宁已停下脚步 嘲弄地看了他一眼 他如果真要逃 我是最有可能猜到 他会走那条路的人 刑御司这么多年 我也不是白呆的 就看我和他们 谁先找到人吧 贺林晚这便放心了 宁已走到门口的时候 留下了一句 就算是仇人的狗命 也比不上你自己的小命重要 贺林晚转头去看的时候 宁已早就已经不见了宗也 他不由摇头失笑 宁已要去逮皇帝 还不忘带上杨承英 今日他其实是想来问贺林晚 要不要与杨承英见一面的 他倒是也不是好心 想要帮杨承英兄妹相认 他只是觉得 事事无常 变数颇多 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 有些事情 还是要先交代清楚 等到自己死了 万一杨承英还活着 以后表妹要是想做什么 自己不好去做的缺德事 至少还能有个杨承英 可以放心地使唤 所以 刚刚杨承英 其实就在外头不远 宁已带着杨承英 悄无声息地出了城 现如今 赵氏君都去围皇宫去了 城门口的守卫 十分地松散 宁已和杨承英 沿着护城河 慢慢地搜寻 可惜来来回回找了快一个时辰 都毫无收获 杨承英刚刚下河去摸了一圈 上来的时候浑身都在滴水 可惜一无所获 会不会已经跑远了 我们来晚了 宁已一身清爽地站在岸边 不会 他要逃 会带上该带的东西和人 要瞒着宫里大部分人的眼线 做到这些 绝不可能快 而且求水出来 也需要时间 会不会还有别的路 我们要不去别处找找 宁已仔细想了想 摇了摇头 他肯定会做这一条 连通着陆华宫后面 那口水井的水路 为何 杨承英一边说着 一边将身上的湿衣服脱下 拧干了水 宁已道 因为只有这条水路 是李家夺得天下之后 趁着休整护城河的时候 挖的 宫里别的暗岛 或多或少 跟前朝的肇事有些关系 你觉得 他现在这时候 敢用吗 杨承英也想了想 点了点头 言之有理 就在这时 城内的方向 远远由喊沙声传来 隐隐还有火光应天 两人不由同时回头 看向皇宫的方向 赵家人忍不住 开始攻城门了 杨承英看了一会儿 就一看了目光 看向身边的人 不过赵三怎么没想过 皇帝有可能钻地道 照你刚刚的说法 皇宫里有不少 前朝留下来的暗道 宁已满脸的嘲弄 你真当他是 前朝皇室后裔 他的先祖在前朝 不过是某个宗室家中 一个被蹭了国姓的家农而已 连宫门都摸不到 真正的赵氏后裔 与他不是一条心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了打斗声 杨承英和宁毅对视了一眼 悄悄往声音传出来的方向 跑了过去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二集 两人跑到打斗处 发现竟然是狐妖带的暗铃 与成岩带的禁军在打斗 宁毅的视线 却掠过打斗的两伙人 看向了身穿一身禁卫服饰 牢牢跟在成岩身后 那名义了容的中年男人 那中年男人也会些拳脚功夫 但是每次不等他出手 他周身的几个人 就会将他牢牢地护住 这一对二十来个敬畏高手 明显都是以他为中心 这个高高在上 养尊处优了几十年的男人 见自己刚逃离皇宫 就遇到不明势力的截杀 表情既愤怒又急躁 还时不时地转头 看向城门的方向 仿佛生怕肇事的人 得到消息杀了过来 杨承英的视线 也定在那中年男子的身上 他 宁毅摸了摸袖子中的匕首 点了点头 恰好在此时 禁军中的成岩 看见宁毅 眼睛一亮 连忙换倒 宁大人 你来得正好 快来帮忙 成岩一边喊话 一边不引人注意地 朝着宁毅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要他过来的时候 与自己配合 趁机挟持身后的天成帝 这次皇帝带出来的禁军 无一不是武功高强之辈 他怕自己无法带着皇帝 全身而退 宁毅扬声应导 好 宁毅朝着他们奔去 杨成英立即紧随其后 暗邻的人想要拦 狐妖却知道宁毅的立场 不着痕迹地放了水 让宁毅和杨成英冲进了禁军当中 中年男人见到宁毅来了 有些意外 但是此时正是用人之际 所以他也就默许了 禁军都认识宁毅 也都知道他是陛下眼前的红人 对他没有任何的防备 倒是顶着陌生面孔的杨成英 被挡在了外围 不得站在太接近天成帝的位置 你守住侧后房 成言趁着转头交代宁毅的机会 悄悄动了动自己的站姿 暗中像已经离天成帝 狠近了的宁毅打手势 让他帮自己一下 他好挟持皇帝 狐妖知道机会来了 也加大了攻击力度 让其他人无法分心去顾及 成延和宁毅接下来的行动 宁毅却没有看到成延的手势 他像是被谁绊了一跤 没有站稳 直直地朝着皇帝的方向倒去 紧接着 就是一声利刃穿破衣料 刺入肉体的声音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 宁毅猛然将那已经刺入血肉中的匕首拔出来 又再次狠狠地刺了进去 那被众人护在中间的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 他低下头 不可置信地看向正喷出血液的胸口 仿佛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周围的禁军却猛然回过神 失声喊道 快快保护陛下 天成帝的身体尾顿下来 他仿佛想要说什么 但是喉咙被涌出的血液给堵住了 只能发出了急促又恐惧的呵呵声 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他也没能把话说出口 禁军见到天成帝死了 一时之间竟然有些茫然 纷纷看向成岩 有人拿着刀朝宁毅砍过来 却被成岩一把架住 这下子 想给皇帝报仇的人也茫然了 同样也惊呆住了的狐妖反应过来 带着人冲上来想护住宁毅 宁毅却没有理会自己周身的刀光剑影 趁着场面失控之际 他蹲下身将覆盖在天成帝脸上的翼蓉 给撕了下来 确定了皇帝的身份 他再次仰手 俐落地给已经咽了气的天成帝 来了个歌喉 如此残忍的手段 让郑带着人来护他的狐妖 也不由心惊胆战 终于有禁军嘶喊出了一声 宁毅杀了陛下 杀了他 为陛下报仇 这回禁军们不再管狐妖等人 都齐齐地将刀尖指向了宁毅 皇帝死了 他们必须要找个人来承担责任 否则不仅他们自己得死 就连他们的家人 也免不了被连诛 杨承英此时坚定地站到了 满身满脸都是血迹的宁毅的背后 帮着他防备在场的所有人 宁毅站起身来 冷漠的视线 从禁军们的脸上扫过 然后掏出自己怀里的令牌 陛下被肇事逆贼所生 太子殿下不日便要登基 儿等可愿意随我回城杀了赵氏余孽 为陛下报仇 迎太子殿下回宫 众人听见宁毅的话 都只觉得荒谬 陛下明明是死在他手里的 怎么又变成是被赵氏逆贼杀了的 可是当看清楚他手中那枚令牌之后 所有人都尽了声 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接窜到了天灵盖 这枚令牌是宫中贤妃娘娘的掌印 是贤妃娘娘打理后宫的时候发号施令用的 向来只会贴身收藏 他们在宫中当差 早就练就了辨别印信真假的眼力 这令牌绝对是真的 不可能有假 难道宁毅杀死陛下 是因为贤妃娘娘和太子 想要篡位 仔细一想 也不是不可能 皇帝不久前才将太子殿下推出去送死 虽然太子殿下命大 侥幸逃出了鬼门关 但是等到瑞王一回来 他这太子之位能不能坐得住 就难说了 肇事逆贼围攻皇宫 陛下又仓皇出逃 等到事情尘埃落定了之后 以陛下的形式 肯定会推出来一个挡箭牌 来堵住悠悠众口 那还有比商坛失败 导致城门失守的太子 更好的替罪之人吗 这么一想 太子殿下似乎只有 谋反这一条活路了 不然就算太子出于孝道 不敢杀死自己的亲爹 宫里的贤妃娘娘 难道就能做事 自己唯一的儿子惨淡收场 自己输给死对头德妃母子吗 禁军们握紧了手中的刀 左右看了看 想看其他人是什么反应 既然是太子为夺位而杀父 那就不是施不施职的问题了 而是站位的问题 承岩也被宁毅这突如其来的一招 搞得有些懵了 但是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把杀皇帝的罪名推给太子 岂不是一箭双雕 承岩脑瓜子一转 冲着宁毅就举起了刀 立声鹤马 我不管你身后站的人 是贤妃娘娘 还是太子殿下 陛下对我有知欲之恩 我承岩必亲手杀你 为陛下报仇 你们谁也不要与我 抢着狗贼的人头 禁军们反应过来 原来刚刚承岩阻止他们杀宁毅 是因为他想要自己亲自动手 我等跟着承统领 诸位想想 我们知晓太子谋反的阴谋 太子会放过我等吗 不如拼死一搏 尚有将功赎罪的机会 没错 杀出去 禁军们被点血 纷纷站到了成岩身后 他们既然会被天成帝选出来 在忠诚度上 是要强过禁军中其他的人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三集 狐妖此时也立即明白了成岩的打算 当机立断 给自己带来的暗铃打了个手势 琪琪将宁翼保护了起来 你们可想清楚了 此时放下手中的刀 还有活命的机会 敢与未来储君作对 必死无疑 狐妖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此时冒充成了太子的人 暗铃们虽然还有些懵 但是沉默听令 是他们所擅长的 成岩和狐妖对视了一眼 两人之间自有默契 成岩还索性将脏水 泼得更实一点 难怪我们护着陛下一出来 就被你们发现了 我还想是不是我们自己人泄露了消息 原来是太子早就知道这密道所在 所以设下了埋伏等在这里 进军们文言 都觉得成统领说的有些道理 这密道这么的隐秘 除了陛下之外 应该也只有一国储君的太子知晓了 虽然这个太子当了还没有一天 但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储君 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 废话少说 既然你们不肯降了殿下 那今日就把命留下吧 谁的命留下还不一定 兄弟们 随我冲杀出去 成岩提刀和狐妖打在了一起 两人皆是气势汹汹 以命相搏的架势 瞬间就打得难舍难分 但岂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 狐妖一个女子 正面拼杀的实力 其实是远远不如成岩的 成岩虽然表面上打得凶狠 其实暗地里在偷偷放水 可惜在场没有人 有那个闲情意志 去仔细观察成岩和狐妖的拼杀 随着成岩刚刚的一声命下 晋君和暗林再次打到了一起 不擅长打斗的宁毅 则被杨成英拉着 避开了战场 杨成英到现在都还有些不敢置信 你刚刚真的是承认了那个婚军 怎么这么容易啊 会不会是替身假扮的 容易吗 为了今日 你可知我和表妹暗地里 做了多少准备 也是 你看到的只是那三刀 便觉得容易 杨成英立即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他比任何人都知道 宁毅为了报仇 付出了多少 抱歉 我 宁毅抬起手 制止了杨成英的解释 你要知道 人都是脆弱的 三刀下去 谁都得建议我 皇帝之所以难杀 并非因为他有金刚不坏之身杀不死 而是因为他身处皇宫 守卫重重 今日我之所以能得舍 是因为他自己抛下了皇宫那座牢笼的同时 也舍去了周全的守卫 而我恰好又能接近他的机会 今日这个结果 并非是偶然 而是必然 杨成英听得出来 宁毅说这么多 其实是在安抚他 安抚他大仇得报之后 却茫然不知所措的不安 我知道 杨成英心中一暖 眼睛却有些色意 谢谢你 安宁 宁毅撇过头去注视战场 不理他了 禁军和暗林这一场打斗 十分的惨烈 好在成言告诉禁军们 他们的目的在于逃 拼命还不是时候 最后虽然有几人重伤 但是成言还是靠着 对武力的精准掌控 带着剩下的五六个禁军 浑身浴血地逃了出去 成言还拼着后背 被砍一刀的代甲 带走了天成帝的尸身 这在不知成言真正底细的人看来 都觉得成言这人对皇帝还真是忠心耿耿 打扫战场的暗林指着地上躺着的几个重伤的 还有轻伤被俘的禁军 问道 走 这些人怎么办 禁军们都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眼中浮现出悲哀的神色 狐妖看着他们却有些为难 说实话 若非立场不同 他还挺佩服这些禁军中的汉子的 他知道成言对这些人也一定心怀愧疚 而且自家世子也向来不是个心狠手辣的 先带回去关起来吧 怎么说也是我大周朝花费不少银钱 培养出来的禁军精英 就算死 也得给他们安排个体面点的死法 是 暗林们任劳任怨地 把他们和自己这边受了伤的 一起抬走了 杨承英看到他的举动 想到 他就是那个拐了自己妹子的李玉的下属 一时没管住自己的嘴 嘲讽了一句 不如其主 妇人之人 下意识把自己当成贺林婉下属的狐妖 立即怒目而逝 插腰质问 你哪位 我家姑娘跟你有仇 宁毅冲着杨承英冷声道 闭嘴吧你 我 宁毅却没有理会他 转身对狐妖说 我现在去找太子 我们之前已经探到了他的藏身之处 还好没来得及杀 我们奋斗行事 我去回禀我家姑娘 宁毅之所以对他交代一句自己的去向 就是想要他转告贺林婉 目的达成后 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杨承英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灰溜溜地跟了上去 狐妖对着杨承英离去的背影 犯了个白眼 什么人呢这是 莫名其妙的 狐妖将扫尾的工作交给了属下 自己连忙赶去了贺家 向贺林婉复命 贺林婉原本想着 自己来动手杀皇帝的 皇帝却还是死在了宁毅的手里 他其实 并不想要宁毅的双手再燃血 而宁毅也同样 不想要让他去杀人 狐妖忍不住问 姑娘 咱们这嫁祸的计谋 并不算万无一失 那些进军回去之后 会不会有所怀疑 就算个别人心生怀疑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相信 是太子为了夺位杀了皇帝 为何 因为只要是人 哪怕在勇武中心 也有人性的弱点 他们会更愿意相信 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若是皇帝遭外人刺杀而死 他们这些护卫禁军 哪里还有颜面活着 如果是太子篡位 那太子是父夺位的滔天罪名 就会掩盖住他们的失职罪名 所有人都会将目光 放在太子身上了 何况有您意在 太子这个罪名是悲定了 虽然不知道姑娘为何这么信任宁大人 但是今日宁大人的所作所为 确实是有勇有谋 足以服众 而与此同时 狐妖心中的紧迫感 又冒了出来 宁大人确实很优秀啊 那我家世子的地位 岂不是更加不稳了 而另一边 宁毅很容易地 就找到了 正藏身在一处民宅中养伤的太子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四集 说太子养伤 都有点夸张了 太子在城门口 被原剑保护得好好的 只有双手的手掌 在倒地的时候 磨破了一点点的皮 连包扎都没有必要 但是皇宫被围 太子不去选择救皇帝 而是自己灰溜溜地躲起来 总得要有点能赌人口的理由不是 太子见到宁毅找了过来 也很是惊讶 宁大人怎么来了 他知道 宁毅其实是他母妃的人 所以并没有丝毫防备 宁毅行了一礼 半句废话都没有 开门见山地倒 殿下 陛下驾崩了 太子闻言 以为自己的耳朵 出了什么问题 不由自主地晃了晃自己的头 一脸的茫然 你 你刚刚 说什么 宁毅站起身 看着太子 平静地倒 陛下已经病天 殿下现在是 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太子这回是听清楚了 他争了争神 眼睛鲜红了 雨带哽咽 我父皇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 宁毅顿了顿 似乎犹豫了一瞬 才说 陛下没有惊动宫中的娘娘们 悄悄从地道离宫 不想刚出了地道 就被肇事的人所杀 太子争愣出神 一时无言 只是坐在那儿 暗自垂泪 宁毅抬眼看了看外面 低声提醒他 一下死了 殿下现在留在城中不安全 娘娘要我带人暗中送殿下 去凤城的行宫 等京城危机解除之后 再毁京继位 太子被继位这两个字击得 身体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 他这才慢慢消化了 宁毅之前说的话 皇帝死了 他是太子 现在 这个江山是他的了 太子的眼中仿佛被点燃了 名为野心的熊熊火焰 他又想到了什么 坚定得到 不行 我不能够离开京城 太子殿下 京城现在不安全 赵氏逆贼随时可能找到这里来 太子还是坚持摇头 不行 我若是走了 万一瑞王要是带人先回来 估得太子之位可就不稳了 那我护送殿下去城外的别庄 反正城里是不能再待了 殿下放心 等瑞王带萧起英会经 我们可以先踏一步回来 娘娘告知了我一条密道 不止可以从城外进城来 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宫中 五金怎么会知道这条密道 宁毅瞥了一眼门口的侍卫 刻意放低了些声音 当年被暗中争调来 兄这条密道的军医 都是泉州人士 泉州那不是我母妃娘家的地界吗 太子瞄懂了 他母妃娘家是泉州的名门望族 想必是用了些手段 从这些军医口中得知的 宁毅汉守 肯定了太子的猜测 太子心中一定 也不想在这危机重重的城内待着了 谁知道会不会被赵氏 像杀他父皇一样杀了他 他身边除了宁毅之外 也就只剩下十个进卫了 别看太子总想跟自己的兄弟争夺兵权 但是他其实本质上 还是个风雅的文人 他喜欢风花雪月 厌恶流血流汗 今日在城门口那惊险的一幕 差点吓破他的胆 离开城门之后许久 他的手和腿都是抖着的 他之所以一直藏身在城内没有逃走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不敢 外头那奉命来保护太子的几个进军 也得知了皇帝病天的消息 虽然心里免不了哀痛 但是又有几分庆幸 庆幸他们被派来保护太子 有机会在这段时间里 在太子面前混个脸熟 等以后太子登基 他们的机会自然也比其他同僚要多 宁一来的时候 带来了一些自己的人手 杨承英也混在这些人当中 再加上还有太子身边的进军 他们一起护送太子出城 可是不想 还没有走出城 就撞上了承岩和那几个浴血 拼杀出来的进军 两拨人迎面撞上 都愣住了 承岩却暗暗瞥了宁一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呀 承岩就是跟着宁一留下来的暗号找过来的 承岩那边的进军原本冷静下来后 也有些怀疑 皇帝的死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太子所为 结果这就撞见了宁一和太子走在一起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太子杀父夺位 不忠不孝 拿下太子 承岩喊出了这一句 其余几人也都跟着喊起来 太太子 杀父夺位 杀父夺位 拿下太子 拿下太子 太子原本正想跟承岩打招呼呢 听到他们这几声吼 一瞬间 他呆愣愣地看向宁一 他们是什么意思 宁一叹了一口气 从自己的袖子里拿出了贤妃的令牌 悄悄悄给太子看了一眼 殿下 娘娘命我趁乱 说着 宁一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 以免异常梦多 太子猛然想起 之前宁一说到他父皇死因的时候 那有些支支吾吾的语气 他终于明白过来 吓得连忙后退一步 不 不 殿下放心 一人做是一人当 宁某 绝不连累殿下 宁一低声打断太子的否认后 便上前一步 不着痕迹地将太子挡在身后 对承岩等人道 此事与太子无关 是宁某一人所为 太子一边后退 一边想要撇开跟宁一的关系 对 不是我 不是我 是他 可是他们这样子说 别说成岩那边的人不信 就连太子身边这几个敬畏都不信 他们不由得都看向太子 刚刚才下定了要跟随他的决心 这会儿便有些动摇了 我拦住他们 你们从太子离开 宁某说完这一句 就朝着成岩扑了过去 两人拼打了起来 成岩很是无奈 才刚演完一场 又要来一场 这些人就不能换个 跟他们自己差不多武力的人演吗 他们武力稀赖 他们自己心里是不是没数啊 但是 成岩是个老实人 所以他依然演得兢兢业业 宁某回头 见到太子和他身边的禁军 还在那儿站着不动 便冷声道 保住太子 你们尚且还有活着的希望 太子若是有事 你们都少不得 背负弑君的冤屈 先不说太子弑君冤不冤了 但宁某说的话 却是实话 陛下死的时候 他们在太子身边效力 这是怎么也撇不开关系了 这个时候也来不及考虑太多 宁某的话 让太子身边的禁卫 尽管并不情愿 也还是咬着牙 拉着太子跑了 成岩这边的人 自然是义愤填膺地追上 只有拿下太子 他们才有将功补过的机会 可惜他们都是伤员 哪里追得上 养精蓄锐了一阵的太子等人 有人正想要帮成岩 一起拿下宁某 却见到成岩突然吐了一口血 朝着宁某吼道 你下毒 卑鄙 你们都别过来 后面一句 是对要来帮忙的禁君说的 宁某争愣了一瞬 就被杨承英拉着跑了 等到跑远了之后 宁某才有空 在心里嘲讽成岩 这个姓成的 就不能好好打一架输给他吗 胡说八道的本事稀烂 他心里是不是没数啊 要不是当时他背对着众人 就他那中毒的表情 早就穿帮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五集 尽管太子跑了 但是太子杀父夺位之事 还是很快就被京城中消息灵通的各府知道了 皇帝驾崩的消息 也迅速地扩散开来 正在攻打皇宫的赵氏君 也得知了天成帝已死的消息 但是赵三爷却半信半疑 觉得这可能是为了引开他们的兵力 解皇宫之围而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 赵三爷招来自己的下属 商讨了一番 最后决定继续全力攻打皇宫 守在里面的禁卫 剑已经快要放完了 一个个也快要筋疲力尽 他有自信 不用一个时辰 就能攻进这座原本属于他赵家的皇宫 此时为了一个不知真假的消息 停止进攻 是极其地不明智的 另外 他用命杀手赵白 带几个人去寻太子 之前是因为皇帝尚在 不值得耗费太多的精力 去一家一户地搜查太子的踪迹 这样万一引起城中百姓的不安 很容易引发骚乱 这京城里的高门大户 家中所养的壮仆 人数加起来就不少了 可是现在 万一皇帝真的死了 那太子还是得抓回来才行 此时的内宫中 指挥进军守宫门的是皇后 皇帝自将太子派出去之后 就把自己关在了寝宫里 后来又去了陆华宫 再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赵氏军攻打宫门的时候 皇后派人去陆华宫找天成敌 可是陆华宫侧殿的真品 却一脸的茫然 说陛下来了之后 根本就没有进他的侧殿 而是直接去了正殿 还让他在屋里头待着 不要出去 可是陆华宫的正殿里头 也找不到皇帝的踪影 皇帝就这么在宫里头 凭空消失了 皇后得到消息 只是沉默了片刻 便将各宫的公妃 都召集到了一起 然后命进军守住宫门 等候援军 年轻一些的公妃和宫人 听到外头的打杀声 很多都忍不住暗子啜气起来 坐在上手的皇后 始终面色平静 贤妃一直没能等到太子的消息 有些坐立难安的 得妃则手拿一串佛珠 坐在一旁闭着眼 念念有词 这三位高位的妃嫔 算是最冷静的了 赵氏君在宫外搭云梯 想要攻入宫内 禁军们死守着宫门 僵持了几个时辰之后 数量远远低于 赵氏君的禁军们 已经筋疲力竭 皇后站起身来 看向宫门的方向 淡淡地说 宫门又守不住了 原本还只是 低声啜泣的宫人 都恐惧地开始放声大哭 皇后注视着他们 闻声道 听说赵氏逆贼入城之后 并未杀害城中百姓 你们这些普通宫人 必也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等贼人攻进来了 你们表示臣服即可保命 听皇后所言 殿中的哭声稍稍小了些 皇后宫中的小侍女 忍不住问 那娘娘呢 娘娘怎么办 皇后笑了笑 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了一旁的 德妃和贤妃 德妃像是这会儿 才突然惊醒一般 猛然睁开眼 茫然四顾 对上皇后的目光 她的脸色慢慢变得惨白 贤妃轻轻和睦 竟是轻声一笑 说不出的嘲讽和无奈 本宫从未想过 有一日 竟要与皇后 以及德妃妹妹 死在同一天 德妃猛地站起来 对贤妃道 闭嘴 要死你自己去死 本宫才不会死 陛下在哪里 陛下 陛下 你带臣妾一起走啊 不要丢下臣妾啊 德妃一边歇斯底里地 喊着陛下 一边往外跑去 却被皇后安排 守在殿门前的工人 给拦住了去路 德妃想到了前朝 前朝皇帝 为了维护皇室体面 在敌人攻打进来之前 下令将公妃们勒死在宫中 尸体整整堆满了 一座大殿 她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回头怒视着皇后 色力内忍 皇后是什么意思 你想杀了本宫吗 皇后叹了一口气 朝守着殿门的婆子 摆了摆手 让她放行 德妃迫不及待地 就跑了出去 你们若是自有去除 就都去吧 公妃们对视了一眼 都起身行了一礼 快步离开了 他们倒是没想 要怎么逃离皇宫 而是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毕竟他们位低言轻的 说不定还能有个活命的机会 也有少部分人 已经心生死至 打算回到自己的住处 等宫门一破 就悬梁自尽 此时殿中便只剩下了皇后 贤妃 胡杨公主 以及一些不愿意离开 主子的侍从 胡杨拉住了贤妃的衣袖 紧紧地挨着她 轻声问 母妃 我们今天是不是会死 她也是怕的 她眼眶通红 泪痕未干 贤妃轻轻握住她的手 安慰她 不要怕 没事的 但是却没说 他们不会死之类的话 事到如今 再说这种话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谁也没有料到 以为不成气候的 肇事余孽 会将他们逼到 如此的境地 别人会不会死 她不知道 但是生了成年皇子的她 和德妃 即便不死 活着也只能是 凄惨的活着 还不如死了 而胡杨一个未婚的公主 多半也是死了 比活着自在 倒是无子的皇后 只要她愿意 她或许也是能活的 可惜看样子 皇后是下定了决心 要与这座皇宫共存亡了 胡杨文言愣了愣 将手从贤妃手中抽出来 起身就往外走 胡杨 你去哪儿 胡杨脚步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贤妃 她什么也没说 含泪跑了出去 贤妃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皱了皱眉 终究也站起身来往外走去 她没有再与皇后打招呼 平日里的姐妹和睦 不过都是些虚情假意 都死到临头了 倒也没有必要维持了 皇后孤零零地坐在上手 静静地看着殿外 娘娘在想什么 沈嬷嬷也很是平静 反正皇后活着 她便活 皇后要去赴死 她也陪着 跟娘娘做了一辈子的主仆了 从娘娘懵懵懂懂的 孩童时代 她就一路侍奉至今 再陪娘娘一起 共赴黄泉路 也算是有始有终 皇后对沈嬷嬷笑了笑 前日啊 我做了一个梦 娘娘做了什么梦 我梦到 影川之战 静王兄长得胜归来 我跑到城门口 去迎接他们凯旋 兄长将他的战马 让给我骑 他帮我拉着缰绳 当时兄长允诺我 以后要挑一个 武功盖世的英勇儿郎 去给我为夫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六集 沈嬷嬷闻言 不由有些心酸 但仍然笑着问 然后呢 我抱怨兄长 平日里太忙 怕是会忘了 自己的许诺 兄长便拿出 他自己的选铁令 给了我 说若是 有一日他忘了 便让我拿着 他的令牌 去他麾下挑人 只要是 未曾婚配的儿郎 我选中了谁 谁就是我的夫婿了 兄长说完呢 我便忍不住回头 皇后的目光 穿过大殿 仿佛透过时光 在找什么人 突然 他展颜一笑 眼中有了少女般 顽皮又纯真的笑意 我指着人群中的 罗家小十六叔说 兄长 我要他 你把嫂嫂家的十六叔 给我当夫婿吧 沈嬷嬷愣了愣 他没想到 皇后会想起 罗家的那位小将军 颖川那一战 十七岁的罗小将军 和晋王一起死在了战场上 尸骨都没有找回来 娘娘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人 他还以为娘娘早就忘了 那个不够言笑的黑帘小将军了 沈嬷嬷忍不住想 要是娘娘的梦 是真的就好了 晋王没有死 罗家小将军 也活着回来了 那娘娘这一生 也就不用这么苦了 她想着想着 不禁泪流满面 皇后却没有沈嬷嬷的伤感 她依然笑着 突然 她仿佛听到了什么 有些迟疑地问 外面那些人在喊什么 沈嬷嬷连忙提起袖子 擦了擦眼泪 娘娘说什么 皇后皱起眉头 起身往殿外走去 他们在喊 水死了 沈嬷嬷连忙跟上 娘娘去哪儿 谁死了 农必没有听见啊 皇后提起裙摆 快步地走出了殿外 看着宫门口 火光传来的方向 静静地听了一会儿 接着她便愣住了 她听到围攻皇宫的 赵家军喊的是 皇帝死了 皇后愣了好一会儿 才对沈嬷嬷道 陛下 死了 这下轮到沈嬷嬷呆住了 陛下死了 皇后指了指宫外 语气十分的平静 他们说陛下 从地道逃出皇宫 然后被太子杀了 怎么可能 沈嬷嬷一脸的震惊 皇后又听了一会儿 然后提起自己那长长的 爱事的裙摆 在象征着大周朝皇权的 天际殿外的门槛上 随意地坐下 听着宫门处传来的喊杀声 他语气淡然 这座宫殿里 还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父子相杀 兄弟相残 多权者终死于权力的反噬 沈嬷嬷的嘴唇抖了抖 看向皇后 她想问 如果皇帝真的死了 还是死于太子之手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可是转念又是一想 这宫门都要破了 皇后也准备赴死 人都要死了 哪还管得了身后洪水滔天 那些人爱怎么争 就怎么争吧 这个时候 宫门处传来了一声巨响 紧接着就是 更加激烈的喊杀声 赵家军散布出 天城地已死的消息 还是动摇了禁军的军心 本来就疲惫不堪的禁军 拼死组成的最后一道防线 最终还是被赵家军攻破了 沈嬷嬷意识到了什么 她看向皇后 目光中满是哀伤 皇后平静地 从自己宽大的衣袖中 拿出来一把匕首 那把匕首 瞧着十分朴素 没有任何华丽的珠宝镶嵌 就连刀鞘 都是普通的牛皮所致 皇后珍惜又怀念地 抚摸了一会儿 决然地将匕首拔了出来 她冲着沈嬷嬷笑起来 嬷嬷 时间到了 我先走一步了 沈嬷嬷闭了闭眼 流着眼泪 重重地跪在皇后的面前 娘娘先行 奴婢随后便到 可她还是不甘心 为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 觉得不甘心 娘娘从小就心地善良 开朗 豁大 想要的东西很少 可是这天杀的老天 连一丁点的好都不肯留给她 奴婢 努力看着娘娘长大 看着她在意的那些东西 都一一离她而去 眼中的快乐 也一点点失去 现在 还要为那个没用的狗屁皇上 赔上一条命 呸 那种没用的闹钟 她呸吗 老天不公啊 就在这个时候 年纪大了 耳朵也并不太灵敏的沈嬷嬷 听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动静 她猛然回头 朝着宫门的方向看去 眼中的绝望和不甘 渐渐地被不敢置信的喜悦所替代 她回过头 却见到皇后正要抹脖子 吓得连忙不管不顾地扑上去 双手死死地抓住皇后的手 沈嬷嬷跪倒在皇后面前 嘶声喊道 娘娘您听 晋王回来了 晋王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皇后一心寻死 闻言不由笑了笑 嬷嬷嬷也同我一样做梦了吗 你忘了 晋王表兄和万千英勇儿狼一起 死在了颖川 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是 不是 娘娘 你听 外头有人在喊晋王 奴婢没有做梦 晋王来了 沈嬷嬷用自己的整个身子 禁锢着皇后 生怕自己一个不注意 皇后就抹了脖子 皇后的脾气向来都很好 即便是在这个寻死的时候也是 她依言听了一会儿 忍不住舒地站起身来 眼中也浮现出了思思疑惑 不是晋王 是晋王是子 喊的是晋王是子 沈嬷嬷和皇后对视了一眼 都有些不敢置信 是晋王爷的孙儿 玉哥 他带兵回来救驾了 皇后点了点头 嘴角不由得泛起笑意 是的 他像他的祖父啊 沈嬷嬷双手和时 虔诚地道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求菩萨保佑晋王的孙儿 大白叛军 平安归来 信女神士 愿此生如素 赵氏君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辛辛苦苦攻打皇宫了一整夜 眼见着宫门破了 天极殿的皇座就近在眼前了 可是那传闻中已经被皇帝暗杀了的晋王世子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揪集了一批人马 突然从外头杀了过来 皇宫的这帮本来已经丧失斗志的晋军 突然就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晋王府来救驾了 杀出去 与晋王世子会合 他们一边喊着 一边拼死地往外冲杀 一个个都跟不要命似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莱莱领衔颇奖奖 第八百一是七集 赵三爷原本觉得自己筹谋多年 手下这帮也算是练过好一阵的兵 在面对大周朝的军队时 也是有一拼之力的 但是这个想法 在遇到李玉带来的区区一千人马的事件 他跟他的兵一起溃不成军 李玉千里奔袭赶来京城解救皇宫之位 带来的人马少不说还人倦马疲 可是一旦与敌对战 那帮骑兵各个以一敌十 大赵士军就跟大人打小孩一样 刚一照面就分出胜负来 天光大亮的时候 李玉将自己带来的兵马 留在宫外打扫战场 自己孤身一人 带着皇宫里头仅剩下来的那点禁军 来到皇后面前 行以臣子之礼 陈李玉就家来迟 还请皇后您能恕罪 已经打理好自己的皇后 恢复了往日的从容 她布下天极宫前的丹臂 走到李玉面前 亲手将她扶起 看着她笑道 静王世子 你很好 真的很好 李玉从东林借来的一千兵马 将赵士军歼灭了大半 剩下一小半人马见势不对 逃的逃散的散 只有极少数对赵士忠心的属下 护着赵三爷仓皇逃走 李玉命高峰带领一百的兵马 继续追击 剩下的东林军 则在得到皇后的授意后 暂时留守京城 与在对战中损失大半的禁军 一起维持京城的秩序 李玉解了皇宫之威后 成岩与属下 第一时间将天成帝的尸身带了回来 跪在皇后的面前请罪 并痛臣太子和贤妃杀害皇帝 谋夺地位的无耻阴谋 皇后思虑了一瞬后 命人去庆熙宫拿下贤妃和胡杨公主 成岩自告奋勇带着人去了 索性 贤妃和胡杨公主还活着 在成岩带人闯进庆熙宫的时候 贤妃已经得到了消息 却还没有来得及想出应对之法 就被成岩控制住了 贤妃还想对成岩据礼力争 让成岩帮她向外地化 却被成岩给一口回绝 因为贤妃的身份非比寻常 皇后也念及旧情 并未将他们母女关入大牢 只是命成岩将两人带离庆熙宫 暂时关押在便于看守的丘宁宫中 丘宁宫很小 平日里也不住公妃 因为靠近御花园 天冷的时候 宫人们偶尔会在那准备茶水点心 将枝当成后厨再使用 所以这个丘宁宫 虽然看起来并不算太破败 但是布置却十分地简陋 但是这样的条件 也够贤妃和胡杨公主受的了 胡杨公主从满是没湿味的床铺里头 发现了一只活着的蟑螂 吓得直接蹦上桌子 嘶声尖叫 贤妃虽然比胡杨公主冷静一点 但是当她再三尝试 要看守的工人帮她传递消息 却未果之后 贤妃的人生第一次体会到了 什么是叫天天不应的绝望 皇后此时没有空搭理贤妃 天成帝已经死了 而国不可一日无君 皇后召集群臣进宫 商议立新皇之事 不过皇后并没有召开大朝会 只是请了三嫔以上 且身居要职的官员和元老重臣 去御书房议事 刚刚立下大功劳的礼遇 竟然也在皇后的召见之列 关于要立谁为新皇 各方势力自然又是一番的争吵 太子的人不甘心眼见胜利在望 却竹篮打水 表示太子杀陛下定然是被冤枉的 可是那日护送太子逃离的十个禁军 有四人在得知皇宫之危已经解除之后 就丢下太子跑回来了 他们根本就不算是太子的人 忠诚度有限 不想跟随一个弑父杀军的主子 这四人不但供出了太子逃离的方向 还成为了指证贤妃和太子的有力证人 他们表示 那一日隐隐约约听到了宁义和太子的对话 贤妃是从湾岸道的泉州军义那儿 得知了岸道所在 这才有机会截杀了大型皇帝 皇后命人继续去查证这件事 还让禁军将仕途继续为太子和贤妃求情的人都下了狱 当着所有人的面 皇后第一次在群臣面前发了火 指责太子和贤妃的同党 在此时提出 让没有洗刷罪名的太子继位 简直是居心叵测 丝毫不将已故的大型皇帝放在眼里 皇后的怒火震慑住了太子一党 接下来 瑞王一党又冒了出来 表示太子是有罪之人不能继位 身份尊贵 又得大型皇帝看中的瑞王 是最合适的继位人选 皇后没有表态 而是先看向其他几位重臣 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木格老低声与几位老臣商议之后 开口问道 不知德妃娘娘现在何处啊 既然要拥立瑞王 应该将德妃娘娘请来商议 其他人看向皇后 皇后平静地道 赵氏逆挡攻打皇宫的时候 德妃不顾本宫的楚兰离开了 之后便不知所踪 八皇子李荣也不见了 本宫已经派人暗中去寻了 是的 德妃失踪了 皇后命人将皇宫都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人 这个时候 沈嬷嬷匆匆从殿外走进来 来到皇后身侧 压低了声音快速地禀报了一句什么 皇后点了点头 让沈嬷嬷退下 然后对在场之人道 陆华公的真凭 说她不久之前见过德妃 德妃独自进了陆华公正殿 便没有再出来 陆华公 那不是 有人低声惊呼 不愿以瑞王为帝的人 立即到 陛下就是从陆华公后面的 暗道离开的 难不成德妃娘娘 逃离了皇宫了 御书房中安静了一瞬 在场的不少人 都认同了这种猜测 瑞王一党的人暗脚不好 他们知道 如果瑞王要上位 那么身为瑞王生母的德妃娘娘 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她拖后腿 便连忙反驳 德妃娘娘从哪里得知 陆华公有暗道的 你这推论毫无理由啊 瑞王还在外卫朝廷征战 你却在走灭德妃娘娘 何耻何比 为朝廷征战 是中了肇事的调虎离山 被困住了吧 瑞王若是能够及时带着 萧綦英回京救驾 陛下说不定就不会死了 双方各执一词 吵得不可开交 一时间御书房仿佛菜市场 见到众人争论了半天 都没有争论出一个结果 皇后看向牧首府 牧大人以为如何 牧如松四平八稳地道 德妃娘娘的去处 可以稍后在意 不过 国不可一日无君 瑞王却至今未归 人都不在京城 有如何继位啊 牧如松的这话 让人看不清楚他的立场 他似乎并不反对 瑞王为帝 但是不赞同 立一个人都不知道 去了哪里的人为帝 众人都觉得 牧阁老说的也有些道理 不然瑞王本人都不在场 各种仪式上 难道要用空衣冠代替吗 而且人没有回来 也就意味着有极大的变数 瑞王的人立即道 臣已经派人给瑞王殿下 送出消息了 按矫程殿下明日 不 殿下今日必定就能赶回来 瑞王一系的官员 纷纷附和 他们也不担心 瑞王赶不回来 赵氏君已经溃败了 没人再溜 再为难五皇子和他的萧綦营了 得知了皇帝被太子所杀的消息 他就算是刨死几匹马 也会尽快地赶回来 毕竟他自己也知道 这儿有个皇位 在等着他来继承 慕如松又低声 与几位重臣商议了一番 抬头对皇后道 既然如此 便等一日吧 若是瑞王能在明日天亮之前赶回 臣等 便没有意义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八集 一些中立的官员互相对上眼神 也点头附和 五皇子的人更加不会有异议 他们简直想要原地庆祝 于是皇后也同意了 那便先等瑞王回京吧 这件事情便这么定下了 瑞王似乎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下一任君主了 可惜谁也没有料到的是 这一天过去了 天也亮了 瑞王却还是没有回京 瑞王去哪里了 这是所有人现在都在关心的事情 瑞王在带领萧綦营剿灭望线叛军的时候 被叛军戏耍得团团转 好在萧綦营中也不乏一些领兵作战的将才 只是他们虽然看出来事情不对劲 却也不敢直接跟瑞王这个 目前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太子爷的人说 他被人耍了 只能拐弯抹角地提醒他 瑞王终于反应过来之后 气得差点砸了军杖 但是气归气 他也知道 必须得完美地完成这次的剿灭任务 不然他将在这个 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 萧綦营将士们面前失去威信 也会被肃王一派 抓住机会往死里踩 最后丢失掉自己目前所有的优势 瑞王摩拳擦掌 熬夜与得利的属下 制定出了好几个围剿的计划 是要让叛军好看 而就在瑞王要实施计划的时候 他的人得到了赵氏军围城 肃王被立为太子的消息 瑞王就急了 他急得不是京城被围 而是急肃王竟然被立为太子了 瑞王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剿灭叛军的计划 立即决定要拔营回京 好在这阵子 在望线叛军的督促下 萧綦莹拔营行军的速度 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提升了不少 瑞王一声令下 萧綦莹几乎就立刻跑在了回京的路上 望线离京城其实并不算远 消息往来不过半日的光景 萧綦莹寻常速度行军 不用两个日夜就能赶回京城 这也是当初天成帝敢将萧綦莹 尽数派出去的原因 因为离京不远 万一有什么事回援会很迅速 他只是没想到 肇事的人竟然蓄谋已久 而且动作更加的迅速 瑞王带着人都快要跑到半路了 又接到京中心腹送来的消息 太子弑君速归 这消息对瑞王而言 仿佛一记惊雷 他还来不及为他父皇伤心 就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必须得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京城 否则恐生变数 可是带着萧綦莹的人一起回去 他赶回京城至少还得一日的时间 耽搁一日 在平时或许还不算什么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却是万万耽搁不起的 瑞王当机立断 抛下了萧綦莹大部分的人马 让他们后面赶上来 自己只带了一百个好手 轻装俭刑 这样他就能赶在天亮之前赶到京城了 原本他连一百个人都不想带他 人越多越不方便赶路 难免会拖累他的速度 但是瑞王怕死啊 权衡过后 他还是带上了一百人 只是瑞王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 他就在快要赶到京城的时候 居然撞上了逃亡而来的赵三爷 彼时赵三爷正在被高峰带着人 在屁股后头穷追不舍 他绕了无数个圈 想要摆脱追兵都摆脱不了 不过追兵可能也有些疲累了 尽管摆脱不了 却也一直没有办法追上他 正当赵三爷急得口脚都起撩泡的时候 他遇到了瑞王和他那一百萧綦军 这个时候赵三爷算上一众心腹 和后来收拢回来的一点兵力 身边一共也不过就五六十个人 按理说后有追兵 前有五皇子 为了避免夹击他 他应该逃走避战的 但是赵三爷这个人嘛 他向来敢想又敢围 他知道后面的追兵 虽然还没有追上他 但是照这么下去 追上来是早晚的事 他也不可能逃一辈子 还不如铤而走险 挟持住瑞王 去与大洲朝廷谈判 如此一来 或许不但能够得以保命 还能从大洲的朝廷 得到不少的好处 赵三爷敢这么想的 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身边有一个 顶级的高手 杀手赵白 此人行军打仗或许不行 但是要他 于千军万马中 取敌将首级 却容易得很 于是考量一番之后 赵三爷立即派出了赵白 让他生秦瑞王回来 而赵白果然没有让赵三爷失望 他单枪匹马急冲下山坡 将山坡下方 护卫着瑞王的萧启军冲散 然后一把揪住瑞王 甩到自己马背上 再杀出去 等到萧启军反应过来 要救瑞王的时候 埋伏在山坡上的赵三爷 命人放箭 给萧启营一种 中了埋伏的错局 军心顿时大乱 这时 赵白已经带着瑞王 跑出了萧启军的攻击范围 那一把萧启军 自然不肯让人抓走瑞王 跟在赵三爷的人马后头 穷追不舍 但是他们投鼠忌气 为了王爷的安危 他们也不敢将人逼得太急了 而在瑞王和萧启军的后面 还有个一百来人的队伍 领兵之人 正是许久都没有在京城露面的高峰 高峰摸着下巴 看了一眼身边的女子 他们果真抓走了瑞王 那女子也就是狐妖 抬了抬下巴得意地道 我家姑娘还能有错 高峰神色复杂 欲言又止 高大人怎么了 狐妖十分的疑惑 高峰之前在京城的时候 级别在他之上 所以狐妖语气还很是恭敬 只见高峰轻咳了一声 此事我们并没有事先知会是怎 高峰之前奉命来追击瑞王 他刚出城 狐妖就赶了上来 狐妖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家姑娘有一事想请大人帮忙 高峰当时是这么想的 未来主母要我帮忙 必须帮啊 所以他应得很爽快 姑娘请说 狐妖便将一封信交给了高峰 贺林婉在信上说 要高峰对赵三爷只追不抓 还给他附上了一张简明的地图 让他把人往图上标注的路上撵 高峰当时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 虽然他很想帮未来主母的忙 但是他也不能把正经主子交给他的差事办杂呀 所以他斗胆问了一声 你家姑娘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家姑娘说 五皇子若是要赶回京城 这条路是他的必经之路 高峰电光火石之间 就想明白了贺林婉的目的 泽舌之余 对未来主母这走一步能看三四五步的本事 佩服得五体投地 难怪狐妖这么忠诚的暗铃 跟了他一段时间之后 就一心向着他了 高峰只有一瞬间的犹豫 很快他就决定 这票干了 可是现在锐王真的被抓走了 高峰又开始想后果了 锐王毕竟是大周朝的王爷 眼睁睁看着他被赵氏的人抓走 是不是有辱咱大周朝的国体呀 咱家世子那人 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好说话不计较 但是关键问题上 他还是很有原则性的 狐妖知道高峰的担心 连忙道 我家姑娘说了 当时事情紧急 她来不及去找世子包备 只能先派属下先赶过来 事后姑娘会和世子说明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一十九集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高峰点头赞许 想了想 又朝狐妖靠近了一点 小声地问 接下来如何做 你家姑娘 还有没有指示啊 狐妖觉得 高大人这模样 真是奇奇怪怪的 于是他不拙痕迹地往后退了一步 与他拉开了点距离之后 才到 姑娘说 等瑞王被擒之后 我们继续追击赵三爷 该怎么做 还需要高大人随机应变 随 随机应变啊 高峰没有察觉到狐妖的动作 他摸了摸下巴 一脸的苦恼 啊 这可难办 赵三 若是拿瑞王威胁于我 我可是会忍不住追得更紧呢 万一瑞王就这么相交于远了 我这不 摊上大麻烦了吗 瑞王若是死了 那便死了 天又不为他 高大人怕什么 高峰看向自己曾经的下属 想到 哇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 而且他心里还酸得直犯嘀咕 这还换了个主子的人 可就是不一样了 死了个皇位继承人 在这曾经的属下眼里竟然不是个事 若不是跟他家世子有年少时的情谊在 他也想另投民主了呢 高峰不知道 自从听见赫林婉面不改色的下令杀天成帝之后 天也没有他了 狐妖便觉得 现在无论死个谁都不是什么大事 与此同时 朝臣等了一日也没有等回瑞王 反而等到了他被赵三所俘获的消息 天急殿中 皇后破天荒地出席了早朝 不过他没有听从臣子的建议 在皇位后面设坐垂帘 而是命人在下头设了个椅子 当议定新皇之后 本宫便会退居后宫 不再出席朝会 这是皇后在朝会上说的第一句话 一些原本还担心皇后会借机揽权的大臣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同时也越加钦佩皇后的德行 所有人都没有忘记 当赵氏叛军围攻皇宫的时候 皇帝跑了 位高的公妃们心思各异 只有皇后站了出来 与这座皇宫共存亡 以一己之力保住了大周朝的颜面 这也是各派系的大臣 赎金都默许皇后主持大局的原因 不仅因为皇后对各位皇子没有明显的倾向 也因为他为自己赢得了朝臣们的敬重 瑞王一派的官员迫不及待地站出来恳求 皇后娘娘还请下令发兵救回瑞王殿下呀 又有一人紧接着说 另外还请娘娘指横阳王世子礼遇之罪 站在朝臣队伍中的礼遇 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只是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 不发表任何的意见 皇后轻轻蹙了蹙眉 横阳王世子何罪之有 娘娘 横阳王世子派出他的副将追击赵三 结果赵三没追上 反而让瑞王被俘 这其中怕是另有阴谋啊 瑞王一挡 生怕朝臣嫌弃被俘虏的瑞王没用 就想把脏水泼到礼遇这儿 他不知道 他竟然歪打正着了 皇后却面色沉稳地说 没有豺狼抓了兔子 反怪鹰追得紧的 这道理是这个道理 但是兔子该不会是指的他们瑞王吧 瑞王一系的大臣们面色古怪 但是又无法反驳 竟然有些憋屈 皇后又看了众位大臣一眼 不过 救出瑞王确实刻不容缓 萧綦营的将士已经抵达京城了 这个任务便交给他们吧 萧綦营跟瑞王很是有几分相互情 瑞王一系的官员听到这个安排便放心了 但是紧接着又有人问 娘娘 这领兵之人派谁合适啊 此言一出 群臣们又开始争论起来 经历过赵氏军围城之后 谁都知道有兵力在手的重要性 各个派系都想提议自己的人去领兵 到时候不管能不能救回五皇子 兵权都到手了 皇后眼看着他们快要吵完了 这才开口 你们都想去救瑞王 本宫很欣慰 不过瑞王的性命不可儿戏 最后不管谁去 都先立个军令状吧 他一句话就让争得面红耳赤的群臣哑了火 他们是想借救瑞王之事 接手萧綦营 但是军令状是能随便立的吗 皇后见到没有人开口 咒着没问 没人敢吗 皇后将目光投向站在后方的礼遇 正想要开口说什么 只见一人跃众而出 主动请命 儿臣愿意立下军令状 率兵营救瑞王 还请母后应允 皇后愣了愣 和众人一起 看向那站出来请命之人 竟然是七皇子李绝 李绝是已故的张昭仪所出 后来被周会妃养大 这位七皇子 平日里存在感很弱 也不受君父的宠爱 在宫中仿佛就是个隐形人 虽然是被养在会妃的宫中 却与会妃所出的四皇子并不亲近 而是喜欢跟在八皇子身后 八皇子和瑞王一母同胞 所以这七皇子 其实算得上是瑞王一派的 可是 他此时提出要领兵去救瑞王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小心思吗 先皇的几个皇子 大皇子早就失去了继承资格 三皇子早腰 四皇子左腿薄了 五皇子被俘 六皇子弑军叛逃 八皇子随着德飞一同失踪 眼下就只剩下了二皇子 和这位七皇子 还好端端的了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李觉的目光各异 李觉此生第一次 成为他人的目光中心 有些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但是却并没有退 反而伏地常败 儿臣与瑞王情义深厚 此次必定拼尽全力 救出瑞王兄长 如若救人不成 儿臣甘愿领罪受罚 还请母后应允 皇后看了她片刻 仿佛是信了她的决心 点头道 既如此 便由七皇子领兵吧 脱谢母后成全 儿臣必不辱命 瑞王的人看到这里便想着 七皇子好歹之前 算是瑞王这个派系的 让她去领兵 总比别的人去好吧 而且他们其实还有一层考量 就是万一瑞王最后回不来 或者就算是回来了 也失去了继位的资格 那么新军很有可能会在 二皇子和七皇子之间选择 他们到时候再战队七皇子的话 也不算亏 其他各派的人也都知道 现在朝中的形势 正在发生着巨变 他们也不敢贸然反对皇后的意思 所以决定暂时只做必上官 先看看这七皇子葫芦里头 到底卖的什么药 有些人甚至在考虑 支持七皇子登基 对己方的好处有多大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衔颇奖 第八百二十集 皇后将众人的表情都看在眼里 对七皇子道 事不宜迟 你拿着小齐营的铜符 立即出发去调兵 萧綦营的虎头铜符 一直在天成帝的手中 逃走的时候他也不忘戴在身上 还是承颜送天成帝的师身回来的时候 一起送回来的 五皇子虽然领着萧綦营去平乱 但是拿的只是天成帝给的一只手令而非铜符 平叛完了 那手令就自动作废了 是 七皇子接过内侍送来的铜符 眼睛都忍不住 眼睛都忍不住发亮 他以为皇后最多就是给个手令 没想到皇后这么大方 直接就交出了掌兵权 就在七皇子意气风发地往殿外走去的时候 皇后却突然道 然 还是那句话 国不可一日无君 对于新皇人选 诸位继续议吧 群臣都有些疑惑 他们以为皇后是想等萧綦营 把五皇子救回来之后 再议继位人选 可是皇后的意思却是 旧人归旧人 人选却必须现在就定下来吗 其实皇后的考虑不无道理 皇位继承人晚一日定下 就会多一分乱国的风险 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 群臣们都喜欢追在皇帝身后 劝立太子 怕的就是万一皇帝驾崩了 继承人未定 继而引发权力争夺 消耗国力 原本快步朝着殿外走去的七皇子 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 变得有些迟疑 皇后便问 七皇子为何停下来 难不成你还有什么顾虑 朝臣们立即回头去看七皇子 七皇子没想到向来宽厚待人 会给人留余地的皇后 会突然将矛头指向他 对上众人看过来的视线 七皇子的脸不由得烧得通红 这下他是走也不适 如果他现在走 那这个皇位八成是轮不到他了 可他若是又改了主意不去救瑞王 那岂不是将之前立下的军令状当成了儿戏 儿臣 儿臣 七皇子支支吱呜呜地却下不定决心 皇后仿佛看不到七皇子的窘迫 只是诞声问道 有何顾虑 有何顾虑 你说 七皇子急得满头是汗 眼睛往旁边一扫 对上二皇子茫然的视线 他突然扶制心灵 指着二皇子对皇后道 儿臣是想 求瑞王兄长之事事关重大 儿臣怕自己一人应付不来 想请二皇兄一道前去 二皇子没想到 自己规规矩矩地站在这儿 不争也不抢的 都会有这么一口锅砸下来 砸在他脑门上 他不由得震惊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七皇子却心下觉得 自己把二皇子拉下水 简直是太妙了 若是能把二皇子也一起带走 他便能够掌控主动权 不怕皇后和群臣 在他不在的时候 拥立二皇子 万一二皇子拒绝 他也不怕 那样就会显得二皇子没有担当 贪生怕死 远远不及他的勇敢果断 皇后看着七皇子眼中的算计 却忍不住满心失望 他刚刚那句话不过只是试探 一个人有野心 在皇后看来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 但是一个空有野心 没有与野心相匹配的魄力和度量的人 却是无论如何也承担不起这天下的重量 就如同七皇子的父皇 霍从天降的二皇子 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他慌乱地说 母后 儿臣不是不想救瑞王 而是儿臣不懂领兵打仗 到时候怕帮不了忙 反而添乱 二皇兄此言差矣 我们身为皇子 除了领兵作战之吻 还能鼓舞士气 又怎么可能帮不上忙 你若是怕 到时候一直站在我身后便是 不不不 你还是找别人与你同去吧 我不行的 群臣看着二皇子和七皇子争论 眼中闪过各自的思量 七皇子 你可有独自领兵救出瑞王的信心 七皇子故作思量 然后有些羞愧地说 儿臣虽有九成宝 但却不敢将瑞王兄长的性命 却堵纳一成的不确定 若是有二皇兄稳定后方 儿臣便有实诚的把握了 瑞王必须活着回来 既然你没有实诚把握 那便将同服交出来吧 七皇子愣住了 他妈在这手中还没有物热乎的同服 很是有些不甘心 将已经到手的兵权再交出去 但是想想 自己在这个时候独自离宫的后果 那是他更加承受不了的 七皇子目光犹疑地思量了一瞬 最后还是觉得 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稳妥 等到皇位都到手了 还怕萧綦莹不是他的 思极此 七皇子故作遗憾地说 儿臣 听从母后的安排 皇后看都没看他 只是命内侍将同服从他手中收回 然后他的视线越过人群 停留在了李玉的身上 恒阳王世子 李玉出了炼 臣在 你当日解了京城之威 本宫还未赏过你 即日起 恒阳王恢复晋王亲王之位 你仍旧还是晋王世子 群臣虽然不明白 为何皇后突然在这个时候 封赏李玉 不过李玉确实有大功 拿回个有名无实的亲王世子头衔 说实话 这赏赐跟他的功劳比起来 还是轻了 所以即便是跟他不对付的 也没有表示出异议 李玉却没有半点不满 仍然恭敬地谢恩 臣谢皇后娘娘恩典 皇后点了点头 救瑞王之事 其他人去 本宫不放心 现在本宫 命你率小旗营 去营救瑞王 你可能做到 瑞王一派的人瞪大了眼睛 让李玉去救瑞王 那瑞王还回得来吗 李玉却平静而笃定地回答 喏 瑞王一派的官员正要反对 却听见皇后严肃地说 若是救不回瑞王 本宫便治你一个谋害皇子的罪名 你还敢去吗 群臣不说话了 他们看了看李玉 又看了看皇后 若有所思 他们忍不住想 皇后这个时候派李玉去救瑞王 怕不是对李玉看重 而是忌惮吧 皇后是不是想要借机除掉李玉 至于萧綦莹的兵权 就算把同府给了她 皇后也未必没有留后手 李玉没有理会这殿中向她投来的各异的视线 萨然一笑 陈感 皇后看了她许久 看守道 好 你去吧 内侍将同府交到李玉的手中 李玉向皇后行了一礼 然后便转身朝着殿外走去 皇后的声音继续在殿中响起 穆大人 对于继位人选 你有何看法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再次被皇后引了去 只有李玉脚步不停 稳步走出了天极殿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二十一集 首府慕如松的视线 从李玉的背影上收回 看向站在殿中的二皇子和七皇子 现如今能立即继位的皇子 只有二殿下和七殿下了 二皇子的神情有些不安 对上慕如松的视线 他连忙低下了头 七皇子挺直了腰背 做出一副沉稳而淡定的表情 但是他那迅速起伏的胸膛 却暴露出他内心此刻的紧张 锐王一派的人互相对视着 在心里头迅速地衡量 锐王能不能回来还难说呢 若是改为支持七皇子 也未尝不可 七皇子的性格比锐王软 也没有能支持他的母族 到时候也只能倚仗他们这些大臣 而原本支持太子的人 则将打亮的视线 投向了二皇子 他们的所思所想 竟然跟锐王一派的人不谋而合 对于一些臣子而言 真要他们来选择君主 他们未必会喜欢母族世大 性格强势的人 外戚世大 皇帝自己也有主见 这样臣子能发挥的作用 不就少了吗 当即有人就到 挨着皇家立处 向来就是有敌力敌 无敌力整 二皇子局长 正是新帝的最佳人选 原本太子那派的部分人 也硬喝起来 臣负义 二皇子身份最合适 七皇子不由得有些交集 慌忙看向皇后和慕如松 好在这个时候 原本锐王那一派的人开口了 臣记得当初大型皇帝在世时 曾评价二殿下软弱优柔 不堪大用 可见大型皇帝从未考虑过 立二殿下为储君 倒是七殿下客气负礼 平行端方 乃是死皇的最佳人选 我怎么记得大型皇帝当初说过七殿下资质平平不累他的话 无论如何 七殿下总比二殿下要合适 这话又是偏颇了 二殿下局长 越过二殿下 而令七殿下不太颇 七殿下身份比二殿下尊贵 七殿下的生母乃是张昭仪 二殿下吗 因为有所避讳 这话没有说完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二殿下的生母 不过就是个做杂役的宫女 就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可二殿下自幼养在皇后娘娘膝下 相当于是皇后娘娘的养子 算起来 身份岂不是比七殿下还要尊贵 此言一出 众人便都去看皇后 说二皇子养在皇后膝下 这就是无稽之谈了 他要是这种身份 也许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不过不少人都知道 二皇子年幼的时候 皇后对他多有照顾 二皇子成年之后 对皇后娘娘也十分的孝顺 时常得了什么新鲜的东西 都会尽献给皇后 一颗孝心 天地可表 若是皇后娘娘有私心的话 比起七皇子 她肯定更愿意立二皇子 皇后却冷淡地开口了 二皇子与七皇子都是我的孩子 在我这里 他们的身份没有谁高谁低之分 皇后这话虽然大部分人都不太信 但是既然他都已经当众表态了 那就说明至少在明面上 七皇子和二皇子的机会是一样的 谁也别拿谁的身份说事 这个时候 慕如松开口了 臣以为如此争论下去 也争论不出个结果 不如暂且休朝 大家讨论一份 稍后再进行表态 皇后想了想 微微汗手 嗯 这样也好 那就一个时辰之后再议吧 先散朝 七皇子松了一口气 有了这个空隙 他就能暗中与一些大臣通个气 将一些立场摇摆的人 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这么想着 七皇子隐晦地瞥了一眼二皇子 看他这位二哥 还是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 心里很是有些瞧不上 他觉得 自己今日必然是胜券在握了 大臣们三三两两 走出了天极殿 都在低声交谈着 七皇子看了一眼周围 原本想要找个机会 跟穆格老说几句话 但是见到一个皇后身边的侍女 走过来 将穆格老叫走 他便也只能作罢了 好在 锐王这一派的大臣 一边往外走 一边朝七皇子这边瞄了一眼 七皇子眼睛一亮 惠意地跟了上去 李玉拿着铜服 从禁军的马厩中牵出了一匹马 带着几个东林军就要奔赴 萧綦莹 不想 才刚从宫门出来 就看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站在宫门外 看到他的人出来 那人连忙打了个手势 张嘴 无声地说了几个字 李玉的视线 从他身上一扫而过 仿佛是看见了 又仿佛没有注意到 他策马急迟而过 速度半分不减 被世子爷无情地无视了的春晓 忍不住直跺脚 心里头不由有些发慌 这下可怎么办呢 跑这么快到底看见了没有啊 万一没有看见 我回去怎么和姑娘交差啊 姑娘好不容易把这么重要的任务 交给了我 我要是办杂了 岂不是要失宠了 汉特不安的春晓没有看到 李玉的马在急迟过一段距离之后 就偏离了原本的道路 你们先去消息应传令 我稍后便到 丢下这句后 李玉的马就拐进了一条小道 将一脸懵逼的属下给甩开了 一炷香的时间后 李玉赶到了太白楼 他快步跑上二楼 熟门熟路地推开一间包房的门 一个窈窍的背影背对着他 站在窗前 仿佛已经站在那里等了许久了 李玉脚步一顿 仿佛生怕惊扰他 蒸蒸地看了一瞬 窗前的身影却察觉到了什么 回过身来 冲他奄然一笑 李玉不由自主地朝他走过去 轻声说 我怕 我回来了 贺林婉的视线 从他身上慢慢扫过 确认他没有受伤 才点了点头 很是沉稳的道 回来就 回来就好 但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玉就微微轻声 将他抱进了怀里 这个怀抱很温柔 也很克制 仅仅两个呼吸间 李玉就主动松开了 他冲着贺林婉灿然一笑 眼中倒映的全是他的身影 答应你的我没有失言 这是我手动的奖赏 对于他的先斩后奏 贺林婉一点也不生气 反而看着他纵容地笑了笑 好 李玉却敏锐地察觉到 他的眼眶有些发红 他立即收起脸上的笑意 有些慌张 怎么了 说什么事了 贺林婉不言 却学着李玉之前的样子 轻身上前将他抱住 用略带鼻音的声音 故作平淡地说 答应你的 我也没有失言 这是我手诺的奖赏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 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二十二集 一时之间 李玉又是欢喜 又是心疼 他正想顺势 搂住怀里的心上人 说几句贴心话 贺林婉已经像他之前那样 迅速地松了手 李玉的手僵了僵 有些委屈地收了回去 贺林婉没有察觉到 李玉的小情绪 他想了想 看着他倒 嗯 瑞王的事 是我先斩后奏了 我 李玉回过神 温声打断了他 婉婉 不必解释他 我知你 如你懂我 贺林婉笑了笑 将解释的话咽了下去 哦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不会生气 李玉看着他 心中温软 他们两人形式或许不同 但是他却永远都不会质疑他 因为李玉比谁都要明白 贺林婉 贺林婉如此担惊 结律所为何人 他心里唯有感动和喜欢 于是他无比坚定地回答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生气 好 贺林婉低头笑了笑 又抬头看着李玉说 你拿到了萧綦营的令牌 是 李玉将怀里的那枚虎头铜服拿了出来 递给贺林婉 他将令牌拿在手中 把玩了片刻 萧綦营不比东林军 营中各级将领都是李迅一手提拔的 忠诚度很高 你就算是有令牌 也未必能将这支军队完全掌控在手 反倒是 你深入萧綦营中 会比在别处更为危险 贺林婉说的 李玉又怎么会不明白 他汉手安抚 我知道 你放心 我会时刻保持警惕 我身边还有从东林带回来的人 贺林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突然说了一句 其实 有些东西若是不能为你所用 倒不如借机铲除 李玉沉默了 然后惩罚般地抬起手 轻轻敲了一下他的额头 担心他这一下敲疼了 又下意识地帮他揉了揉 有些无奈地道 明明你知我如我独明 为何还要说这种话来试探 是的 贺林婉很清楚 李玉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算萧綦营不为他所用 甚至会成为他的阻碍 但是既然现在被归在他的麾下 他便会尽全力保证下属的性命 将伤亡降到最低 而不会想着要去铲除异己 就如同他当初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去接管东林军 却从未想过要利用东林军杀毁京城 以内耗大周朝国力的方式来争夺皇位 他虽然有野心 但是他也有底线 比起不择手段地夺取皇位 他宁愿多走弯路去努力布局 静待时机 这么多年 李玉的身上仍然保留着 当初贺林婉初见他时的那股少年的义气 或许很多人会觉得 这样的李玉优柔寡断妇人之人 但是在历经磨难 再是为人的贺林婉看来 这些都是他身上令人心动的特质 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破坏她 只想去保护她 贺林婉摸着额头笑起来 李玉看着她 自己也忍不住仰起了嘴角 而且我有种感觉 皇后娘娘将萧綦莹交给我 并不是想要借机除掉我 反而像是 李玉琢磨着皇后的态度 一时间没有找到合适的词 贺林婉接口 反而像是考验 李玉想了想认同的点头 对 考验 贺林婉若有所思的沉饮片刻 对了 你对穆格老此人了解吗 穆如松 我之前虽与穆家来往密切 但与穆如松却稍有交集 他也会有意避免与金王府的人接触 不过 此人能在穆家受到皇帝猜忌的情况之下 还能让穆家稳稳地坐立于朝堂 他的掌舵下 穆氏这么多年 都是最顶尖的世家之一 不见没落 手段与心思 不可小觑 那你知道 他擅长领兵布阵吗 李玉出神了片刻 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我记忆中 从没有过这样的印象 你是从何处听闻的 赫灵婉便将自己从赫老太太那儿听来的那些 与李玉说了 李玉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皱着眉头倒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了一件事 哦 说来听听 我曾经看过我祖父的一些手杂 早期的手杂上 有不少祖父年少时读兵书的感悟 有几封手杂上 除了有祖父的自己 还出现了另外一人的笔记 笔记的主人会与我祖父因为意见不同而相互辩驳 能看得出此人不仅熟读兵书 对排兵布阵也很有天赋 我曾以为这些字迹是丁安侯留下的 后来我问过丁安侯 他却否认了 我当时很好奇 还追问过丁安侯知不知道那笔记的主人是谁 他当时回答说 那人是我祖父的知己遨友 已经不在了 知己好友 贺林婉这回倒是有些惊讶了 李玉微微汗手 我见丁安侯神情伤感 便以为是他与我祖父年少时的共同友人 已经逝去了 怕惹他伤怀 我便没有继续追问 可因为实在好奇 我后来还是忍不住想弄清此人是何人 本以为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毕竟能与我祖父和丁安侯同时交好 此人的身份定然也不低 可奇怪的是 我寻遍了京城各大世家 终未找出此人姓神名谁 你觉得笔记的主人竟是慕如松 只是猜测罢了 未必真是 可如果是他的话 我倒是好奇 他当年为何会弃武从文了 他的身份 我会再查证 李玉说着 看了一眼窗外 一名身穿东林军军服的将士 被掌柜的领着大步走进来 他看了看周围 与掌柜的说了一句什么 掌柜的点头离开了 那将士就安静地等在楼下的院子里 赫林婉顺着李玉的视线看过去 是等你的 李玉按手 收回视线后 有些不舍地看着他 我得走了 好 像之前一样 等我回来 赫林婉微微点头 好 李玉最后盯着他看了一眼 然后才转身离开 赫林婉站在窗前 看着李玉的身影从楼中走出 进了庭院 然后带着那位等着他的将士 一同向外走去 在快要走出赫林婉视线的时候 李玉却突然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赫林婉所在的方向 笑着对他做了个手势 然后才大步离去 赫林婉睁愣了片刻 随即就忍不住笑出了声 傻子 跟着李玉走出太白楼的将士 忍不住一边回头看 一边惊奇地问 世子 属下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您刚才对什么人表示了 誓死忠诚啊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二十三集 李玉却高高在上地说 告诉你你也不懂 将士摸了摸头 想着可能是机密之事 自己这样一个只会 五刀弄枪的粗人 确实不懂 李玉却心情很不错 反问了一句 有未婚妻了吗 啊 将士不明白 世子为何突然问起了这个 但是他忍不住满脸的开心 未婚妻倒是没有 不过属下已经成亲两年了 昨天上个月 刚给属下生了个漂亮的女娃娃 李玉嘴角的笑意略收 贴了一眼他 做过赤猴的将士 可能敏锐地察觉到了 气氛有些不对 他爽朗地笑声顿时收起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李玉已经大步朝着自己的马走去 将属下甩开了 李玉直奔萧麒盈 而宫中 一个时辰之后 皇后再次在天极殿召集了群臣 商讨立新帝之事 七皇子一脸的志德一满 胜券在握 而二皇子愁眉苦脸 时而看看群臣 时而看看皇后 时而低下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皇后开口了 想必诸位心中 对立哪位皇子为帝 都有了决断 那便用听推票选之法吧 五品以上的大臣 一人当一推 三品以上大臣 一人当两推 本宫和内阁几位大臣 一人当五推 诸位可有意义 三品以上大臣 对停推票选之法都不陌生 之前朝廷有许多不好决断 吵架也吵不出个所以然的事 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 少数人服从多数人 公平公正 这时 木如松却站出来说 臣有意义 众人都看向木阁老 心想 难道他是嫌内阁掌握的票数少了 七皇子的目光也投到木阁老身上 眼中有些担忧 他略略算了一下 刚刚皇后的安排是对他有意的 除了内阁几位大臣之外 他已经能够确定 支持自己的人 比支持二皇子的人要多 而内阁自从范允 薛元成几位阁老相继出世 后面上来的宁江伯 也称病不来上朝许久了 现如今 内阁虽然不能说是木如松一手遮天 也是他一家独大 无人能与之争锋 可是木家与太子是殷亲 会支持他的可能性不大 这时 木如松道 历来亭役 最后做决断的还是君王 屹立心底 若是绕过大型皇帝 乃是大不敬 大型皇帝已然崩始 自该由皇后娘娘 持大型皇帝实推 再加上娘娘自己的五推 娘娘当战十五推 其余的大臣文言 纷纷低声议论起来 虽然觉得给皇后这么大的决定权 对他们没有好处 但是木如松所言有理有据 他们若是提出反驳 便会被认为是对大型皇帝不敬 就连七皇子自己都不敢说 既然父皇都已经死了 就不要来掺和活人的事这种话了 虽然他心里正是这么想的 所以最后大家面面相去了许久 却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反对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便开始表决吧 木如松身为首府 理所应当地站出来 主持这次的停推票选 工人们依次进殿 给殿中的每位大臣都送上纸笔 让大臣们将自己认定的新地人选写下来 然后依次放到木如松身后的托盘上 最后再由内阁公布结果 七皇子的视线 不停地在大臣们手中的纸笔上穿梭 心中既紧张又期待 二皇子看了看身边的七皇子 一脸的心如死灰 他从来都没有肖想过上方那个位置 现在却不得不站在这儿 与七皇子竞争 之前那一个时辰里 他在犹豫再三之后去找了母后 想告诉母后自己无心地位 七皇帝要是愿意坐那个位置 就让七皇帝去吧 他不争了 可是他并没有见到皇后 皇后身边的沈嬷嬷告诉他 皇后正在与木格老议室 无法见他 二皇子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这个 一直待他都很和善的老嬷嬷 想要让他帮自己转告给母后 沈嬷嬷听完之后 却温和地问他 殿下读过史书吗 二皇子有些不明白 沈嬷嬷为何有此问 却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 读过的 那殿下应该知道 历朝历代那些与新军争过处位 最后却争败了的皇子们的下场 二皇子这下子呆住了 他当然知道 所以他从来都不争 现如今也不是他想去争 而是被人给嫁了上去 不得不争 可是七皇帝会听我讲道理吗 二皇子回顾了一下 自己读过的史书 十分悲哀地发现 极大的可能 不会 因为七皇子就算是登上了皇位 之后也会担心 这次支持他的这些人 以后会继续支持他 这可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 他只是一个傀儡 一个旗帜 可是哪怕是一个傀儡 一个旗帜 也会给新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而解决这个麻烦的唯一办法 就是除掉这个麻烦 二皇子的眼中流露出了一抹哀痛之色 沈嬷嬷怜悯地看着他 低声问 殿下想明白了 二皇子失魂落魄 忍不住喃喃道 可是那个人人想要的位置 若是归了我 我便如同身怀至宝 招摇过时的幼童 从今而后 怕是再没有暗生日子了 二皇子知道 自己没有什么本事 也没有真正属于他的势力 他连自保都很难 可若是当了皇帝 他除了要努力保住自己的性命 还要努力保住山下的皇位 否则他只会死得更惨 他真的做不到 二皇子真的很想学他的父皇 丢下一切 离开这座皇宫 可是他也没有放弃一切的勇气 于是二皇子忍不住问 嬷嬷 我该如何是好 我是不是左右都是个死啊 沈嬷嬷看着他 忍不住只叹气 虽然他也觉得二皇子 是个善良又孝顺的好孩子 但是这怂恙与那婚君如出一辙 甚至比那婚君还不如 他这样的也确实不适合当君王 而皇子若是登上皇位 这朝廷也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我家娘娘怕是又要凑碎了亲了 可若是让七皇子那样心胸狭隘的人登上皇位 那就更不行了 想到这儿 沈嬷嬷忍不住说 若是登上那个位置的人 是个心胸宽广之人 有仁义之德的 殿下就不必担心了 心胸宽广 仁义之德 二皇子将自己的几个兄弟 一一在脑中过了一遍 然后绝望地发现 完了 必死无疑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莱莱领衔颇颇奖 第八百二十四集 现在 二皇子就站在殿中 绝望地等着一个左右都是死的结果 终于 群臣们都交出了自己的纸条 等着内阁几位大臣当庭祭出结果 在此过程中 天极殿中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结果 好在大周朝的常参观 也就是每日都要上朝的官员 官接在无品以上的不过百余人 内阁大臣们的效率也极快 不到半个时辰 就将众臣的票选统计完毕 慕如松将写在一张纸上的最终结果 呈给了皇后 所有人的视线都停留在皇后手中的那张纸上 皇后接过之后 垂眸看了一眼结果 然后竟然看向了七皇子 此时 有提前看到结果的官员 正喜形余色地朝着七皇子打首饰 七皇子不由得欣喜若狂 转过头满脸期待地看向皇后 等待着他宣布结果 皇后一脸平静地宣布了结果 七皇子比二皇子多了整整十六票 支持七皇子的人相视一笑 松了一口气 七皇子更是不再掩饰自己眼中的快意和野心 他看了一眼二皇子 正打算说一句安慰的话 做出一副胸有地功的样子 慕如松却是开口了 皇后娘娘手中还有十五推 皇后微微汗手 殿中疏然一静 七皇子的心已经快跳到嗓子眼了 她又立即反应过来 皇后的手中只有十五票 她就算是选了二皇子 二皇子也还是比她少一票 这么一想 七皇子那颗七上八下的心又好好地落回了原地 既然已经尘埃落定 那皇后自该将票投给七皇子 这样对谁都好 就在七皇子也 这样认为这样认为的时候 皇后却道 本宫选二皇子 群尘虽然觉得意外 但是也没有表现出来 皇后或认为七皇子 让他面上好看 七皇子的脸上却露出了明显的不悦 觉得皇后这样做是故意给自己眉脸 不过好在皇位已经到了他手中 皇后的态度此时已经不重要了 他以后自会为他今日的选择后悔莫及 七皇子在心里头冷笑 可是紧接着慕如松的话 却让他面色大变 慕如松从怀里头拿出了一张纸条 臣的推票也还在手中 臣也主义二殿下 满殿哗然 慕如松手中可是有五票的 他选了二皇子 等于是彻底颠覆了之前的票选结果 七皇子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只觉得头脑中有什么在嗡嗡作响 他身体发虚 双腿发软 周围的人在说什么 他也听不清了 只听扑通一声 众人惊愕地转头 发现七皇子竟然受不住打击 当店昏倒了 七皇帝 站得离七皇子最近的二皇子 最先反迎过来 弯腰去扶他 皇后叹了一口气 吩咐内侍将七皇子搀扶出去 请个太医来看看 就这样 七皇子被几个内侍搀扶着离开了 既然结果已定 明日新帝就登基吧 特殊时期 一切从简 群臣中虽然有不少大臣 对这个结果不甚满意 但是目已成舟 而且七皇子还因昏倒被抬走 他们一时也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跟着众人一起应诺 接着 皇后宣布退朝 皇后之后还要召集礼部的官员 和几个大臣一起 商议明日新帝的登基事宜 尽管时间紧迫 一切礼仪都得从简 但是也有一些仪式是需要完成的 二皇子脸上 没有半分即将成为天下之主的喜悦 他搭了着脑袋就被皇后带走了 等到周围没有了旁人 二皇子忍不住捏辱着说 母后 儿臣不行的 他也觉得 向来温柔的母后 定然会安慰鼓励他一番 却不想 皇后一脸平静 本宫知道 原本都已经准备好措辞 要反驳一下皇后的二皇子 恶然抬起头来 啊 皇后看着他 叹了一口气 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二皇子还想再问 怎么走一步看一步 可是皇后已经镜子往前走了 她只能蔫巴巴地跟上 宫里因为新帝即将登基的事忙成了一团 宫外也并没有安生 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消息 说 晋王世子已经带人追上了赵氏逆贼 赵氏逆贼以锐王作为威胁 逼迫 晋王世子退兵 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哪知 晋王世子 却半点都没把锐王的小命放在眼里 对着赵氏逆贼穷追不舍 逆贼首领赵三爷一气之下 命人一刀削去了锐王的头发 说是 晋王世子要是还不退兵 一个时辰之后 他就砍了锐王的一只胳膊 胳膊砍完再砍腿 最后没得砍了 就砍脑袋了 锐王府的女眷得到消息 哭着跑进宫来 来找皇后做主 求皇后召回晋王世子 另外派人去跟赵氏的人谈条件 将锐王救回来 皇后摆盲指中抽出空 来接见锐王妃 听了她哭哭啼啼的请求之后 既温和又不容质疑地说 朝廷不可能与逆贼谈任何条件 锐王妃先回府吧 锐王世子会将锐王救回来的 皇后说完就欲起身离开 一直站在锐王妃身边的一位年轻的妇人 却冲了出来 呼通一声跪在皇后面前 挡住她的去路 那妇人抱着皇后的腿 泪流满面悲泣地喊道 娘娘 求求您救救我们王爷吧 现在除了娘娘 没有人会救她了 放肆 沈嬷嬷立即上前 想将这妇人拉开 这妇人却死也不肯松手 仿佛手中抓紧的 不是皇后的裙脚 而是这世上 唯一的救命稻草 锐王妃装饰也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喝止 徐淑妃 不可对娘娘无礼 徐爱元却毫不理会 她抬起头 祈求地看向皇后 眼中满是眼泪和绝望 竟然比正经的锐王妃 还要情真意切 徐爱元嫁进五皇子府的时候 只是一个侍妾 之后她为五皇子产下了一女 是五皇子内院之中 唯一有声誉的 五皇子被封为锐王之后 为她请封了庶妃 皇后对上徐爱元的目光愣了愣 对气势汹汹 要揪住徐爱元头发 将人扯开的沈嬷嬷摆了摆手 放缓了语气 本宫已经派了人去救锐王 锐王会回来的 徐爱元却摇了摇头 悲声道 他们谁都不会真心救王爷的 他们都恨不得王爷死 只有娘娘能救我们王爷 皇后怜惜她对锐王的一片痴心 耐着性子道 本宫又不会带兵 如何去救人呢 徐爱元却定定地看着皇后 眼中闪着奇异的光亮 她用笃定的声音道 娘娘将和灵纹 赐给我们王爷吧 他有奉命在身 当初那和尚说了 奉命逐运 能祝福徐青云直上 只要他进了我们王府 王爷必能得以周全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来 领弦颇奖 第八百二十五集 皇后听了徐爱元的话 争愣片刻 回过神来之后 她示意沈嬷嬷先将徐爱元拉开 沈嬷嬷早就在一旁虎视眈眈了 得了指令立即带着侍女上前 将徐爱元一把扯开 徐爱元虽然被人强行地给拉开 但是一双眼睛却仍然祈求地盯着皇后 皇后娘娘 皇后的目光却淡了下来 她没有再看徐爱元 转头对瑞王妃说 你先回去吧 安心等瑞王回来 这位徐树飞脑子有些不清醒 本宫将她留在宫中休息 等瑞王回来了 再送回府去 瑞王妃不敢不从 低头行礼 是 徐树飞脑子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 瑞王妃是个清醒的聪明人 对吗 瑞王妃抬头小心地看了皇后一眼 明白了她的意思 连忙道 是 母后 儿臣绝不会将徐树飞的风言风语传出去 你下去吧 瑞王妃看了徐爱元一眼 连忙告退了 现在德妃娘娘失踪 五皇子也生死未卜 后宫乃至朝廷 都得听皇后的 瑞王妃可不敢在这个时候 跟皇后对着干 瑞王妃指着徐爱元 吩咐道 带她去片殿 好好看住了 这时候了 别出乱子 是 沈嬷嬷也知道 徐爱元刚刚那些话 若是被有心人听见了 将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连忙亲自带着人去安置徐爱元 偏偏徐爱元一心只惦记着五皇子 眼见着走投无路 他便不管不顾了 临出殿门了 他回头大声地喊 娘娘 和灵王有奉命在身 千万不能让他嫁给狼子野心的金王十子 求您将他送来我们瑞王府吧 我们殿下先来敬祝娘娘 求娘娘救救他 沈嬷嬷连忙拿出一块帕子 将他的嘴堵上 赤马道 闭嘴 徐爱元却还要挣扎 试图开口说话 沈嬷嬷凑到他耳边 低声说 你若是想要瑞王再也回不来 就继续闹下去 徐爱元立即停止了挣扎 惊恐地看着沈嬷嬷 沈嬷嬷懒得跟着蠢妇多说 带着人将她关进了后侧殿 却仍旧堵着嘴绑在床上 徐爱元见沈嬷嬷将她绑好之后就要离开 又开始挣扎起来 还拿自己的头去撞床柱子 一副疯磨了的样子 沈嬷嬷先将侍女都遣走 然后才转身对徐爱元冷冷地说 晋王世子正带兵去救瑞王 你却在这个时候帮瑞王夺他的未婚妻 夺妻之恨不共戴天 你就不怕晋王世子 趁机结果了瑞王 我看你不是爱瑞王 而是恨不得他去死才对 徐爱元疯狂地摇头泪如雨下 他只是觉得 晋王世子和贺林婉的婚约 不过就是当初陛下乱点鸳鸯谱 晋王世子未必是真心喜欢这个皇帝硬塞给他的未婚妻 而贺林婉当初在东陵的普华寺 亲口承认过 他所求甚多 婚姻对他而言不过只是附属之物 如果瑞王能够平安回来 甚至登上皇位 那贺林婉嫁给瑞王之后 不是也能得到他所求的吗 这对贺林婉来说并不亏啊 收起你的小心思 好好在这里待着 瑞王自会平安回来 否则就说不准了 沈嬷嬷说完这句话 便转身离开 去向皇后赴命 皇后站在窗边 疲惫地揉着眉心 听到脚步声回头看去 安置好了 堵了嘴 让人守着呢 沈嬷嬷走到皇后身边 想了想 还是低声问道 刚刚徐树飞说的话 什么命数不命数的 本宫从来不信这些 唉 娘娘不信 可架不住其他人信呀 尤其是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现在又正是全力交替之时 就怕有人会打贺家姑娘的主意 沈嬷嬷嬷嬷嬷嬷打心里 替晋王世子觉得不值 连看着满朝闻武就一个 晋王世子顶用 竟还有人打他未婚妻的主意 晋王世子真不容易啊 皇后沉默了一瞬 也跟着一探 吩咐沈嬷嬷道 派人去一趟贺府 就说本宫与贺灵婉十分投缘 想接他进宫来住上两日 如此也好 将贺家姑娘放在娘娘眼皮子底下看着 看谁还敢打主意 沈嬷嬷立即派工人 带着一队禁军去贺家接人 以往这种事是用不上禁军的 但是现在新帝还未登基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沈嬷嬷十分的谨慎 贺灵婉得知皇后这个时候派人来接他进宫 还有些惊讶 不过来人带着盖有皇后之印的意志 而且随行而来的禁军当中有成言 贺灵婉想了想 还是决定进宫 祖母温氏也很是惊讶 二皇子将要登基之时 已经众所周知 温氏想起当初二皇子对贺灵婉念念不忘 心里有些怀疑 是不是二皇子想要借机立贺灵婉为后 才拖请皇后将他传进宫的 温氏也不知孙女辞去 是福还是祸 只能低声叮嘱 你自己小心 待在皇后身边 不要远离 嗯 知道了 祖母放心 贺灵婉拜别了温氏后 就跟着宫里头来的人走了 成言的身上还带着伤 索性都是些皮肉伤 对于天成帝被杀之事 皇后不知道是不是还没忙过来 暂时没有要追究成言这些禁军责任的意思 现在禁军又缺人手 所以武功高又忠心耿耿的成言 仍旧留在宫中当着差 贺灵婉看到成言的时候 他脸上尚有一道伤口 当着众人的面 成言没有对贺灵婉说什么 只是在贺灵婉将要上马车的时候 他趁着人不注意 丢了一个纸团进来 跟随贺灵婉进宫的春晓 连忙捡起纸团递了过去 瑞王府女眷进宫的时候 待人在殿外守卫的正是成言 他耳聪慕名 听见了徐爱元嚷嚷出来的那些话 皇后接见瑞王府女眷 并不是什么隐秘之事 当时并没有刻意地禀退左右 所以听到徐爱元嚷嚷的人 想必也不止成言一个 虽然事后沈嬷嬷特意叮嘱过在场之人 不可将那些话乱传 但是之前那些年 皇后的权力旁落 宫中如今又正是混乱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 这些话最后会不会传出去 又会传到哪些人的耳朵里 不过成言以为 贺姑娘进了宫 跟在皇后身边 有她在旁护卫 或许会比待在贺府更加的安全 不管别人信不信什么奉命 成言是信了 她誓死要帮她家世子 保护好未婚妻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二十六集 贺林晚到达皇宫的时候 宫门前还有不少临时征召的民夫 在修补宫门 那日赵氏军攻打皇宫 将这座宫门损毁得很厉害 明日新帝即将登基 这门得在及时之前修补好了才行 因为宫门前人员混杂 贺林晚的马车往宫里头走了一小段路才停下 然后换上了轿子 这座皇宫 贺林晚已经进来了无数次 但是这一次 他突然有了些不同以往的感受 这让他忍不住 回头望了一眼宫门的方向 成岩立即警惕地跟着他回头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不由得问道 贺姑娘 怎么了 贺林晚笑着摇了摇头 啊 没事 到达凤许宫的时候 沈嬷嬷笑着迎了出来 贺姑娘 皇后娘娘正与穆大人他们议事 这会儿不骗见姑娘 姑娘随奴婢来吧 有劳嬷嬷了 沈嬷嬷暗中观察了一番 发现这位贺姑娘突然被招进宫来 既不慌乱也不好奇 自己无论与她聊什么 她都言语得体 而且半句都不打探 皇后为什么要在此时叫她进宫 她身上仿佛有一种泰山崩于前 而不改色的气度 沈嬷嬷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难怪那和尚在那么多的闺秀中 独独点出了她有奉命 不管那和尚是真灵还是装神弄鬼 眼力还是有的 沈嬷嬷这几十年 也算是阅人无数 形形色色的人她都打过交道 这位贺姑娘 还真算得上是人中龙凤了 沈嬷嬷把贺琳婉带到奉许宫 招呼宫女上了茶点 正打算在与她聊几句的时候 便有宫女进来找她回话 嬷嬷有事尽管去忙 我在这里等着便是 身为皇后身边的管事嬷嬷 沈嬷嬷今日确实有不少事情要操心 见外头又有几个宫人进来 她只能到 那贺姑娘在这儿坐会儿 若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侍女 金礼 你在这里伺候贺姑娘 说吧 沈嬷嬷招手叫来了一个宫女 自己匆匆去处理宫物了 贺琳婉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正在想事情 外头就匆匆走进来了一个人 她抬头一看 不由笑了 起身行礼 贺琳婉 给殿下请安 二皇子这才看到坐在殿中的贺琳婉 她立即就像是受了惊吓一般 挺下脚步 甚至还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半步 二皇子也说不清楚 自己为什么每次见到这女子 就心里头发怵 她尴尬地笑了笑 贺 贺姑娘 你怎会在此 贺琳婉倒是神色如常 皇后娘娘派人接我进宫的 我也不知是为了何事 啊 这样啊 母后这会儿还在御书房 那你继续在这里等母后吧 我 我先走了 说完 二皇子转身就要走 贺琳婉不慌不忙地冲着她的背影 行了一礼 恭送殿下 经理好奇地看向贺琳婉 谁知贺琳婉刚坐下没一会儿 刚刚离开的二皇子 不知为什么又一脸愁愁地回来了 贺琳婉便再次站起了身 殿下怎么又回来了 二皇子犹豫了一瞬 还是走到他面前 开口之前 他先看了经理一眼 一声吩咐道 你去店外守着 我有几句话要由贺姑娘讲 经理知道 二皇子明日就是新军了 他不敢违令 行了一礼后就退到了店外 顺便将店中另外几个当职的工人 也一并叫走了 二皇子对贺琳婉 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然后他环顾四周 找了一个与他携对着的座位坐下 两人之间起码隔了有五六步的距离 二皇子坐下之后 正打算开口 却发现离得太远 不太好说话 只能起身 又坐回到贺琳婉身边的位置 贺琳婉能够很明显地看出 二皇子此刻的不安与焦躁 他主动出声询问 殿下 可是有什么为难之事 二皇子悠悠一叹 抬起眼来 不 我没有为难之事 我有要命之事 我知道贺姑娘向来鬼 阻止多谋 所以想来请教请教姑娘 殿下请说 只要能够帮到殿下的 我一定会帮 也许是曾经与他有过一同算计的经历 二皇子开口便没有犹豫 立即将自己的担忧 和盘拖出 贺琳婉静静地听他说完 低声问他 殿下 当真不愿做那个位置 二皇子低声难难 我愿不愿意并不重要 因为我根本无从选择 不当这个皇帝只有死路一条 当了这个皇帝 可能最后也难逃一死 贺琳婉 想了想 问道 殿下信不信我 二皇子抬起眼 犹豫了一瞬 勉强道 信的吧 贺琳婉不由得笑了 二皇子见他笑起来 有些不好意思 信的 你毕竟没有害过我 还帮过我 我并没有帮过殿下 我只是在帮我自己 殿下 上一次我们合作 不过是利益一致 各取所需 这个二皇子倒是无言以对 那到底是让他信 还是不信呢 那我们再合作一次怎么样 这次还是各取所需 怎么合作 二皇子终于带了点好奇 贺林婉用极低的声音对他道 殿下 你放弃皇位 我保你平安顺遂 二皇子怀疑自己听错了 又仔细地回想了一遍 发现贺林婉说的确实是这一句 他不由得问道 那你呢 你要什么 贺林婉笑了笑 看了他一眼 低声说 殿下不要什么 我就要什么 二皇子又仔细想了想他这话里头的意思 震惊地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 你 你想用 怎么样 要合作吗 这下子 二皇子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反正 反正如你所言 你左右都是死 不如 再信我一回 二皇子是真的觉得 贺林婉是在跟他开玩笑 但是看他那副神情又不像 他思来想去 觉得贺林婉说的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不如再信他一回 不过事关自己的性命 二皇子留了一个心眼 对他道 好 我信你 不过你要做什么 你得自己去做 我帮不了你什么忙的 如果最后你失败了 也不要牵连我 我 我是不会认的 好 殿下 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只要好好的坐在那等着就成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念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衔颇奖奖 第八百二十七集 二皇子放了心 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用做 这买卖肯定是稳赚不赔 许久没有效果的二皇子 对贺林婉露出了一个笑容 一言为定 那我就等着姑娘的好消息了 贺林婉也回之一笑 这个时候 殿外传来了工人的对话声 似乎是少府间来人了 找二皇子 是明日的礼服 二皇子站起身来 那我先走了 你千万别忘了正事 贺林婉婉婉儿 二皇子往外走了两步 贺林婉又叫住了他 殿下 还有事 二皇子停步回头 贺林婉笑着叮嘱他 今日早点休息 小心火烛 二皇子以为 他是怕自己明日累着 所以才交代自己早点休息的 知道了 你也早点休息 二皇子听到外头有人在催了 便冲着他摆了摆手 快步走了 贺林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不由轻叹了一声 之后 他便一直独坐在殿中 沈嬷嬷回来过一次 没与他说过两句话 就又被人给叫走了 可能是因为明日新帝要登基的原因 宫里头的人都很是忙碌 凤许宫的宫人们也来来去去 脚步匆匆 唯有贺林婉一个人静坐在殿中 无所事事 也有人十分的好奇 这时候坐在皇后殿中的贺林婉 有不少或明或暗的视线朝着他打量 贺林婉也随着他们打量 直到快要傍晚的时候 皇后才从外面回来 贺林婉连忙起身行礼 皇后看到他似乎才想起来 冲着他温和地笑了笑 等了许久了 贺林婉摇了摇头 正想要开口说话 沈嬷嬷从外头进来 贺姑娘已经在这里坐了几个时辰了 那便起来走走 本宫这里没有那么多规矩 你不必拘谨 是 沈嬷嬷带着宫女 去礼间给皇后尽手更衣 皇后换了一身轻便的长服出来 头面与首饰也去了大半 整个人都变得清爽了许多 只是他面上还是带着很深的疲惫 皇后见到贺林婉 真的在殿中来回地走动 不由笑了 冲他招了招手 本宫忙了一日了 有些饿了 来 陪本宫吃点东西吧 是 贺林婉走到皇后的身边 扶住她的手 皇后看了她一眼 又笑了笑 桌上已经布好了饭菜 皇后再上手做了 贺林婉站到她身边 想伺候她用膳 皇后却指了指自己下手的座位 你坐 本宫今日有些饿了 想自己好好吃饭 不想让人伺候 贺林婉便一眼坐到她下手的位置上 皇后果然是饿了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买头吃饭 吃完了一碗米饭 不等沈嬷嬷来盛 自己就又给自己盛了一碗 继续埋头吃 贺林婉便也认认真真地低头 开始吃饭 也许是见皇后的胃口好 她也吃了不少 皇后吃了许久 才放下筷子 贺林婉便也跟着 放下碗筷 吃饱了 贺林婉笑着汗手 嗯 平日在家只能吃一碗饭的 到了娘娘这儿 倒是吃了两碗 沈嬷嬷在一旁忍不住笑 心里对这个 在皇后面前大方得体 还很能吃的贺姑娘 又高看了几分 年纪轻轻的 就该多吃点 能吃是福气 工人上前来 伺候贺林婉和皇后 竖口尽手 沈嬷嬷指挥人 将桌子撤下 皇后看了看外头的天色 说道 趁着日头还未落 去外头走走吧 正好消消失 贺林婉欣然应允 是 她依旧搀扶着皇后的手臂 沈嬷嬷带了两个侍女 跟在后头 一行人不紧不慢地 从凤许宫出来 沿着宫道 慢慢地走着 皇后似乎很享受 这种饭后闲事的时候 从凤许宫出来后 眉眼中的倦意 都散去了不少 走了眉一会儿 皇后突然问道 你 信命吗 回娘娘 不信 哦 皇后扭过头看向她 好的也不信 都说命运无常 今日信了好的 明日是不是就得信不好的 这好端端的 自己的命运仿佛被捏在了算命的手中 都由不得自己了 与其去信那些玄之又玄的命理之说 还不如信自己 你倒是通透 可惜这世上之人 大多看不透 作茧自负 都是自己选的 不悔就好 皇后沉默了一瞬 又问她 我记得当初 二皇子曾求娶过你 当初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 如果今日本宫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你愿意与晋王世子解除婚约 嫁给二皇子吗 贺林丸脚步一顿 似乎有些惊讶 皇后也停下脚步 看着她 仿佛在等着她的回答 贺林丸却十分意外地 问了一句 娘娘 为何 本宫刚才说了 你是个通透的 可是人却不如你这般通透 你有奉命在身之事 今后若是传扬了出去 对你和对李玉来说 都是麻烦 既然如此 不如让这传言成真 你嫁给下一圣皇帝 对你 对晋王世子 对二皇子 都是好事 贺林丸低头想了一会儿 娘娘 您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皇后有些争愣 也有些新奇 自然是想听真话 难道还有爱听假话的 处于上尝尔卫之人 那多都爱听假话呀 哪怕他们明知说话之人所言 并非真心实意 他们也并不在意 因为上尉者 只想听到 是 这一个回答 皇后听明白了她的意思 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本宫 要听真话 娘娘爱听真话 是因为娘娘不喜欢 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 娘娘是个好人 皇后有些哭笑不得 行了 本宫答应 今日无论你说了什么 都不怪罪你 别给本宫灌迷汤了 贺灵婉笑了笑 她又想了一会儿 问道 娘娘觉得 晋王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会因为嫌弃未婚妻 会给她带来麻烦 而让她另嫁吗 皇后自然是知道 李玉是个什么样的人 李玉与当年的晋王很像 不管她外表表现得如何 她的骨头都是硬的 宁折不屈 所以皇后沉默了 贺灵婉又道 只要晋王世子不嫌我麻烦 我就不怕给她添麻烦 至于二殿下 殿下向来有君子之风 想必她也不愿意 抢别人的未婚妻吧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衔颇奖 第八百二十八集 说话间 他们竟然走到了万寿宫 万寿宫是老太后 曾经住过的宫殿 老太后先世之后 这里便空置了下来 经过上次的修整 万寿宫 竟然是这附近几座宫殿中最新的 皇后在万寿宫门前止住了步子 她看着万寿宫的宫门 怅然地说 当年 在万寿宫 老太后告诉我 她决定立我为后 这样才能护住王家 其实以老太后的为人 我若是说不愿 她也不会强迫我半分 可是我没有对她说不 老太后临终时 拉着我的手说 觉得对不住我 其实她哪里有对不住我啊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选的 不怪任何人 沈嬷嬷 见皇后竟然在贺林婉面前 说起了这些 连忙上来轻声提醒 娘娘 皇后却摆了摆手 不过是邪陈年旧事罢了 没有什么不可说的 她看向贺林婉 问她 所以 你选好了吗 贺林婉 把门打开 皇后说完 转向贺林婉道 老太后若是还在 应该会很喜欢你的 沈嬷嬷带人上前 将万寿宫的宫门打开 她身上竟然随身 带着万寿宫的宫门钥匙 贺林婉扶着皇后 走进了万寿宫里 万寿宫中一个人都没有 十分的清冷 但是能够看出来 是有好好打理过的 院子里的一草一木 都显得生机勃勃 皇后带着她走进了主殿 殿中正北的方位 有一个供桌 供桌后挂着一幅画像 画像上画着一个满头银丝 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老太太面色微黑 笑起来是瞇着眼 还露着牙花子 看着十分的朴实 与高门大户所崇尚的端庄优雅 毫不相干 若不是她头上 带着太后的凤冠 很难让人将她 与太后之尊联系到一起 皇后仰头 看了一会儿那幅画像 转头问她 你瞧着这幅画像 有没有觉得眼熟 贺灵婉有些意外 按理说 她应该是没有见过老太后的 为何皇后会觉得 她会看着眼熟呢 皇后走上前几步 朝着她招了招手 你上前一些 再仔细看看 贺灵婉依言上前来 仔细打量着那幅画 看着看着 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丝熟悉的感觉 不过这熟悉感 并不是来自画上之人 而是这幅画的画迹 你看出来什么没有 贺灵婉沉默了一瞬 才到 这幅画 莫非是出自晋王世子之手 是啊 这幅画是老太后九十岁寿臣的时候 晋王世子送给她的寿礼 那时晋王世子才九岁 太后生前最喜欢这幅画了 曾交代过 当她离世过后 就把此画挂在寿仙宫中 好供儿孙们祭拜 贺灵婉看了一眼这幅画 却发现画被保存得很好 不像是常年挂在外头的样子 皇后笑了笑 看着那画像道 大型皇帝不喜欢这幅画 觉得它不够庄严 没有皇家忌妒 让人换成了宫中画师 为太后画的那幅 而这幅画 便被我收了起来 前两日 才又重新找出来 贺灵婉盯着那幅画 看了一会儿 若有所思 沈嬷嬷将三柱香 递给了皇后 皇后接过 在竹台上点燃 然后跪在了香岸前的蒲团上 她举着手中的香 闭了一会儿眼睛 嘴唇微动 似乎在心里念着什么 睁开眼之后 她恭恭敬敬地 磕了三个头 皇后起身插好香之后 对贺灵婉道 你也过来 给老太后磕个头吧 在心里念着她 叫她保佑你 顺心如意 贺灵婉 接过沈嬷嬷递过来的香 也学着皇后的样子点燃 跪在蒲团上 给老太后磕头 她沉默着磕完了头 觉得自己在李家的祖宗面前 应该是得不到什么保佑的 但是在其身的时候 她还是在心里默念 请您保佑李玉 贺灵婉站起身 将香插进了香炉里 可是当那三炷香 刚刚插入香炉 原本好端端挂在墙上的画像 竟然掉了下来 砸在了香岸上 将香炉里的香火都砸倒了 贺灵婉差点被那幅画 给砸个正着 好在她反应快 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见到那画像 碰到正在燃着的香 她怕画像被毁坏 又赶紧上前 将画像拿了起来 拍了拍上面粘到的香灰 她端起来 仔细检查了一遍 好在画像并没有被烧坏 皇后与沈嬷嬷也吓了一跳 这怎么掉了呢 皇后也赶紧过来 拿过贺灵婉手中的画像 仔细看了看 发现还是好的 她松了一口气 贺灵婉赶忙低头 娘娘恕罪 皇后有些无奈地道 你不过是上个香罢了 有什么罪可恕 贺灵婉看着皇后手中的画像 却想着 是不是老太后在天有灵 不满意的 才会如此地暗示呢 她原本是不信鬼神的 可是她自身的情况 皇后 皇后似乎看出来了她的想法 想了想 却还是道 我猜 老太后应该是很喜欢你 所以才让画像掉落的 贺灵婉听到她这么说 居然争住了 禁王世子少时 曾对老太后许诺 等她长大后 成家立业 便将老太后 接去凤养 太后当时听了 高兴极了 说以后 要帮她相看媳妇 挑一个和自己演员的 刚才你给老太后磕头 在心中念着她 老太后在天有灵 肯定是感应到了 这才会给下暗示 皇后低头 将画像卷好 摩梭了一会儿 才递到贺灵婉的手中 郑重地说 享受自己最喜爱的孩子的供奉 是老太后临终前的心愿 这画像 本宫就交给你了 贺灵婉惊讶地抬头看去 带到她看清楚 皇后眼中的认真和期许 才低下头 接过了那幅画像 是 娘娘 我与晋王世子 会好好供奉老祖宗的 皇后笑着叮嘱 记得供奉的时候 一定要念着老太后啊 她会知道的 是 皇后又对沈嬷嬷道 天色晚了 回去吧 贺灵婉跟着皇后 从万寿宫中出来 回到了凤许宫 沈嬷嬷将她带到了凤许宫中 离主殿 最近的一座偏殿 贺姑娘 今日就在这里歇着吧 外头会有人指手 你可以换他们进去伺候 贺灵婉 冲着沈嬷嬷微笑汗手 多谢嬷嬷了 沈嬷嬷笑了笑 转身离开 贺灵婉 却拒绝了宫人的伺候 只带了春晓回屋 待坐到榻上 她低头看着手中的画卷 陷入了沉思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来 领衔播讲 第八百二十九集 贺灵婉将画卷展开 细细地观察了那幅画许久 就在春晓以为 她想把那画给拆了的时候 只见到她又仔细地将画卷了起来 藏到了枕头底下 贺灵婉抬起头 吩咐春晓道 春晓 你出去一趟 告诉成岩成统领 二皇子那边 恐怕会有变故 让他亲自带着人去保护二皇子 我这里 他暂时不用管 春晓听到这话 震惊地瞪圆了眼睛 不过他知道 二皇子明日是要登基的 明白这件事的严重后果 他点了点头 立刻就出去了 过了一刻钟左右 春晓便回来了 姑娘 我已经交代成统领了 就是这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还喜欢洛里巴缩的 万东万西的 那他去了吗 去了 奴婢威胁他说 如果不听话 就告诉他家的主子 尽管贺林晚这会儿心里念着许多事儿 也不由得被他逗笑了 他指了指桌上那几盘精致的糕点 啊 去把那些点心都吃了 春晓眼睛就是一亮 他虽然陪着大姑娘进过几次宫 但是却从来没有尝过宫里头的点心 早就在心里缠了好久了 啊 谢姑娘赏 春晓以为 这是主子给自己办事的奖赏 喜滋滋地跑去桌边吃点心去了 贺林晚静静地坐在榻上 盯着屋角的沙漏 半个时辰之后 就在宫门即将要关闭时 有人急急忙忙地跑进了凤许宫 进入皇后所在的正殿 吃饱喝足的春晓 此时正在外头与当值的宫女套近乎 听到宫女们私下的议论声 她急急忙忙地跑回屋子 一进屋 她就着急忙慌地向贺林晚禀报 自己刚刚在外头听到的消息 姑娘 听说德飞娘娘找到了 哦 德飞 她回宫了 贺林晚是真的有些意外 春晓却摇了摇头 听说 德飞是被南洋公主找回来的 好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有一些神志不清了 现在还在公主府呢 南洋公主进宫来了 说是有事情要禀报皇后娘娘 应该就是要禀报德飞娘娘的事情吧 南洋公主吗 贺林晚沉吟了一会儿 春晓说话的这会儿功夫 外头又响起了一行人匆匆忙忙的脚步声 隐约能听见宫人口呼 公主 还有剑礼的声音 是南洋公主来了 春晓忍不住问 姑娘 德飞娘娘怎么会出现在宫外啊 还有 她遇到了什么事情 竟然神志不清了 贺林晚只是淡淡地道 不知道 连自家姑娘都不知道的事 春晓觉得 自己更想知道了 春晓真的很想去凤许宫正殿 听听南洋公主这会儿 与皇后娘娘在说些什么 可惜以她的身份 她也只能想想 可是谁知过了一会儿 竟然有宫人在外头道 贺姑娘 皇后娘娘请姑娘去正殿 贺林晚看了春晓一眼 春晓赶紧回话 我家姑娘这就去 贺林晚抚了抚裙摆 站起身来 春晓这才发现 自家姑娘还穿着之前的衣裳 从外衫到发丝都没有乱 贺林晚出了偏殿 去往正殿 正殿中 皇后坐在上方的榻上 她的左手边 坐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妇人 正是天成帝的长女 许久没露面的南洋公主 公主的语气不冷不热的 本想把她直接送进宫来 可她一直说着胡话 一会儿说自己是当朝皇后 一会儿又喊着父皇的名字 我便让她先留在公主府了 皇后倒是很温和 今日有些晚了 本宫明日派人去接得飞回宫 南洋公主随意地点点头 转头看到进店来的贺林晚 哦 这就是那位皇后特意接进宫来的 贺家姑娘吧 是她 你不是说想看看吗 贺林晚向皇后和南洋公主行礼 皇后让她起身 指了指自己右手边的一个袖墩 来这儿坐 贺林晚一眼坐下 南洋公主的视线 在她身上打量了一个来回 笑了笑 瞧着倒是不错 是个好苗子 看完了人 南洋公主便也不怎么关注贺林晚了 她今日的态度虽然不冷不热的 但是却比平日与皇后针锋相对的时候要好多了 甚至还主动问起了 大行皇帝陵墓修建的事 皇后也没有记恨她以前对自己不敬的事 语气平和地跟她聊着 正当南洋公主与皇后聊到二皇子明日登基的流程时 外面突然有人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皇后 皇后皱眉看向殿外 沈嬷嬷外头发生何事了 不多会儿 沈嬷嬷匆匆跑了进来 强自镇定的禀报 娘娘 有人蹊跷流血 倒在了侧殿外 怎么回事 那倒下的是何人 沈嬷嬷看了一眼南洋公主 是随着公主进宫的那位侍女 方才说要去茅厕 最后不知为何会倒在侧殿 南洋公主的脸色就是一变 站起身匆匆往外走 什么 我去看看 本宫也去瞧瞧 赫嬷婉在皇后起身的时候 也跟着起身 这会儿便上前扶住了皇后 皇后想起了什么 看向赫嬷婉 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几人一起走出了正殿 侧殿之外 已经围了一圈的人 被围在中间的 正是南洋公主那位 满脸是血倒在地上的侍女 让开 南洋公主急忙跑了去 看清楚地上的人之后 蹲下身去查看她的情况 秋燕 秋燕你醒醒 她还有气 快去叫太医 与皇后一起出来的沈嬷嬷 连忙道 已经派人去了 南洋公主仿佛 与自己那侍女感情颇深 见她衣襟有些凌乱 还伸手去帮她整理筋口 可是她刚碰到侍女的衣襟 就有一只鲜鲜素手 从旁边伸了过来 一把握住她的手腕 南洋公主猛然回头 看到阻止自己的竟然是方才那位沉默寡言的赫家姑娘 放肆 还不放手 南洋公主想将赫灵婉的手挥开 赫灵婉却先一步放开了手 只是微笑道 公主 最好别碰 小心中毒 南洋公主压抑地看了她一眼 又去查看地上的侍女 你怎么知道她中毒了 赫灵婉走过去 与南洋公主一起蹲在那侍女的身边 她刚刚还阻止南洋公主去碰触那侍女 自己却没有顾忌地拉开那侍女的衣巾 将她藏在衣巾内的卷轴 拿了出来 赫灵婉诞声道 因为毒是我下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集 南洋公主闻言又惊又怒 你竟敢在宫里谋害人命 谁给你的胆子 赫灵婉拿起那卷轴起身 当着众人的面将卷轴打开 赫然是那张从万寿宫拿回来的老太后的画像 她抬眸看向南洋公主 啊 因为画像珍贵 我为了防鼠蚁 便在画轴上抹了些毒 谁知道正好毒倒了公主的这位侍女 敢问公主 您这侍女为何会进侧殿 偷拿了皇后娘娘赐给我的话 用能毒死人的毒药 防鼠蚁 这话在场没有人信 防人还差不多 南洋公主起身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冷静 她略抬着下巴 居高临下地看着赫灵婉 哼 本宫不知她为何会进侧殿 但这里是皇宫 不是你赫府内院 她或许是走错了屋子也说不定呢 倒是你 竟然胆敢带着毒药进宫 你可知你是犯了死罪 太祖皇帝曾经下过一道圣旨 凡是私带武器毒药进宫之人 皆以谋反弑君之罪论处 在场众人都看向赫灵婉 为她的胆大妄为而感到震惊 皇后皱了皱眉 刚想要开口 贺灵婉却道 毒是我下的 毒药却并非是我带入宫的 公主没认出来吗 此毒乃是给宫中贵人们用的贺鼎红啊 南阳公主立即转头去看皇后 贺灵婉又道 毒药不是皇后娘娘给的 是二殿下给我用来资保用的 公主要不要将二殿下叫来对质 南阳公主不知道是气着了还是怎么着 一时没有说话 贺灵婉便对皇后道 娘娘 能否请二殿下来为我作证 皇后想了想 正要点头 南阳公主却打断了她 明日是二皇子登基之日 怎能用这种事情去乱她心绪 皇后娘娘 不妨先将此女关起来 等二皇子明日登基之后再做处理 皇后沉吟了一瞬 没有说话 南阳公主冷笑起来 我的侍女遭此毒手 皇后娘娘莫非是想息事宁人 公主想要将我关起来 我没有半点意见 不过在这之前 有件事得先弄明白 公主为何要指使侍女偷这幅画呢 荒谬 本宫为何要偷你这区区一幅画 公主既然不愿意说 那我就只能自己寻找原因了 贺灵婉说完 便试图去拆那画轴 说不定是因为画轴里所藏的东西 南阳公主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试图上前阻止 住手 老太后的画像你也说拆就拆 你真是太放肆了 贺灵婉稍稍一闪身 就避过了南阳公主 她手上动作一顿 留些惊讶 诶 说画轴中 竟然真的藏了东西 南阳公主知道 此时一切未定 绝对不能让贺灵婉将画中 所藏之物攻之于众 眼见着贺灵婉打算将画轴中的东西 拿出来 南阳公主急了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动手啊 众人不明白她此话何意 却见站在皇后身后的一个宫女 突然闪身上前 一把擒住了皇后 将藏在绣中的匕首 横在了皇后的脖子上 金礼 你要做什么 快放开娘娘 沈嬷嬷想扑过去救皇后 却被金礼一脚给踢开 贺灵婉连忙上前 扶住了沈嬷嬷 那位名叫金礼的宫女 一边挟持着皇后 警惕着众人 一边朝着南阳公主那边靠过去 皇后倒是十分冷静 南阳 你想谋反吗 南阳公主不屑地说 杀你算什么谋反 把你手里的话给我 否则皇后就没命了 后面一句话 南阳是对着贺灵婉说的 沈嬷嬷连忙恳求贺灵婉 贺姑娘 快救娘娘 贺灵婉看了一眼手中的话 无奈地道 好吧 你们别伤了皇后娘娘 话给你就是 贺灵婉说完 便将那画轴 朝着南阳公主扔了过去 南阳公主连忙上前 接住了画 她刚一接到 就急切地去找 那藏在画轴里的东西 可是她仔仔细细找过之后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东西呢 南阳公主察觉到上当受骗 以为贺灵婉先一步 将东西藏起来了 那里面没有东西 我是骗你的 南阳公主目光一力 把东西交出来 本宫留你一命 贺灵婉看向被挟持的皇后 叹了一句 娘娘 您告诉公主 您给我的画里 有没有藏东西吧 公主不肯信我 那只是一幅画而已 没有藏什么东西 南阳的视线 在他们两人之间看了看 似乎明白了什么 眯起了眼睛 你们今日 在万寿宫里那一出 就是为了引我出来 皇后看了贺灵婉一眼 沉默着没有说话 贺灵婉带着几分歉意 皇后娘娘并无此意 想引你出来的人 是我 南阳公主 仔细打量她一眼 似乎直到这会儿 才开始正眼看她 你 哼 你又是谁的人 南阳公主以为 贺灵婉此举 是受人指使 贺灵婉却摇了摇头 我不是谁的人 我引公主出来 只是为了弄明白一件事 南阳公主也想弄明白 她的身份 便顺着她的话问道 何事 那道诏书的存在 公主是从 林贵妃那里得知的 听闻这话 南阳公主震惊地 看向她 你 你是 贺灵婉不必等到 她的回答 看到她此刻 如同见了鬼一样的表情 她便什么都明白了 一旁的皇后 也是一脸的震惊 贺灵婉盯着她 继续问道 当年 将诏书的存在 告知大型皇帝的人 是灵贵妃吗 这个时候 西面的天空 突兀地燃起了一朵烟花 众人都忍不住 抬头去看那朵烟花的时候 只有贺灵婉的视线 自始至终 都盯着南阳公主 只见南阳公主 原本有些紧绷的神色 在看到那朵烟花出现的时候 突然就放松了下来 她仿佛什么也不怕了 等到再看向 贺灵婉时 她的嘴边 又琴起了一抹 高傲的笑容 是啊 当年确实是我母妃 将诏书的存在 告知了父皇 先帝让人写诏书那日 我母妃正巧进宫 去探望林老太妃 而那日在殿内 伺候笔墨的太监 受过林老太妃的恩惠 事后便将诏书之事 告知了老太妃 太妃又告诉了我母妃 原来如此 和林婉锤下谋 轻声说 竟是起于恭维之祸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 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来赖 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一集 皇后的眼中 此时也浮现出了 一抹哀伤的神色 南阳公主又道 你们总以为德妃受宠 可你们不知道 父皇对德妃的宠爱 还不及当初 对我母妃的十之一二 我母妃不仅诸父皇得了这天下 还生了个父皇最喜欢的儿子 父皇当初亲口允末 会立我母妃为后 立三皇子为太子 沈嬷嬷在宫中多年 经历的事情多了 听南阳公主 竟然当众说起了这些 又想起了之前的那朵烟花 心里不由得有些不安起来 在场的其他宫人 听到这儿 也恨不得捂住自己的耳朵 只有皇后和贺林婉两个人 从始至终 面不改色 而南阳公主说到这事 压抑多年的愤怒 终于忍不住释放了出来 可谁知 在父皇登基之后 老太后竟然插手立后之事 他一哭二闹耍尝尽了手段 硬是将你推上了后卫 而你何德何能啊 不过就是沾了公孝皇后的光 皇后对上南阳愤怒的视线 所以 你以为三皇子是我所杀 你母妃也因我而死 谁知南阳却突然痴笑了一声 嘲讽他 你这老好人的性子敢杀人吗 况且你被父皇下了绝育之药 就算杀光了父皇所有的儿子 又有何用 你自己能生吗 南阳公主的话 让沈嬷嬷和在场的宫人脸色都是一变 沈嬷嬷是气的 其他人则震惊地看向皇后 皇后面上却并无羞愤 只是有些意外 她一直以为 南阳公主是怀疑她害死了三皇子 也间接害死了林贵妃 才会针对她的 南阳公主的目光有些忧深 我知道三皇子非你所杀 而是德妃那个贱人所为 她表面上对我母妃姐姐长姐姐短 仿若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一般 暗地里却极恨我母妃得宠 便对三皇子下了杀手 此时 皇后终于将心中的疑问问出了口 你竟然知道 那为何 南阳公主瞥了她一眼 德妃心肠歹毒 我若是表现出知道母妃和弟弟都是她害死的 我哪还有命活到今日 至于你 虽然配不上这后卫 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一只可怜虫罢了 皇后无言以对 南阳公主冷笑一声 哼 至于德妃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她和她儿子 这不就落到我手里了吗 宫门被围纳一事 是你乘乱带走了德妃和八皇子 他们现在如何了 南阳公主笑了笑 声音却带着一股狠劲 当年我和母妃所尝到的痛苦 我要让她百倍千倍奉还 皇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在一旁听她说了半天的贺灵碗 却突然开口 若是想给林贵妃和三皇子报仇 公主杀错人了 南阳公主转头看向她 极为的不屑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 当比公主多 南阳公主闻得此言 不过一声痴笑 似乎是懒得跟她说些什么 贺灵碗问她 公主可知 林太妃是怎么死的 南阳公主 不知道这丫头 为什么要扯上林太妃 本来不想理会 一旁的皇后却接话了 林太妃半夜起夜时 不小心摔倒 头磕在了桌角上 第二日被发现时 血流了一地 身体早已凉透 一位受新皇敬重的太妃 屋里竟然没有职业的工人 血流了一地 必然不是当场死亡 太妃难道不会呼喊求救吗 而且能将头磕出一个窟窿的动静 必然不小 却直到第二日才被人发现 公主难道就不觉得 这是个笑话吗 南阳公主想要辩解说 太妃夜里一向不喜欢留人职业的 但是贺林婉这样一连串的质问 却让她原本心里就存在的一丝疑惑 渐渐渐扩大了 贺林婉盯着她 继续问 那位给林太妃传话的太监 她还好吗 南阳公主突然意识到贺林婉想要说什么了 她眼中闪现出了一丝惊句 闭嘴 看来是不太好了 南阳公主恶狠狠地瞪着她 贺林婉嘴角微勾 面带嘲讽 看来公主是明白了 你最应当恨的人 不是无辜的皇后 也不是被利用的德妃 其实 公主应该庆幸自己从未表现出 知道诏书的存在 否则 贺林婉没有说完的话 让南阳公主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她心中的怒与惧 无处发作 指着贺林婉对沈嬷嬷道 闭嘴 你给我闭嘴 给我将她绑起来 堵上嘴 谁若是敢违抗 我就杀了皇后 沈嬷嬷犹豫了一瞬 走向贺林婉 贺姑娘 得罪了 贺林婉看向皇后 可能是因为顾及皇后的性命 她并没有表现出要反抗的意思 她顺从地朝着沈嬷嬷伸出双手 视线却看向南阳公主 语气也越发地嘲讽了 公主这脾气 倒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没变过 怒火从来不敢发在真正的仇人头上 只敢对无辜之人下手 也真是够窝囊的 南阳公主被戳住了痛脚 大步朝贺林婉走过来 扬起手叫给她一巴掌 贺林婉趁着这么一瞬间 原本伸向沈嬷嬷的手 猛然朝着南阳公主而去 她抓住她的手腕 将她一把扯到身前 另一只手猛然掐住她的脖子 比之前金礼支柱皇后那一招 要更加的干脆利落 金礼眼见着公主被擒 神色一荒 她的第一反应 却不是杀了皇后 而是拖着皇后后退 口中喊道 你们放开公主 不然 但是她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却突然闷哼一声 金礼睁睁地低头一看 却发现自己的胸口处 被刺入了一根长簪 那长簪的簪身 几乎全部都没入她的胸口 只留下一个簪头在外头 簪头上 那对用红宝石镶嵌的凤木 正泛着银润的光泽 而拿着簪子的那只手 虽然已经被血染红 却依旧白稀而柔软 金礼的身子一软 手中匕首落了地 抱歉 皇后叹了一口气 松开沾血的手 轻轻推开了金礼 簪子没有插入心脉 不过你若是烧动一下 就说不准了 金礼看着自己不断流血的伤处 不敢再动分毫 被赫灵婉制住的南洋公主 用见鬼一般的目光 看向皇后 皇后接过沈嬷嬷递过来的帕子 擦了擦手上的血 她像是在回想什么 轻声说 本宫抓舟宴上抓舟 抓的是晋王的那把君子剑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来 领衔颇奖奖 第八百三十二集 沈嬷嬷一脸愤愤地 对南洋公主说 哼 我家娘娘学见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被赫灵婉挟持在手的 南洋公主冷笑道 倒是我小看你了 不过你现在就是能 以一敌食又如何 看到刚才那朵烟花了吗 那是我与人约定的信号 那烟花的意思就是 二皇子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了 就连你这奉许宫外 也被我的人包围了 现在就连一只苍蝇 都飞不出去 沈嬷嬷立即看向宫门 满脸的惊议 不可能 近日宫中当职的敬畏呢 来人 可惜沈嬷嬷大喊了几声 都无人进来 南洋公主十分地得意 别白费力气了 禁军都被下了药 此刻连刀都拿不动 哪里还有力气来救 但是她的话还没落音 外头就响起了兵刃交接的声音 还有人惨叫倒地的声音 她不由愣在当场 沈嬷嬷等人也惊疑不定地看向门口 没过多久 脚步声传来 一对浑身浴血的禁军 从外头大步走了进来 领头的正是禁军副统领 成岩 成岩手中还拿着一把 正在往下滴血的刀 她一进来 视线就先扫了一圈 看到贺林婉安然无恙 才将那一口提了一露的气 吐了出来 成岩将手中的刀插回刀鞘 然后走到皇后面前 跪下请罪 成岩就驾来迟 让皇后娘娘受惊了 南阳公主看着她和她身后的 十几个禁卫 脸色难看 你是如何进来的 我的人呢 成岩没有理会她 不过她佩刀上不断往下滴落的血迹 说明了一切 皇后对成岩微微汗手 都起来吧 外头如何了 成岩站起身来回禀 二殿下住的沁德殿被围 臣发现情形不对 怕娘娘这边出事 带了一队人回来救驾 一路上看到不少禁军 像是中了迷药 臣赶到凤许宫外时 发现凤许宫也被围了 便杀了进来 臣猜测 他们是从西门进来的 先围了庆德殿 凤许宫外的守卫 比庆德殿外都少了很多 她的几句话轻描淡写 但是其中的惊险 众人也能够想象得到 沈嬷嬷忍不住道 这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又是怎么前进宫的 皇后看向南阳公主 南阳公主将头一瞥 冷冷一笑 不想理会 赫灵婉将南阳公主 推给了一个敬畏看守 接过春晓及时递来的帕子 擦了擦手 想必是顶替了 修宫门的那些民夫 混进来的 赫灵婉此话一出 众人都看向她 就连南阳公主也投来惊讶的视线 你如何得知的 我今日进宫的时候 发现那些修补宫门的民夫 步伐稳健 动作间很有章法 我之前在东林待过几年 觉得他们有点像受过训的军中之人 不过 因为明日是二殿下登基 我想着这些人 或许是从军中急政而来的 便没有放在心上 应该是赫姑娘猜的这样 方才我杀的那几人中 在兵甲下面还穿着短鹤 正如民夫的打扮 赫灵婉面露懊恼之色 都怨我 若是发现不对之后 我及时将此事上报 便不会有今晚之事了 不是你的过错 无须自责 承颜看了看自己这方 剩下的几个人 斟酌着道 今晚之事 相识早有欲谋 他们在宫中应该有不少内应 不然也不可能将禁军都放倒 娘娘 这宫里不好再留 不如趁着他们 还不太顾得上宋许宫这边 臣带人护送娘娘从密道离开 承颜虽说是问的皇后 但是她的余光 却瞟了一眼贺灵婉 在场之人都知道 承颜说的密道 就是上次天成帝逃离皇宫 所走的那条 不由都看向皇后 皇后想了想 正要说话 一个禁卫从外头飞奔而入 禁报道 皇后娘娘 成统领 他们来了 人数不少 凤许宫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 火光将凤许宫的宫门前的上空 都硬亮了不少 皇后叹了一口气 看来是走不了了 也罢 本宫也想见识见识 这胆敢逼宫之人 是何方神圣 都随本宫出来吧 皇后说完 当先朝着宫门的方向走去 成颜看了贺灵婉一眼 贺灵婉点了点头 与沈嬷嬷一同 跟在了皇后的身后 成颜冲着属下打了个手势 立即有禁卫 先一步冲了出去 为皇后护卫 贺灵婉随皇后走到凤许宫的宫门前 一行人正好也来到了凤许宫外 二皇子绝望地求救声传来 母后 救我 只见走在这行人之前的 正是被五花大绑的二皇子 而挟持二皇子的人 令人觉得有些意外 但是仔细一想 似乎又不是那么意外了 臣拜见皇后娘娘 只见向来以文官形象示人的 靖国公元魁 身穿软甲 腰配双剑 笔直地立在凤许宫的阶下 向皇后行礼 靖国公平日礼在朝堂上 是个喜欢霍西尼的角色 与朝中其他文弱的文官无异 让人几乎都要把他忘记了 靖国公府从一开始 就是凭借战功在朝中立足的 元家在元魁之前出的都是武将 之前李玉与八皇子 还在靖国公府上的演武场上斗过兽 元家那时还被下了骨的雪豹咬伤过 皇后看着靖国公平静地说 靖国公 这么些年来 你可谓是深藏不漏啊 娘娘 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二皇子的资质 说平庸都是抬举了 这样的人又如何能担当起一国重任呢 臣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 我大周朝大好江山鬼在这么一个无能之人手中 出于下策 臣只能来请皇后娘娘改主意了 靖国公这是要谋朝篡位 逼宫自立了 这时又有一个声音大声的道 靖国公对我朝忠心耿耿 并无自立为帝之意 还请母后不要冤枉了忠臣 皇后这才将视线 转向站在靖国公之后的七皇子 他不是要自立 难不成是要拥立你 七皇子不好主动说什么 他可是要当皇帝的人 得注重名声 于是便看向了靖国公 靖国公道 没错 臣致持七殿下登记 皇后听到这儿不由笑了 她看着志得意满的七皇子说 你二皇兄不配当皇帝 你就配吗 虚蠢的东西 与虎谋皮还沾沾自喜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莱莱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三集 皇后毫不留情的话 等于是当着众人的面 打了七皇子一巴掌 七皇子一时觉得十分的难堪 他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将涌到胸口的怒气硬生生地咽下 只是说出口的话 还是忍不住带了几分嘲讽和嚣张 儿臣知道母后向来不喜欢儿臣 可是事到如今 李家还有比儿臣更适合的人选吗 儿臣希望母后能放下对儿臣的成见 以大局为重 儿臣日后自会对母后尽孝心 皇后看都懒得在看她 冷冷地说 比你更合适的人并不是没有 姓李的又不止你一个 都是太祖陛下的子孙后人 谁又比谁尊贵 皇后的话让在场之人都呆住了 什么叫姓李的不止七皇子一个 还有皇后说的是太祖陛下的子孙后人 而不是大型皇帝的儿孙 成言悄悄看向贺林婉 想问皇后娘娘的意思 是不是她想的那个 可惜贺林婉立在皇后的身后 对这句话并无任何的反应 最后还是七皇子沉不住气 帮着成言问出了她的心声 母后所指的比儿臣更合适的人选 难不成还是晋王世子 她的语气太过于惊讶 仿佛皇后是在与众人开玩笑一般 皇后却没有理她 只是看向若有所思的晋国公 晋国公想立七皇子 是怎么个立法 杀了本公和二皇子吗 二皇子一脸惊恐地喊 母后 儿臣不想死 你们要立谁 我都没有意见 就是别杀我 也别杀我母后 尽管在此惊险的时刻 皇后也忍不住露出一丝无奈 七皇子也是满脸的不屑 不到万不得已 臣不想对皇后娘娘动手 臣今日此来 只是想求得娘娘一道旨意 费二皇子 另立七皇子 看来晋国公是既想要这天下 又不想背上逼宫的骂名 找本公来要旨意 粉饰来了 晋国公也不生气 只是语气温和地问 不知道这道旨意 娘娘是给还是不给呢 本公若是不给 你又能如何 晋国公文言没有说话 他左右的侍卫 却在此时悍然拔刀 承颜等侍卫几乎在同时 也拔刀出窍 晋国公朝着自己的侍卫 抬了抬手 命侍卫把刀收回去 他看了承颜一眼 与众心肠地劝导 不瞒娘娘 臣手底下有一千司兵 这些晋军 即便能以一挡十 也撑不过半个时辰 娘娘向来心善 又何必让手底下的人亡死呢 保护皇后娘娘 是我等晋军的职责 此又何俊 剩下的晋军也跟着齐声喊 保护皇后 死又何俊 皇后看着身边剩下的这些人 眼中闪过了一丝动容 她正要开口说 她也不惧死 更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 助纣为虐 本宫 可是她刚说了两个字 就感觉到自己的手 被人轻轻捏了捏 皇后的声音一顿 然后她能够感觉到 贺林婉用十分微小的动作 在她手心里写下了一个字 托 皇后面色不变 但是开口的话 却变成了 本宫很好奇 晋国公手中这一千私兵 是哪里来的 晋国公府一直都有私兵 当初我祖父手中的私兵 在乱军中救过太祖皇帝好几次性命 太祖皇帝便对晋国公府养私兵之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臣一直以来领的都是文官的差事 大家就渐渐忘了晋国公府私兵的事了 贺林婉听到晋国公辞言 不由得想起 几年前她去晋国公府的时候 看到的那偌大的盐武场 虽说晋国公真正练兵的地方 肯定不是在府内 但是那盐武场却布置得十分规整 摆在盐武场的兵器都有些年头了 却依旧锋利 都说器物不会言语 却能忠实地反映出主人最真实的心境 那会儿贺林婉便觉得 这晋国公有些意思 只是他当时要想的事情太多了 并没有多余的心思去探究太多 皇后又道 你手中既然有一千私兵 当初肇使为公之时 为何不带兵来救 晋国公一直以来都标榜自己中军 难道你晋国公的中军 竟是眼睁睁地看着君王被围 最终惨死于乱局之中 皇后的声音很平静 并非是质问的语气 也没有指责之意 却让晋国公脸色微变 晋国公脸色冷了下来 看着皇后道 娘娘 故左右而言 难不成实在是拖延之计 等着晋王世子带兵来救 皇后叹了一口气 她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 这拖字诀用起来并不算是太顺利 晋国公 晋国公见到皇后不言 便知道自己猜对了 冷冷地说 娘娘别指望晋王世子了 他现在已经被赵家的人拖住了 今晚是不可能来了 娘娘还是安安心心立七皇子吧 皇后察觉到自己身后的手又被人捏了捏 他只有再次收回了强硬的语气 换上有些试探的语气 有点僵硬地说 本宫若是不肯呢 晋国公要杀了本宫吗 晋国公拔出了自己腰间的佩刀 成言以为他想要对皇后动手 浑身都一下子戒备起来 可是谁知晋国公刀锋一转 把刀刃抵在了二皇子的脖子上 臣说了 不想对娘娘动手 只能先杀几个不相干的人了 不相干的二皇子腿都软了 欲哭无泪 成统领 救我 别以为他没看到 成统领在看到晋国公把刀抵向他的时候 竟然松了一口气 难道不相干的人命就可以不救了吗 成言被二皇子含着热泪的哀怨目光看着 也有些尴尬 但他还是坚持着没动 勉强解释 陛下 编长莫及 一炷香之后 娘娘若是不肯给一个令臣满意的答复 爱尔殿下 就对不起了 禁国公的话音刚落 旁边的侍卫就掏出了一支箱 用火折子点燃了 二皇子眼巴巴地看着皇后 但是他也知道 皇后身为一国之母 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于是便又去看皇后身后的贺灵婉 想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办法救自己 贺姑娘明明说我只要等着就好了 可她没说是等死的消息啊 贺灵婉对上二皇子的视线 微微眨眼 稍稍安抚了她一下 二皇子知道贺灵婉的意思是 让她冷静别怕 可是她忍不住看向那边燃着的香 今夜有风 那香已经快要烧了一半了 眼见着香越来越短 最后即将熄灭 娘娘 考虑得如何了 皇后看向那脸色都白了的二皇子 张了张嘴正要说话 却在此时突然听到了冰刃相接的声音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四集 晋国公猛然转头 看向宫门的方向 皇后这边的人则是满脸的欣喜 是晋王世子带人回来了吗 不知不觉 众人竟已将礼遇当成了唯一的希望 沈嬷嬷双手合十 低声念叨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七皇子紧张起来 靠近晋国公问 难道 臣是晋王世子带人回来了 晋国公沉着脸没有说话 对自己的侍卫打了个手势 去看看发生了何事 是 侍卫立即领命去了 晋国公说话的时候 手中的刀割破了二皇子的一点皮 二皇子闭着眼睛悲声道 晋国公 大帝当前 能否先放下刀 你没发现自己手抖了吗 晋国公的嘴角抽了抽 冷声说 看来皇后娘娘 是不将殿下的性命放在眼里了 既然如此 殿下活着也无甚用处 臣这就送殿下一程 晋国公这话 不像是在开玩笑 他说完这句 拿着刀的手就准备发力 割了二皇子的喉咙 住手 皇后立声制止 成岩也飞身上前 想要阻止晋国公 与此同时 力气破风声传来 晋国公的反应很快 立即抬起手中的刀去挡 一把匕首积在了刀身上 掉落在地 晋国公看向皇后的身后 发现出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 二皇子见到是贺林婉救了自己 眼泪一下子就飙了出来 贺姑娘 救我 成岩想趁此机会将二皇子救走 但是晋国公身边都是侍卫 一直都在防备着在场武力最高的成岩 成岩抢人失败 只能又遗憾地退了回去 晋国公冷笑一声 退到了侍卫的保护圈中 再次扬起手中的刀 想截裹了二皇子 就在这时 晋国公之前派出去的那个侍卫 竟然又回来了 一边往这边跑 一边喊 公爷 公爷 不好了 公门失手 他话还没说完 一只剑就从他背后飞来 刺穿了他的后心 侍卫被那只剑的力道带着 往前扑了两步 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马提声传来 一队人骑着马飞驰而来 晋国公见此情景 也无暇再顾及二皇子了 将他推给了自己的侍卫 警惕地看向来人的方向 不多会儿 那队骑着马的人就赶到了 与晋国公的人 隔着不到三十步的距离对峙着 晋国公看到来人 一直镇定的表情 忍不住泄露出了几分震惊 而皇后这边也是愣在了当场 只见一人骑着马 跃众而出 他身后还跟着几个身穿盔甲 紧紧护卫在旁的护卫 母后 儿臣就驾来迟了 他口中喊着母后 却没有要下马行礼的样子 眼睛也是看向晋国公的方向 晋国公 你想扶七皇帝登基 有问过姑的意思吗 六 六皇兄 七皇子缩到了侍卫们的中间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夜 这人来得真够奇的呀 谁也没想到 背负着弑君的罪名 逃离了京城的肃王 竟然在此时杀了个回马枪 肃王看着众人笑道 哼 孤不回来 难道眼睁睁看着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谋朝篡位吗 太子 哦 不对 是一个背负着弑君之罪的废太子 有何脸面污蔑他人谋朝篡位 听晋国公提起此事 肃王脸色一沉 父皇不是姑所上 不是被冤枉的 晋国公看向肃王身后 那不少于他这一方 甚至有可能多过于他这方的人马 冷笑一声 殿下若是并无弑君夺位之心 这些人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晋国公看得出来 肃王今日带来的这些人绝非是乌合之重 肃王还想要再说什么 这时又有一人从肃王身后出来 这人身着盔甲 一只手娴熟地握着马匠 另一只手上拿了一把强弓 刚才远远射杀那侍从的那一件 想必就是出自他手了 太子殿下何必与他多话 使书向来都是由胜利者书写 杀了他们 你身上弑君的罪名 自然就洗清了 祖王听到此人说话 竟然真的不再与晋国公争辩 而对此人道 先生说得对 晋国公听出来太子与此人说话的语气 竟然还带着几分恭敬 不由有些意外 他又仔细打量了这人一眼 只见这人虽然身穿盔甲 手拿武器 相貌却有些文弱 而且是个从未见过的生面孔 晋国公一时有些猜不准他的身份 此人的视线 却在在场之人脸上转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皇后那边 他笑起来 右手握拳 勤拍左胸 坐在马背上 微微恭慎一礼 多年不见 姑娘别来无恙 众人一开始以为他是在对皇后说话 但是称呼又不对 不由有些奇怪 这时 站在皇后身边的贺林婉 开口道 楼护 你带着这么点虾兵蟹将就敢伸入大洲国土 还敢来闯皇宫 是这些年你的对手男王太废物了吗 才给了你这么大的勇气 晋国公十分的震惊 楼护 你是大忌国北王楼护 你为何会出现在京城 皇后转头看向贺林婉 贺林婉冲着他微微一点头 娘娘 他是大忌国北王楼护 我在东霖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 不止吧 在姑娘身上吃得大亏 楼护此生难忘 不过楼护也很欣赏姑娘的智慧和胆识 等我驻大洲太子夺回皇位 姑娘便跟我回大忌国如何 我以北王正妃之礼待你 肃王闻言下意识地道 不行 他得留在我大洲 楼护看了六皇子一眼 只是淡淡一笑 没有说话 肃王马上意识到 自己现在还得靠着楼护帮他夺回皇位 是没有办法与他相争的 只得善善地闭上了嘴 众人的视线都不由得悄悄落在了贺林婉的身上 贺姑娘的长相气质 确实是一等一的 但是在这种争皇位 争天下的时候 还能引得大忌国北王和太子 分心来争夺他 也是令人震惊 皇后看到这里 却是心如明镜 一定是贺林婉的奉命之说传了出去 才会让心有野心的北王和肃王都起了心思 成岩握紧了手中的刀 往贺林婉的方向退了一步 这两人想与他家主子抢贺姑娘 得先从他的尸身上跨过去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五集 皇后看着肃王问道 肃王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肃王面无表情 母后 本王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皇后指着楼户 带着怒意道 你好好看清楚 此人乃是大忌国北王 你竟然领着他带领大忌的军队 攻进了我大周朝的皇宫 你可真是好得很哪 肃王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朝访 本王身为大周朝的太子 若不是被逼入了绝境 又怎么会沦落到需要找他国借兵的地步呢 母后 要不你给儿臣指一条名路 绝境 本宫有对你下杀令吗 你死到临头了吗 你面临的并不是什么绝境 而那些心旨坚定之人 真正面临绝境的时候 也没有像你这样 对敌人摇尾起怜的 肃王闻言 额头的青筋都跳了跳 天成帝死后 心地未立 皇后掌控朝政 朝廷只在一开始下过一道命令 让晋军去将太子找回来 不过实际上 朝廷却并没有派出太多的人手去找人 肃王逃亡的时候 一个追兵都没有遇到过 靖国公在一边煽风点火地说 肃王殿下勾结外族攻进皇宫 这可是叛国之罪 废话少言 肃王冷声说完 转头看向楼户 楼大人 肃战肃绝吧 以免夜长梦多 正在这时 靖国公笑道 肃王殿下别急 你看那是谁来了 肃王顺着靖国公的视线看过去 脸色疏然一变 竟然是几个侍卫 压着贤妃和胡阳公主过来了 贤妃和胡阳公主之前被皇后下令 关在了丘宁宫中 靖国公不知什么时候 竟然偷偷派人去将他们给带了出来 母妃 肃王 肃王起码上前一步 被楼户一把拉住了缰绳 肃王殿下 别中计 贤妃看到肃王 也是变了脸色 她看上去比之前苍老憔悴了许多 但是被人挟持的情况下 她还是尽量保持着镇定 胡阳公主亦步亦趋地跟在贤妃的身后 看着这么多手中拿着冰刃的人 她眼神惊恐无措 肃王看向靖国公怒道 靖国公 你想做什么 臣不想做什么 只是希望殿下 今日怎么进来的 就怎么回去 靖国公说完也不废话 将手中的刀抵在了贤妃的脖子上 然后看着肃王等他选择 肃王的脸色很难看 他看了看自己的母妃 又去看楼护 张了张嘴 想要说什么 楼护轻轻摸了摸马脖子 依旧还是那句话 肃王殿下 别中计 贤妃大致摸清了目前的情形 他转向肃王 说了一句 皇儿 不必管我 他的话音刚落 胡阳公主就惊慎了 一声尖叫起来 原来是靖国公在贤妃的脖子上割了一刀 血顺着贤妃的脖子流了下来 将他的衣巾都打湿了 贤妃娘娘 这一刀没割到娘娘的颈脉 下一刀就未必能这么稳了 肃王殿下 再磨蹭下去 娘娘的血可就要流光了 肃王紧紧握住了拳头 却禁不得 却禁不得 退不得 心里煎熬极了 血液的流失让贤妃的脸色苍白了许多 但他看上去仍然是镇定的 比他的一双儿女都要镇定 他缓缓开口 本宫从未见晋国公拿到 第一次剑 竟是对着妇孺 娘娘还是少说几句 你越说话 血就流得越快 晋国公这么一试 也明白了过来 肃王看样子 不过就是楼护手中的一个傀儡 做不了什么主 他看了一眼贤妃 眯起眼睛 迅速在心中盘算起来 这个时候 贤妃望着胡杨 轻轻叹了一声 又转向肃王 皇儿 肃王红着眼眶 母妃 儿臣不用 皇儿 记得杀了这帮乱臣贼子 救出皇后 为父皇和母妃 报仇 贤妃说完这一句 就主动朝着晋国公的刀口上撞去 晋国公反应过来 想把刀挪开 却已经晚了一步 贤妃那一下 撞得极狠 血液喷溅而出 将站在他前面的几个侍卫的衣裳都染红了 贤妃旁边的胡杨脸上也沾到了血 他惊吓过度 连叫都叫不出来 直接瘫软了下来 宿王悲声哭叫 母妃 皇后瞥开了眼 叹了一口气 宿王 你母妃用自己的血给你开路了 你还等什么 宿王抬手抹掉了自己脸上的眼泪 拔出了腰间的佩剑 帮姑 杀了这群乱臣贼子 救出皇后 没听到宿王的话吗 楼护朝着身后打了个手势 他的手下立即就冲了上去 晋国公冷笑着举起了手中的刀 宿王勾结大计叛国了 儿郎们 随我保护皇后 说吧 他也带着自己的人冲了上去 双方人马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贺灵婉悄声对皇后道 娘娘 我们退守奉许宫 皇后微微焊手 在成岩等进卫的护卫下 准备退回奉许宫内 这个时候 二皇子被冲杀的侍卫们裹挟在中间 吓得哇哇大叫 听到他凄厉的喊叫声 皇后停下脚步 贺灵婉问成岩道 可否趁乱 救出二皇子和胡杨公主 贺灵婉并不是真的善心发作 想救胡杨 而是因为胡杨的身上 牵连着另外一个人的性命 见他待在贤匪的尸身旁 差点被冲杀的侍卫踩踏 贺灵婉心中有些担心 成岩估计了一下场中的形势 点头道 可以一事 皇后连忙了 把他们救出来了 你们自己也要小心 是 成岩带着几个禁卫冲了上去 几番砍杀 硬是把二皇子和胡杨公主 给救了出来 皇后立即带着众人 退回了凤许宫 关上了宫门 胡杨公主仿佛已经被吓傻了 她木然地站在那儿 不动也不说话 二皇子则捂着自己的胳膊 低声哀叫 刚刚她的手在胡乱舞动的时候 被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刀给砍伤了 幸好成岩低溜着她躲得很快 那伤口并不深 沈嬷嬷叫来了一个侍女 回殿中取药和纱布 帮二皇子包扎 她听了一下外头的动静 唉 这净国公和肃王 也不知谁的胜算大 二皇子惨白着一张脸 谁的胜算大 对我们而言都不是好事 成岩道 跟着楼护来经的 都是大忌国的精锐 个个都能以一敌十 晋国公手中虽有一千人马 这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怕是会落败 一直没有说话的南洋公主 此刻已经是脸色灰白 皇后想起来贺林婉说的那个托 不由得看向她 贺林婉注意到皇后投来的视线 冲她笑了笑 娘娘是不是觉得奇怪 为何楼护会突然出现在此 皇后本来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 神情也严肃了起来 本宫看她带来的人也不少 不知何故 竟能穿越我大周朝的国境 直抵京城 其实 我父亲在淳阳公主离京后不久 就发现了大忌国有异动 她立即将这个消息上书给了朝廷 但是当时正是我朝与大忌国结盟的关键 所以这个消息 并没有能引起重视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 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 蝎子莱莱领弦颇奖 第八百三十六集 那次 李玉在送亲途中失踪 贺光烈给女儿送来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信上提到 他在去叶州练兵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可能会合乎女儿心意的小子 那小子自然指的就是李玉了 贺林婉在为李玉的安危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注意到贺光烈提到的那个地名 叶州 当初 贺林婉在东林的时候 利用五皇子的势力 打通了叶州到京城的商道 那是一条可以从东林进京的捷径 李玉想利用那条道迅速回京 可以想得通 但是他为何会在叶州停留呢 还正好遇上了去那练兵的贺光烈 贺光烈的那封信 虽然是派亲信直接送回京城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把话说得很隐晦 贺林婉当时便有猜测 可能是大忌国那边有了什么异动 李玉才会过去查探的 而贺光烈也是得到消息赶过去接应的 至于贺光烈当时有没有将这个消息上报给朝廷 贺林婉猜测 以他的性子应该是有的 毕竟事关敌国动向 只是这个消息不知道是被人拦了下来没有上报 还是天成帝根本就没有当成一回事 当时纯阳正要驾到大忌国 大忌在边境附近有什么兵力部署也并不奇怪 毕竟谁也不会猜到楼护会铤而走险 在这个时候带着一对精锐进入大周国的京城 皇后想了想 楼护竟然敢带人进京 想必在来之前就已经做了一番安排 宿王应该早就与他有所来往 之前宿王和瑞王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宿王见瑞王通过联姻 与大忌国南王越走越近 肯定会暗中着急 这个时候 如果北王主动提出要与宿王合作 一同对抗瑞王和南王的联盟 宿王八成会上当的 贺林婉轻轻点头 应该就是如此 虽然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 但我父亲与晋王世子却一直记在心上 这次晋王世子回京解皇宫之围 从东林借了一千兵马 这一千兵马 其实是为了追踪楼护而来的 皇后听到这里 不由得恍然大悟 难怪当时东林军跟晋王世子来救皇宫之困 来得那般的及时 当时还有人暗中与他说 是礼玉早有预谋居心叵测 皇后是因为信任晋王府 才没有将那些谗言放在心上 外面的厮杀还在进行着 站在凤许宫中 都能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有几个宫女忍不住 捂着嘴干呕了起来 突然 外头有人大喊了一声 晋国公 快保护国公 保护国公 站在屋脊上观战的晋军 从上面跳下来禀报 楼护一剑射中了晋国公 晋国公这方有败退之势 楼护在大忌国 曾有剑神之称 只是他已经许多年 没有亲自领兵对战了 当年的剑神称号 也渐渐退了色 从未去过边关的晋国公 对楼护不是很熟悉 想来是有些轻敌了 果然 晋军刚禀报完 就听到晋国公这边的人在喊 撤 快保护国公撤 外头的大杀声渐渐混乱 晋国公这方有了退缩之意 楼护那边乘胜追击 惨叫声接二连三地在外头响起 血腥的味道更加浓厚了 皇后叹道 可惜了 我大周朝这些大好男儿 皇后为这些跟着晋国公来逼宫 最后却死在大忌国刀剑下的将士 感到可悲 沈嬷嬷却没功夫去可怜这些反贼 她只是担忧得到 他们杀完了晋国公的人 就该攻进来了吧 他们虽然退回了凤许宫 可是这里与外面的刀山血海 只隔了一扇门罢了 凤许宫的门不比外头的宫门 想要翻进来可是很容易的 其他人也是满脸的不安 站在此处的人 几乎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血腥厮杀 面对晋国公的人马的时候 还能勉强地保持阵地 可等会儿 攻来的若是大忌人 他们难免会感到害怕 因为大忌国的军队 素来有残忍试杀的名声 两国交战时 就曾有大忌国攻一城 图一城的传闻 就在这时 无数整齐而有力的马蹄声传来 他们仿佛天将神兵 突然加入了这方战场 远远地传来一位将领 私生大吼的声音 儿郎们 随我杀光这帮大忌国的小兔崽子们 杀气重重的呐喊声 震耳欲楼 是东林郡 成岩手下的禁军 兴奋地禀报 东林郡杀进来了 凤许宫的小宫女们 忍不住抱在一起喜极而起 几个禁军听着外头的喊杀声 一脸的振奋 恨不得冲出去 与东林郡一同杀敌 皇后看向贺林婉 贺林婉低声道 娘娘 以前东林郡是为了楼户而来的 之前只是假装随着晋王世子离城 其实并未走远 方才进国宫的人以烟花为信 便将埋伏在京城周围的东林郡引来了 贺林婉 贺林婉没说的是 即便进国宫的人不放烟花 东林郡其实也会回来 这是一个局 一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局 不过皇后一向是个人后的性子 有些话贺林婉就不说了 今晚这个局面 说实话她还算是满意 皇后想了想 对承言道 告诉晋国宫的人 只要他们驻东林郡奋勇杀敌 今晚他们挟持二皇子逼宫之时 本宫可既往不咎 是 承言飞身上了奉许宫的宫墙 气沉丹田 大声地将皇后的话传达了下去 她将这话接连喊了三遍 被楼户的人和东林郡夹在中间 进退两难的晋国宫党羽 在慌乱中下意识地掉转头 与东林郡一同杀了上去 这些跟随礼遇进京的东林郡 都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东林精锐 个个身经百战 晋国宫那些并没有怎么见过血的侍卫 与他们不可同日而已 楼户的人对上晋国宫游刃有余 可是对上这些东林军却再无优势 楼户虽然喜欢兵行闲招 但他也是个惜命之人 见今日之事已经不可违 便当机立断 撤 宿王眼见着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却在这关键的时刻功亏一篑 他自然不甘心 楼大人 东林兵虽厉害 可人数上并不占太大的优势 晋国宫的人更是不知一提 何不拼死一搏呢 本王这次只是相助太子殿下 是可违便为止 是不可违便退止 并不想将命丢在这里 宿王殿下若是舍不得那个位置 不想随本王撤 那便自行留下吧 楼户说完便不再管宿王 带着自己的人转头就跑 宿王看着楼户的背影 忍不住直咬牙 眼见着东林军就要杀过来了 宿王只能调转码头 跟着大忌国的人离开 他心里头清楚 留下来 等待他的也不可能是现成的皇位 而是在弑君杀父之外 再加上一条勾结外族的叛国之罪 想起惨死的母妃 和前途未卜的前路 宿王的眼中浮现出了一丝苦涩和迷惘 当一个与周围的大忌国士兵一样 身穿着黑色假衣的人向他靠近的时候 他并没有生出警惕之心 直到扑的一声 锐气入肉的声音在他耳边炸开 他身体一顿 茫然了一瞬间 然后便直挺挺地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楼护察觉到异样 回头一看 正好看到后面冲上来的马 从宿王的身上踏过 一个大忌国士兵打扮的人正在背对着他 向另外一个方向离开 楼护微微一笑 本王千里迢迢来一趟大洲国都 可不是为了给人利益 做嫁衣的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赖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七集 说着 他从剑囊中抽出了一支剑 搭弓 瞄准了那刺杀之人的后背 要将其射杀 可那人却仿佛有所觉 身形微顿了一瞬 回头朝着楼护的方向看过来 露出了直挺挺的鼻梁 和一双暗沉的眼眸 与此同时 楼护手中的剑飞射而出 那人却猛然弯腰闪避 楼护在剑离弦的时候就清楚 那人不管如何去躲避 必然会中这一剑 他对自己的剑术很有信心 可就在此时 另一支带着万军之士的剑 从另外一个方向射了过来 楼护一惊 做出侧身闪避的动作之后 恶然发现 那支剑并不是冲着他而来的 只听丁的吕声 两枚箭头相撞后 同时从半空中跌落 发现自己的剑被人击落 楼护脸色一沉 看向远处一座高高的雀楼 那位杀了肃王的男子 趁机翻身下马 身影没入了冲杀上来的 晋国公府侍卫当中 不见了踪影 楼护再拿出了一支剑 这一次 他瞄准了雀楼的方向 哇 该撤了 楼护的亲卫 见到东林军已经追了上来 急忙提醒 罢了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楼护没有找到目标 只能遗憾地放下弓箭 急迟带着自己的人马而去 这时 大洲朝这边也看到了肃王的尸体 有人大声地道 肃王被大惊人杀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很多人都跟着大喊 肃王被大惊人杀了 肃王被杀了 声音传到了凤许宫中 皇后不由得以正 二皇子震惊地抬手 难难地倒 肃王死了 贺林婉说 楼护此人喜怒无常 视人命如草剑 失败之后反杀盟友并不稀奇 与此同时 凤许宫外的追杀声已经远去 只留下了满地的尸身 肃王的死 仿佛终于让胡杨公主清醒了过来 她双手舞面 跌坐在地悲声大哭 母妃 皇兄 众人这才想起 这位公主接连失去了父亲 母亲和兄长 二皇子心生不忍 走到胡杨公主面前 轻声安慰 胡杨 别哭了 去将贤妃和肃王的尸体抬回来吧 暂时安置在燕生楼 燕生楼 是凤许宫后面的一座两层小楼 并无公非居住 成言吩咐几个禁军 去安顿贤妃和肃王的尸体 没过多久 一个禁军慌忙回来禀报 皇后娘娘 七殿下 七殿下也被杀了 什么 七皇帝也死了 二皇子震惊的面容上 有一丝惊恐 他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他这才想起来 现在就只剩下他和五皇子了 而五皇子生死未卜 那他 他会不会也这样 悄无声息地死在今日 成言看了贺林婉一眼 问那禁卫道 七殿下是怎么死的 七殿下身前中了一箭 箭头上有大忌国骑兵的标记 想必是方才进国公这方 与楼获的人对战时 殿下不胜中箭了 皇后沉默了一瞬 下令 江七殿下的尸身 与肃王和贤妃的 一同安置在燕生楼 皇后转身 往凤许宫正殿的方向走去 都站了半宿了 回殿中等消息吧 沈嬷嬷连忙跟上 见到胡杨公主 倒在一个侍女的怀里 似乎已经哭晕过去了 便吩咐那侍女道 向公主扶到侧殿的踏上去 贺林婉正要跟着皇后回去 二皇子不知怎么凑了过来 轻轻扯了扯她的衣袖 贺林婉顿住脚步 轻声问道 殿下 有事 二皇子如同惊弓之鸟 一般地看了看周围 笑声说 你说 会不会有什么人 暗中埋伏在这四周 欲将我大周朝的皇子 都一一杀尽啊 贺林婉没有说话 二皇子看到不说话 越加地害怕了 又扯了扯她的衣袖 战战兢兢地道 贺姑娘 我 我不会是下一个吧 贺林婉 温声安慰她 殿下 你是个有福气的人 定能偿命百岁的 可能是我几人忧天吧 我的几个兄弟死的死 失踪的失踪 现在好像能登基的 就剩下我了 虽然这不是我想的 可或许在有些人看来 这就是我的罪过 可能要等到我死的那一天 失了这皇位继承权 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吧 也不是只有死人 才继承不了这皇位 二皇子疑惑地看向贺林婉 殿下 你想想四殿下 听到这句 二皇子震惊地瞪圆了眼睛 而贺林婉 说完这句话就走了 只留下二皇子 呆滞地停留在原地 这会儿回想起来 他的那些个兄弟 死的死 失踪的失踪 就连对皇位 并无半分觊觎的自己 也经历了九死一生 维尔两个躲开了这场血雨腥风的人 一个是他大哥 一个是他四弟 大哥是因为吃傻 四弟则是因为瘸了一条腿 他们两人都因为自身残疾而无缘皇位 可若是现在开始装傻子 那得装一辈子才行啊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傻不傻 可是他怕自己的心上人 不愿意嫁给一个傻子 二皇子又看了看自己 那完好无损的双手和双脚 表情更是挣扎了 身体发福寿之父母 砍了哪一只 这 这都是为不孝啊 正当二皇子左右为难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东西 突然落在他的脚下 二皇子以为是暗器 吓得蹦了起来 正准备开口喊救命的时候 却发现落在他脚下的是一只箭 奇怪的是 那箭头上还盯着一张纸 他犹豫了好一会儿 才用手帕包住自己的手 将那箭头上的纸 小心翼翼地拿了下来 只低头扫了一眼 他便愣住了 随后他左右看了看 发现庭院中没有人 才急迫地将那纸上的内容看完 看完信后 二皇子原地夺了几步 最后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将那纸收好 抬步往外走去 凤许宫外刚刚经历了一场血战 还未来得及打扫 二皇子一出来 看到满地的尸体和血 吓得腿都软了 在门口把守的禁军 连忙扶了他一把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大型古风多人有声剧 金枝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原著面北梅南 由奥利奥蝎子来来领衔播讲 第八百三十八集 啊 殿下这是要去哪里 二皇子一手遮掩 胆战心惊 我 我要去燕生楼 去看看六弟和七弟 肃王和七皇子的尸体 就被安置在燕生楼 那属下 陪殿下走一趟吧 不 不便 你们在此护卫好我母后 燕生楼离凤许宫没几步远 我去去就回 燕生楼确实离凤许宫很近 那禁军也是见他害怕 才提议陪他去的 见他拒绝 禁军也没有坚持 二皇子提袖遮了半边眼睛 贴着墙壁抖着腿肚子走了 这边 皇后回到殿中 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安排 之前那些被要倒的禁军 大部分都只是昏迷 皇后召集了太医 让他们去将还活着的人给弄醒 到了下半夜的时候 外头传来消息 楼护的人被东林军杀了大半 但是楼护却逃出了城 楼护和肃王在进宫之前 就已经安排好了退路 恰巧这时 又有消息传来 金王世子李玉 带着萧綦营的人杀了赵三 救出了锐王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皇后当机立断 派一位禁军去将锐王接回来 又给禁王世子下令 让他带着萧綦营的人去追楼护 楼护既然如此的嚣张 赶来京城 那就留下来 别走了吧 皇后派去的禁军 顺利地从禁王世子手中 接到了锐王 锐王虽然一身狼狈 形容憔悴 但是好在整个人完好无损 锐王在见到皇后派来接他的禁军之后 一直提着的心 这才终于放松了下来 刚刚落在李玉手中的时候 锐王生怕李玉会暗地里弄死他 他见到禁军的第一句话 问的就是 宫里现在如何了 禁军互相对视了一眼 领头之人如实将昨夜宫中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锐王争愣了许久 宋王死了 是的 锐王殿下 锐王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宋王是他最大的对手 却死得如此令人不耻 他不知道自己此刻是该唾弃 还是该松一口气 一时之间 他的心情十分的复杂 这时 禁军又道 殿下回去 应该正好能赶上二殿下的登基大殿 锐王疏然抬头 什么登基大殿 谁登基 是二殿下 二殿下是皇后娘娘和朝中大臣们选出来的新军 明日 禁军抬头看了看天色 还有一个多时辰天就要亮了 于是赶紧改口 哦不对 今日就是二殿下的登基之日 锐王的脸色猛然扭曲 落在赵家人手中的时候 他从乱军口中得知了一些外头的情况 他一直努力地想要活下去 因为他知道 自己离那个位置已经越来越近了 只要他活到最后 他就是铁板钉钉的下一任君主 见到锐王似乎有些站不稳 禁军想要上前扶他 却被锐王一把挥开了手 锐王急着要上马 回宫 快回宫 王爷 这边有马车 锐王没有理会 他推开一个禁军 抢了他手里的马 因为身体太虚弱 他爬了好几次才勉强爬了上去 禁军见他坐在马上摇摇欲坠 想要劝说他下来坐马车 可是此刻的锐王脸色苍白 眼睛却又沉又亮 像是燃着两团忧火 他仿佛听不见周围的人在说什么 一心只想快点回宫 口中不停地重复着 快回宫 还来得及 快回宫 禁军见锐王策马要走 只能都跟着上了马 小心地将他护卫在中间 锐王甩着马鞭 拼了命地往城内赶去 此刻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一定要赶在二皇子登基之前 回到皇宫 看到他回来 那些大臣必然会放弃 优柔寡断的二皇子 重新拥护他登基的 他才是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 他才是 终于 锐王一行 远远地能够看到城门了 此刻天还没亮 还来得及 锐王心下一喜 重重一鞭子 抽在了马身上 就在此时 锐王身下那匹 正在急速奔跑的马 突然前腿一跪 扑倒在地 锐王被狠狠地甩下马身 滚了好几滚 最后重重地 撞在路边的一棵树上 殿下 禁军吓了一大跳 连忙下马来 查看锐王的伤势 锐王紧闭双眼 躺在地上 无知无觉 糟了 这下撞到头了 给锐王检查伤势的禁军 摸到锐王的后脑勺 抬头一看 沾了一手的血 领头的禁军 连忙去探锐王的麦希 还活着 快 回城找大夫 怕骑马回去 会让锐王伤势加重 禁军背起锐王 往城门的方向跑去 好在此地离着城门 已经不远 禁军带着锐王离开之后 一个戴着面具的灰衣人 出现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他从树上飞身而下 捡起了落在草丛中的一棵菩提珠 转身离开了 锐王回城时 从马上摔下来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皇宫 还有半个时辰就要天亮了 马上就要准备 为仙君登基大典 皇后一夜未睡 此时他正靠在踏上小气 听到宫人的禀报 他猛然睁眼 眼中睡意全无 锐王现在如何了 锐王殿下昏睡未醒 禁军正要送殿下回宫 禁军带着锐王进城之后 怕回来找太医 会耽误了旧旨 便找了一家最近的医馆 先让大夫给锐王看看伤势 禁军暗自盼着锐王伤得不重 能在回宫之前就清醒过来 可大夫得知了锐王的身份 只是包扎了伤口 然后告诉禁军说 锐王的脑子里头有瘀血 可能需要用针灸 但是他医术不精 不敢下针 让禁军回宫找太医 给锐王诊治 禁军们不敢耽搁 正带着锐王往宫里头赶来 皇后立即吩咐道 将锐王安排在庆喜宫 让太医先去庆喜宫里候着 庆喜宫离宫门最近 免了锐王来回折腾的麻烦 锐王很快就被送到了庆喜宫 皇后带着人前去庆喜宫探望 出来时见到贺灵婉 已经在外头候着了 便说了一句 你也跟着来吧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百三十九集 是 贺灵婉就跟在了皇后的身后 等他们赶到庆喜宫的时候 太医正在里面给锐王把脉 皇后没有进去打扰 只是叫来了负责 护送锐王的禁卫 问明情况 禁军战战兢兢地 将自己接到锐王之后发生的事情 禁报给了皇后 听到锐王是在知道二皇子要登基的消息后 着急赶回宫 才半路摔下马 皇后的表情倒是很平静 好端端的 那匹马怎么突然倒地了 之前大纪人逃离出宫的时候 留下了一些马匹 此时宫中正好缺马 属下等人急着出宫去接锐王殿下 就从中挑选了几匹当座器 想必那马跟着大纪人连夜奔袭 已经疲惫不堪 锐王殿下又跑得急 所以 说到这里 禁军连忙又辩解 属下们给锐王殿下准备了马车的 可殿下急着回宫 不肯坐马车 锐王落马之后 他们粗略地检查了一下那匹马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那马之后已经找人抬回来了 皇后想了想对禁军道 你先下去吧 此时本宫会让人去查的 禁军听到皇后这么说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若是查出来锐王落马之事 与他们无关 他们虽然还是会受到责罚 但是至少性命无碍了 禁军不由得心下庆幸 现如今是待下宽和的皇后娘娘 在主持大局 禁军退下之后 皇后看向贺林婉 低声问道 此事你怎么看 贺林婉身色很镇定 娘娘 此事是有些巧合了 不过臣女也不敢胡乱猜测 皇后似乎只是随口那么一问 闻言汉首没有再说什么 一旁的沈嬷嬷 却忍不住在心里头犯嘀咕 皇帝的儿子一个接一个遭遇不幸 这莫不是报应吧 身上背负了太多人命 所以才会断子绝孙 这个时候 几个太医给锐王轮流把玩卖出来了 锐王如何了 太医们已经讨论出结果 领头的那位行李道 慧娘娘 锐王并无性命之忧 之所以昏迷不醒 是因为撞到了头 脑中有瘀血 陈腾刚刚给殿下进行了针灸 已经散过瘀了 皇后听她这话 便以为锐王的伤势不重 什么时候能醒来 太医们闻言 却互相对视了一眼 皇后皱起眉头 怎么 不是说没有性命之忧吗 那领头的太医吞吞吐吐的 这 殿下是无性命之忧 但是 能不能醒过来 臣等也不好说 有可能下一刻就信 也有可能 一直沉睡下去 皇后闻言不由沉默了 太医连忙补救 只要每日都给锐王殿下示针 再服一汤药 锐王殿下总有一日会醒的 只是 哪一日会醒 真不好说呀 皇后看了看眼前的几个太医 正要说话 李家却传来侍女的惊呼声 殿下醒了 刚做好锐王要昏睡个十年八年 心里准备的众人 这下子都愣住了 领头的老太医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臣刚才就说了 殿下有可能 下一刻就醒过来 皇后站起身 快步向李尖走去 贺灵婉犹豫了一瞬 也跟着沈嬷嬷进去了 太医们在后头也赶紧跟了上来 锐王此时已经坐起了身子 他头上包了好几圈的纱布 似乎是感觉有些不适 正在揉着脑门 见到屋子里突然进来这么多人 锐王转头看了过来 皇后问道 感觉如何 头还疼吗 锐王看着皇后 点了点头 母后 他虽然看着有些憔悴 但是表情还算是平静 皇后这下子有些意外了 刚刚听禁军所言 他还以为锐王会立即询问二皇子登基的事情 皇后正在琢磨着锐王的态度 只见锐王将视线投向了他身后 竟然露出了一个温和的笑容 伸出手道 皇后 你过了阵神变 锐王的话 让在场之人脸色巨变 屋里陷入了死意般的寂静 皇后惊讶地看向锐王 又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后 锐王口中的皇后 不是叫他 叫的竟然是贺林婉 贺林婉也愣住了 锐王见他的皇后没有动 有些奇怪 皇后 朕叫你过来 没听到吗 皇后怕此事闹出去 会影响到贺林婉的名声 转头吩咐他道 你先去外头等着 是 贺林婉没有说什么 只是行了一礼就转身走了 锐王见状 不由得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母后只该皇后做什么 有什么话 是她不能听的吗 皇后神色复杂地看着她 但是话 却问的是太医 怎么回事 太医脸色苍白 太医上前给锐王把脉 锐王见到一屋子的人都听太后的话 却是自己如无物 脸色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母后 朕不过是小病了一场 这宫里就变了天了吗 来人 今日外头是谁当值 承言 承言 还不给朕滚进来 一屋子的人都低着头 瑟瑟发抖 没有人敢出声 外间 贺林婉听着屋子里的动静 面色沉静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哈喽 各位亲爱的小耳朵 你们好 我是主播奥利奥 很感谢你们 对金芝的支持和喜爱 目前有声书的进度呢 已经追评了作者的进度 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停止更新了 根据作者大大说 全书还有一点就可以结尾了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写完 这个我曾经试着联系过作者大大 但是很遗憾我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准确的答复 我们就一起静静的等待吧 等到作者写完 然后我们剧组会火速的录制完成 到时候一定会给金芝有声剧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此同时呢 点击我的头像进入我的主页 还有金芝原班人马演绎的古言推理探案多人剧 一品五作 正在火热更新中 再过一个多月 小奥还会上架一本新书 词天骄 是由天下归原原著 奥利奥和唐紫熙领衔演播的 爆笑古言全谋多人有声剧 感兴趣的小耳朵 届时欢迎回来订阅收听哟